第七章,社会文化对情绪有什么影响?如果森林里一棵树倒了,没人在现场,也就没人听到那它是否发出声音了呢?这个问题很老套,哲学家和小学老师时不时地就会提到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也揭示了人类体验中的某个关键事物,尤其是我们是如何体验和感知情绪的。根据常识,我们都知道,树倒下当然会发出声音,因此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在那一刻,我和你正好路过,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听见树木开裂,树叶沙沙作响,以及当树干倒向地面时产生的巨大声响。 显然,即使你我不在现场,这种声音也是存在的。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时,答案则是否定的。 一棵树在倒下时是不会发出声响的,所谓的声响只是树木倒下时在空气中和地面上产生了振动。 只有当某个特殊的东西在现场接收和传送这些振动时,它们才会变成声音,即与大脑相连的耳朵。 任何哺乳动物的耳朵都可以清楚地听到这个声响,外耳收集空气压力产生的变化,集中到骨膜,然后在中耳产生振动。 这些振动在内耳通过微绒毛流动,微绒毛可以把压力变化转换成大脑可接收的电信号。 没有这个特殊过程,就没有声音,只有空气运动。 甚至在大脑接收到这些电信号后,大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这种波动还必须转换成大树倒下的声音。 因此,大脑需要一个树的概念,并知道树可以做什么,如在树林中倒下。 这个概念可能源于过去对树的体验,在某本书中了解到的内容,或者从其他人的讲述中获得的信息。 没有这个概念,大脑中就不会有倒下的大树,只会有从未体验过的无意义的噪声。 因此,声音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被探测到的结果,而是当世界与某个身体互动时构建的体验。 这时,是这个身体探测到了空气压力的变化,然后大脑赋予那些变化以意义,才有了声音。 没有感知者,就不存在声音,只有物理现实。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索另一种现实,即我们人类构建的现实,它只存在于那些具备感知能力的人身上。 这个能力可以轻松获得,它不仅回答了情绪是什么的问题,也解释了在没有生物指纹的情况下, 情绪是如何代代相传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苹果是红色的吗? 这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只是不如树倒下的问题那么明显。 通常,根据常识,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苹果是红色的,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是黄色或者绿色的。 但是,科学界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红色不是一个物体中包含的颜色,它是一种和光反射,人眼,人脑相关的体验。 只有物体,在其他波长的反射中,反射某个波长,如600纳米的光时,只有接收器把这个对比强烈的光转变成是绝食,我们才会看到红色。 人类的接收器是视网膜,视网膜利用它的三个光感受器,即是锥细胞,把反射的光转变成电信号,然后由大脑赋予信号以异议。 在视网膜里,如果缺乏对焦,长波,长光线敏感的是锥细胞,人们就感受不到波长为600纳米的红色,只能看到灰色。 在这个世界上,若没有大脑,就不会存在颜色体验,只有反射光。 而且,即使具有了合适的装备,眼睛和大脑,你也不一定会有红色苹果的体验。 大脑如果想把一个视觉转化为红色体验,它必须拥有红色这一概念。 这个概念可能源于你过去对红苹果,红玫瑰以及其他红色物体的体验,也可能来自你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的与红色相关的信息。 即使是天生的盲人也有一个红色概念,他们的概念是从谈话或者书中获得的。 没有这个概念,苹果给你带来的体验必然会不同。 例如,对于巴布亚辛吉内亚的波里墨族人来讲,反射波长为600纳米光的苹果是褐色的,因为波里墨的颜色概念对连续光谱进行了不同的划分。 作为感知者,关于苹果和大树的谜题让我们陷入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斗争中。 一方面,常识告诉我们声音和颜色存在于我们身体之外的世界中,我们可以通过眼睛和耳朵把信息传给大脑,然后检测到声音和颜色。 另一方面,就像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我们是自己的体验的建筑师,我们不会被动地探测世界上的物理变化。 虽然我们多数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但我们会积极主动地构建自己的体验。 看上去是一个物体把它的颜色信息传递到了你的大脑,但你体验颜色所需的信息主要源于你的预测,然后通过你的大脑从世界接收到的光来进行修正。 利用预测,你可以根据需要在你的脑海中看见颜色。 现在试试看见茂密的原始森林的绿色。 这个颜色可能不像平时那么生动,这个体验可能会瞬间消失,但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这样做的时候,你视觉皮质的神经元改变了它们的兴奋性。 你正在模拟绿色。 你也可以想象一棵倒下的大树在你的脑海中听到声音。 这样尝试时,你听觉皮质的神经元将会改变它们的兴奋性。 外部环境中存在着空气压力和光波长度的变化,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们是声音和颜色。 我们通过接收到的信息,利用从过去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及概念,从这些信息中创造意义。 每一个感知都是由感知者构建的,感知者把源于外界的感觉输入作为一种原料构建了感知。 当树木倒下时,只能听到空气压力的某些变化。 只有某些波长的光到达我们的视网膜,才会被转变成红色或者绿色。 朴素实在论不相信这些,朴素实在论认为感知极现实。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难解之题是,情绪是真的吗?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可笑,但是没有学术界不敢提出的问题。 情绪当然是真的。 想想上一次你激动、悲伤或者愤怒的时候,这显然都是非常真实的情感。 但事实上,这第三个谜题就像大树倒下和红苹果谜题一样,都是一个两难的推理,情绪到底是真实存在的,还是只存在于你的大脑。 这个谜题迫使我们直面我们对现实本质的假设,以及我们在创造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在这里,答案有些复杂,因为它取决于现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和一个化学家交谈,他会告诉你,现实就是分子、原子和质子。 物理学家则会说,现实是夸克,理论上一种比原子更小的基本粒子是希格斯波骰子,有可能是十一维空间一连串的危险振动。 不管人类存在与否,它们应该都存在于自然界,也就是说,它们是独立于感知的类别。 如果明天,所有人类都离开地球,亚原子粒子依然存在。 但是,进化赋予了人类思维一种能力,让我们可以创造另一种现实,这种现实完全依赖于一个人的观察。 根据气压变化,我们构建了声音,根据光的不同波长,我们构建了颜色。 从烘焙事物中,我们构建了纸杯蛋糕和小松饼,两者除了名字之外,没有什么不同。 几个人同意某个事物是真实的,并给它起个名字,它们就是在创造现实。 所有大脑功能正常的人都可能拥有一点这样的小魔法,而且我们一直都在使用它。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是一个魔术师,可以创造现实,那么看一下图7-1。 这是一种叫胡萝卜的植物,但人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安妮女王的花边。 这种花有着白色花边,也有一些是粉色的,但是非常欣赏。 它们反射光的波长在西方文化体验中被认为是粉色的。 我的朋友凯文,就是前一章提到的凯文叔叔,就曾费尽心机地购买了一朵粉色的安妮女王的花边, 然后把它种在了花园的中间。 一天,我们两个在他的院子里喝茶,这是另外一个朋友来访。 我和凯文进屋,为他倒茶。 当我们出来时,恰好看见这个朋友一边摇头,一边弯腰,凭借着几十年的经验。 他娴熟地把那朵粉色的安妮女王的花边拔了出来。 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一株植物是花还是草。 对凯文来说,安妮女王的花边是花,而对他的朋友来说,安妮女王的花边是杂草,这种区分取决于感知者。 一朵玫瑰通常被认为是花,但是如果你在一大片蔬菜中发现了它,它就变成了杂草。 蒲公英通常被认为是野草,但是和一束野花放在一起时,它就变成了花。 对两岁大的孩子来讲,它也可能成为一个礼物。 植物在自然界客观存在,是花还是草则,取决于人的感知。 它们的分类和感知者息息相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清晰地阐述了这个观点。 他写道,物理概念是人类心灵的自由创造,无论它表面上看起来怎样,都不是唯一由外部世界决定的。 常识让我们相信,情绪本质上是真实的,它是独立于任何观察者而存在的,就像西格斯波骰子和植物一样。 情绪似乎存在于拧眉皱鼻中,存在于耸肩和汗湿的手掌中,存在于心跳加速和皮质分泌中,存在于沉默、尖叫和叹息中。 但是科学告诉我们,情绪需要一个感知者,就像颜色和声音一样。 当你体验或者感知情绪时,感觉输入转变为放电神经元模式。 这时,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体上,你就会体验到情绪,就好像它们恰巧发生在你的身体里,就像你体验到苹果的红色以及树倒下的声音一样。 如果你关注的焦点是外部世界,你体验到面部、身体和声音,好像它们表达了你需要解码的情绪。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了解到的,你的大脑会利用情绪概念分类,目的是为了赋予这些感觉以意义,结果就是你构建了快乐、恐惧、愤怒或者其他情绪类别的实力。 情绪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和大树倒下时的怦然巨响,一个人看见的红色以及花和草之间存在差异的真实是一样的,都是由感知者在大脑中构建的。 你的面部肌肉时刻都在运动。 你皱眉、撇嘴、皱鼻子,这些行为是独立于感知者存在的,它们帮助你体验感觉世界。 比如,睁大眼睛可以扩大你的视野,让你更容易探测周围的物体,你眼可以提高你的市民度,让你看清你面前的物体,皱鼻子有助于阻止有害化学物质吸入。 但是,这些运动从本质上来讲不是情绪。 在你的身体内,你的心跳、血压、呼吸、体温和皮质纯分泌水平全天都处于变化中。 这些变化的生理功能就是调节你的身体,这些变化和知觉无关。 从本质上来讲,它们同样不是情绪。 只有当你对肌肉运动和身体变化进行分类,把它们看作体验和感觉,赋予它们新的功能,它们才能作为一个情绪实力发挥作用。 没有情绪概念,这些新功能就不存在,有的只是面部运动、心脏跳动、激素循环等。 如果没有颜色概念,红色和倒下的树的声音将不复存在,有的也只是光和震动。 多年来,诸如恐惧和愤怒这样的情绪分类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一种错觉,科学家一直争闻不朽。 之前我们了解到,坚持传统情绪观的人认为情绪位别是天生的, 比如说所有的恐惧实力分享了一个生物指纹,他们认为大脑中的情绪概念和那些自然类别是分开存在的。 反对者抨击说,愤怒恐惧只是一些和大众心理学相关的词汇。 不值得进行科学研究。 在对情绪研究之初,我支持后一种观点,但现在,我认为还有一种更真实的可能性。 本质真实和错觉存在差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 恐惧和愤怒对一些人来说是真实的, 他们同一身体里面部等发生的某些改变具有情绪意义。 换句话说,情绪概念具有社会现实性。 人脑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思维诞生于人脑,而情绪存在于人类思维中。 生物分类过程创造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真实类别, 这些过程基于生理现实,在人脑和身体中能够观察得到。 大众心理学的概念,如恐惧和愤怒, 它们不应该成为惨遭科学思想抛弃的词汇, 它们在大脑如何练成情绪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社会现实并不是只包含一些听起来不重要的东西, 如花、草和红苹果。 人类文明就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建立的。 你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都是被社会构建的, 如你的工作、你的地址、 你所属的政府和遵循的法律、你的社会地位。 战争发动、邻居反目成仇,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社会现实。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纳切尔·布托说, 你可以消灭一个人,但你无法消灭一个想法。 他宣扬的是用社会现实的力量去重塑世界。 金钱是社会现实的典型例子。 如果给一群人一张印有已故领导人头像的长方形的纸, 一个金属片、一个贝壳或者某种大麦, 人们把它们划归到金钱类别, 那他们就变成了货币。 股票市场是一个社会现实, 每天我们在这里交换的是以亿计的美元。 我们根据科学方法, 利用复杂的数学方程式研究经济。 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后果就是社会现实的产物。 一系列房屋贷款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构成, 一下子从巨额资产变得一文不值, 将人们推入经济废墟。 在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 任何客观因素都能导致这样的恶果。 这只不过是想象力的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变化。 思考一下, 200张一美元纸币和一幅画着200张一美元纸币的卷印版画, 二者之间差别多大? 答案是, 大约4380万美元。 这个数字就是2013年安迪·沃霍尔的作品《200张一美元》的售价。 这幅画就像他题目所显示的, 上面画了200张一美元纸币, 与真实纸币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二者价值上的巨大差异完全取决于社会现实。 这幅画的售价也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90年代, 这幅画的售价只有30万美元, 这也反映了社会现实。 如果4380万美元对你来说是一笔巨款, 那么你就已经参与到这个社会现实中了。 编造一个事物, 给它起个名字, 至此, 你就创造了一个概念。 把你的概念交给其他人, 只要得到他们的认可, 你就创造了某个真实的东西。 那么, 我们如何让这个创造魔力发挥作用? 那就是分类。 把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进行分类, 除了他们拥有的物理特性, 再赋予他们新功能。 然后, 我们将这些概念传递给彼此, 将彼此的大脑与社会现实连接起来, 这就是社会现实的核心。 情绪是社会现实。 我们构建情绪实力, 所用方法与构建颜色, 倒下的大树以及货币的方法完全一样, 利用概念系统在脑网中完成。 我们把从外界和身体获得的独立于感知者而存在的感觉输入, 在一个概念情境中转换成一个情绪, 如快乐、实力。 快乐是人类思维常见的情绪, 这个概念为这些感觉增加的新功能, 创造了以前没有的现实, 一种情绪体验或者一个情绪感受。 你不要再问, 情绪是真实的吗? 而应该问情绪是如何变成现实的? 理论上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需要建造一座桥梁, 把独立于感知存在的生物大脑 以及身体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大众心理学概念, 如恐惧和快乐连接起来。 情绪变成现实需要两种人类能力, 它们是形成社会现实的先决条件。 第一个能力是, 你需要一群人认可一个概念的存在, 如花、现金或者快乐。 这个共享知识叫做集体意向性。 人们并不太在意集体意向性, 但它是每个社会构成的基础。 即使你自己的名字也是通过集体意向性变成事实的。 在我看来, 情绪分类是通过集体意向性变成事实的。 要想让其他人知道你很愤怒, 你们需要就愤怒这个概念达成共识。 如果在一个给定情境中, 人们对一组特定的面部运动和心血管变化达成一致意见, 认为这就是愤怒, 那么它就是。 你们不需要明确意识到这种一致性。 你们也没必要认定某个特别实例就是愤怒。 你只需要大体上认定愤怒的存在, 并且具有某些功能即可。 在那一刻, 人们能够在彼此之间非常有效地传递愤怒的概念信息, 就好像愤怒是天生的一样。 如果在某个特定情境中, 我和你意见一致, 认为皱眉就意味着生气, 那么我皱眉, 我就是在有效地和你分享信息。 我皱眉的动作本身并不会把愤怒含义传达给你, 这个动作就像空气中的震动传送声音一样。 根据我们共同分享的愤怒概念, 我皱眉在你的大脑中发起了一个预测, 这是人类独有的神奇能力, 它是一种合作行为的分类。 集体意向性是构建社会现实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除人类之外, 某些哺乳动物也具有基本的集体意图, 但它们无法构建社会现实。 为了一个共同的活动, 所有蚂蚁会一起劳动, 蜜蜂也是如此。 鸟群和鱼群会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行动。 某些族群的猩猩会使用工具, 例如用棍子探路和吃白蚁, 用石头砸坚果, 而且会把工具的用法传给下一代。 通过识别不同形状的东西, 可以完成同一个任务, 猩猩似乎还掌握了工具的概念, 例如, 用拿在手里的某个东西获取食物, 如木棍或者螺丝刀。 但人类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我们的集体意向性与思维概念相关。 当我们看到一把锤子, 一把电锯, 以及一个碎冰锥, 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工具的类别。 我们可以赋予它们以前不存在的全新功能, 进而创造现实。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我们具有社会现实形成的第二个前提条件, 语言。 其他动物的集体意向性都没有和语言组合在一起。 只有少数几个物种的动物同类间可以象征性地进行沟通。 大象似乎可以通过低频叫声进行交流, 它们的叫声传播距离有一英里。 某些类人员似乎可以利用有限的符号语言进行交流, 这种程度相当于一个两岁的人类小孩, 但它们这样做通常是为了获得一个奖励。 只有人类同时拥有语言和集体意向性。 这两种能力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构建, 但正因如此, 人类婴儿的大脑中自主形成了一个概念系统, 改变了大脑的连接。 这种组合也让人们可以合作地进行分类, 协同分类是交流和社会影响的基础。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了解的, 词汇促使我们形成概念, 为了某种目的, 可以把外形不同的事物划归一类。 喇叭、丁音谷、 小提琴和军用火炮看起来完全不同, 但因为它们都可以满足一个目的, 所以都可以划入乐器类别, 例如它们都可以用来表演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 1812曲。 恐惧这一概念包含各种实力, 这些实力不仅发生时刻不同, 内感受和引发的时间也不同。 即使是还没有掌握语言的婴儿, 也会利用语言形成概念, 如囚和噪声制造者只要成人有意识地对他们说这些词汇。 据我们所知, 在一个群体间交流共享概念, 词汇是最有效、最简短的表达方式。 当我点比萨时, 我绝对不会这样说, 我, 你好, 我想点餐。 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 好的, 你想点什么? 我, 我想要一块揉成圆形或者方形的面团, 上面放上番茄酱和芝士。 面团要放在热烤箱里烤足够长的时间, 烤到芝士融化, 面团表面变成棕色。 我要吃这个面团, 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 总共9, 99美元。 我们将在分针指向12, 时针指向70为您准备好。 实际上, 一个词语比萨就可以大大缩短打电话的时间,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 我们对比萨有着共同的体验和知识。 如果我向某个人详细地描述比萨, 那这个人以前一定是没有见过比萨, 同样, 这个人也会愿意听我一条一条地详述比萨的特性。 词汇也有力量。 通过词汇, 我们把自己的想法直接传到他人的大脑中。 如果我让你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然后对你说比萨这个词, 你的大脑神经元会自动改变它们的放电模式进行预测。 当你模拟出蘑菇和意大利香肠的味道时, 你甚至会流口水。 词汇给我们提供了心灵感应的特殊形式。 词汇有助于进行心理推理, 理解他人的意图、目的和信仰。 我们在第五章提到过, 婴儿可以学习存在于他人大脑中的关键信息, 这种信息推理需要通过词汇来完成。 当然,词汇不是概念交流的唯一方法。 如果我结婚了, 而且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那么我没有必要到处去说,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我只需要戴上一枚戒指, 一枚钻戒更好, 或者, 在印度北部地区在眉心点上一个红点, 都可以证明我结婚了。 同样, 如果我快乐, 我不需要通过词汇表达, 只需要微笑, 周围的人通过集体意向性就能明白, 这是他们的大脑中形成了大量的预测。 在我的女儿上小学前, 我一瞪眼睛, 无需说话, 她就不敢再顽皮。 即使如此, 在教授一个概念时, 你依然需要一个词语, 因为这样会更有效率。 集体意向性要求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分享一个类似的概念, 如花草、 恐惧。 在这些概念中, 每个概念实力的物理性质差异很大, 几乎找不到统计规律, 但是群体中的成员都曾以某种方式习得过这些概念。 事实上, 这种习得需要一个词语。 那么, 先有概念, 还是先有词汇。 在科学界和哲学界, 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 在这里, 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 但是, 显然, 人们在知道一个词语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某些概念。 我们提到过, 婴儿出生几天后, 很快就会洗的脸的感知概念, 但他们却不知道脸这个词, 因为脸具有统计规律, 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和一张嘴。 同样, 无需通过词汇, 我们也能够区分植物和人类两个概念, 植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而人类不能。 不管为这两个概念起什么名字, 他们之间的差异都和感知无关。 另一方面, 某些概念需要词汇。 思考一下这个类别, 假装打电话。 我们都看到过, 孩子拿着一个东西放在他们耳边, 模仿父母打电话的行为, 然后对着他说话。 这个物体可以是很多东西, 可能是一个香蕉, 一只手, 一个茶杯, 甚至是一个安全毯。 这些实力没有什么重要的统计, 规律可言, 但一位父亲可能会把一个香蕉递给他的儿子, 说, 叮铃铃, 你的电话。 这种简单表达足以让双方对接下来做什么有充分的了解。 另一个方面, 如果你不知道假装打电话这个概念, 那么你看见一个两岁的孩子把玩具汽车放到耳边然后开始讲话, 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孩子把玩具放在脸的一边正在说话。 同样, 通过情绪词汇, 情绪概念更容易吸得。 你已经了解, 在你的面部, 身体或者大脑中, 情绪类别没有一致的指纹。 这意味着单个情绪概念的实力, 例如, 惊讶不需要具备物理相似性, 才会被你的大脑分到一组。 任何两个情绪概念, 如惊讶和恐惧, 都不需要一致的指纹, 才能够被准确区分。 因此, 作为一个文化群落, 我们通过词汇提出了心理相似性。 从小时候起, 在某些特定情境中, 我们会听到人们说恐惧, 或者惊讶。 每个词语的声音, 长大后, 学会每个词语的书写, 在每个类别内, 创造了足够多的统计规律, 并找出了彼此之间存在的统计差异。 没有恐惧和惊讶的词汇, 这两个概念, 很可能无法在人们之间传播。 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先有概念, 还是先有词汇, 但是很明显, 词汇与我们发展, 和传递纯心理概念关系密切。 传统情绪观的理论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是, 情绪到底有多少种? 爱是情绪吗? 敬畏是吗? 好奇呢? 饥饿呢? 像快乐、愉快和高兴这些同一词代表了不同的情绪吗? 欲望、渴望和酷爱呢? 它们有差别吗? 它们是情绪吗?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 这些争论毫无意义。 只要人们一致认为, 爱, 或者好奇、 饥饿等的实力具有情绪功能, 那么爱就是情绪。 在上一章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情绪功能。 第一个情绪功能和所有的概念一样, 即情绪概念创造意义。 假设你发现自己呼吸加快, 浑身出汗, 那么你是感觉兴奋、恐惧, 还是觉得身心疲惫。 不同的分类表达了不同的意义。 也就是说, 根据过去的经历, 你对目前的身体状态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一旦你根据一个情绪概念做了分类, 构造了一个情绪实力, 那么它们就可以解释你的感觉和行动。 第二个情绪功能是概念规定行动。 如果你呼吸加速, 全身出汗, 你应该做什么? 你是会兴奋地咧嘴大笑, 还是会害怕地逃跑, 或者躺下来睡一小觉。 预测构建情绪实力, 情绪实力以过去的经验为指导, 为在特定情境下达到某一特定目的而规划你的行动。 第三个功能和概念, 调节身体预算的能力有关。 你对身体出汗, 气喘吁吁, 以及身体预算的分类不同, 它们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 如果认为这是兴奋的表现, 皮质唇适度释放, 如举起手臂, 如果认定是恐惧。 那么皮质唇释放会增多, 因为你要准备逃跑, 而小睡不需要额外的皮质唇分泌。 分类会让你的体内发生变化。 每个情绪实力都会为不久的将来, 做一些身体预算。 这三个功能有一个共性, 它们只和你有关。 创造意义, 采取行动或者调节身体预算时, 你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参与你的体验。 但情绪概念有两个功能, 可以吸引其他人参与到你的社会现实圈内。 一个功能是情绪沟通, 情绪沟通时, 两个人对概念的分类会实现同步。 你看见一个人气喘吁吁, 浑身大汗, 如果他身穿一套运动服, 那他可能在运动, 但如果他穿着一套新郎礼服,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这里, 分类不仅传达了意义, 还对人们当时的行为做出了解释。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社会影响。 如兴奋、恐惧和疲惫的这样的概念, 是你调节其他人身体预算的工具, 而不是调节你自己的。 如果你能让其他人认定你气喘吁吁, 浑身大汗是因为恐惧, 那么你就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这是单纯的呼吸加快和浑身大汗无法做到的。 可见, 你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的体验的建筑师。 这两个功能需要其他人与你正在沟通 或者你正影响的和你持相同的观点, 即在某种情境下, 某些身体状态和身体行动具有某些特定的功能。 没有这种集体异象性, 一个人的行动, 不管对他自己多么有意义, 对他人来讲都是无意义的噪声。 如果你和朋友正在散步, 你们看见一个男人在人行道上使劲跺脚, 你经过分类, 觉得这个人在生气, 而你朋友认为这个人是灰心沮丧。 但是, 这个人认为自己只是在甩掉粘道鞋上的泥块。 这是不是说你和你的朋友错了呢? 这个人会不会并未意识到当时自己的情绪? 在这个例子中, 谁是正确的? 如果这是一个物理现实问题, 你可以非常明确地解决这件事。 如果我说我衬衫的材质是丝的, 而你说是狄伦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化学实验来寻找答案。 但就社会现实而言, 不存在这样的准确性。 如果我说我的衬衫漂亮, 而你认为不好看, 从客观上来讲, 我们两人谁都不正确。 感知那个跺脚的男人的情绪也是一样。 情绪没有指纹, 因此也就没有准确性一说, 而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共识。 关于我的衬衫或者那个跺脚的人, 我们可以问其他人是否同意你或者我的看法, 或者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分类和我们的文化标准进行一下比较。 你, 你的朋友, 以及那个跺脚的男人, 你们每个人都通过预测构建了一个感知。 跺脚的那个人自己可能感受到了不愉快唤醒, 他可能会把自己的这种内感受, 连同他根据外界做出的预测一起构成这样一个实力, 及清除鞋上的泥块。 你可能会构建一个愤怒实力, 而你的朋友可能会构建一个沮丧实力。 每个构建都是真实的, 因此从严格的客观角度来讲, 我们没法说谁是准确的。 这并不是科学的局限性, 它只是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仅凭观察者的评估, 不可能准确而又明确地裁决此事。 你在计算准确性时, 如果无法找到一个客观标准, 那么就只剩下共识了。 这提示你, 你现在处理的是社会现实, 而不是物理现实。 这一点很容易被误解, 因此我需要明确解释一下。 我并不是说情绪是错觉。 情绪是真实的, 情绪是一种社会现实, 就像花和草一样。 我不是说每件事都是相对的。 如果那样, 文明将会崩溃。 我也不是说情绪只存在于你的大脑中, 这种说法削弱了社会现实的力量。 金钱、 名誉、 法律、 政府、 友谊 以及所有我们最狂热的信念都是只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 但它们是我们可以为之生死拼搏的东西。 它们是真实的, 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是真实的。 但是, 它们和情绪一样只存在于人类感知者面前。 当你把手伸进袋子, 发现你刚才吃掉的就是最后一块薯片了。 想象一下你是什么感觉。 带子空了, 你可能感觉有点失望, 但又因为不再涉入更多的卡路里而松了口气, 同时也有一丝丝愧疚, 因为你吃了一整包薯片, 却还是很饿, 想再吃一包。 我刚刚发明了一个情绪概念, 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来描述。 但是, 读了对这种复杂情感的大段描述, 你有可能模拟出整个过程, 甚至是薯片袋子上的褶皱和袋子里剩下的最后那点可怜的碎屑也能模拟出来。 虽然不能用一个词语把这种情绪表达出来, 但你已经体验到了它。 通过把已经知道的概念实力, 如袋子、薯片、 失望松了口气、 愧疚、 饥饿、 组合在一起, 你的大脑就完成了这一壮举。 之前我们介绍过, 我们将大脑这种强大的能力称之为概念组合。 通过概念组合, 你的大脑创造了与薯片相关的全新情绪类别的第一个实力, 为模拟做好了准备。 现在, 我给这个新创造起个名字, 就叫做无薯片, 然后把它交给我周围的人, 它就会成为快乐和悲伤一样真实存在的情绪概念。 人们会利用它进行预测, 分类, 调整身体预算, 在不同的情境中构建各种各样的无薯片实力。 至此, 我们遇到了本书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观点, 你需要有一个情绪概念, 才能体验或构建相关情绪。 这是一个要求没有恐惧的概念, 你就体验不到恐惧, 没有悲伤的概念, 你就无法在他人身上感知到伤心。 你可以学习必要的概念, 也可以通过概念组合瞬间构建, 但是你的大脑必须能够形成这个概念, 并能够用它进行预测, 否则你根本体会不到这种情绪。 我知道, 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违反常理,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你可能不熟悉这种情绪, 即化愤怒为力量。 这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情绪, 源于菲律宾一个叫伊龙哥的部落, 这个部落有猎头的习俗。 这种情绪出现在一组人和另一组人的残酷争斗中, 包含强烈专注、激情和精力。 危险和精力让一组人团结在一起, 有了归属感。 化愤怒为力量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 它所蕴含的情况也十分复杂, 包括一些社会规则, 如哪些活动可以让这种情绪持续下去, 什么时候感觉到它是合适的, 在这时, 其他人会如何对待你。 就像快乐和悲伤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一样, 化愤怒为力量对于伊龙哥部落的人来说也是真实的情绪。 西方人一定有过愉快进攻的体验, 运动员可以在激烈的比赛中感受到这种体验。 视频游戏, 玩家可以在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中感受到。 如果不利用概念组合构建化愤怒为力量这一情绪, 不管是运动员还是视频游戏玩家, 即使他知道化愤怒为力量的完整意义, 规定的行动, 身体预算变化, 交流和社会影响, 但依然体验不到化愤怒为力量的情绪, 除非他能够通过概念组合构建化愤怒为力量。 化愤怒为力量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包, 如果你的大脑不能构建这个概念, 那么你就体会不到完整的化愤怒为力量的情绪, 也许你可以体会到一部分愉快, 高度唤醒情感, 进攻, 追求惊险挑战的刺激, 或者来自一组成员之间的兄弟或姐妹情谊。 下面, 让我们来看一个美国文化中最近采用的情绪概念。 在最近一次与我的实验室成员的会议上, 我了解到, 一个熟人暂且称他为罗伯特,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过去, 他对我不太友善, 用一个礼貌的科学家的说辞, 就是他表现得像个傻瓜。 所以,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承认我当时的感觉很复杂, 我对他有一些同情, 但对他的不幸遭遇又有点幸灾乐祸, 因为这种小气行为我又感觉有点愧疚, 想到可能会有人发现我这种不厚道的想法, 心里又有点尴尬。 想象一下, 如果我向实验室的同事描述我的概念组合, 罗伯特对于自己没得讲一定感觉糟透了, 但我感觉很高兴。 我这样说当然非常不合时宜。 在我的实验室里, 没有人知道我和罗伯特的过节, 也没有人知道我当时感到的内疚和尴尬心情, 因此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想法, 而且很可能还会把我看成一个混蛋。 相反, 如果我说我感觉有点幸灾乐祸, 那么实验室里的每个人都会笑一下, 点头表示同意。 一个词语有效地表达了我的情绪体验, 并得到了社交认可, 因为实验室里其他人都有这个概念, 能够构建一个幸灾乐祸的感觉。 在其他人遭遇不幸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用带有愉悦笑架的情感表达我们的心情。 这种情绪与西方文化中的悲伤情绪完全一致, 后者我们更为熟悉。 任何健康的人都能够体验到低唤醒, 不愉快的情感, 但你无法体验到悲伤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含义, 恰当的行为, 以及其他情绪功能, 除非你知道悲伤的概念。 一些科学家认为, 没有情绪概念, 情绪依然存在, 但受影响的人意识不到。 这暗示了情绪概念不属于我们的意识范畴。 我觉得有可能, 但仍心存质疑。 如果你没有花的概念, 有人给你看一朵玫瑰, 你只知道那是一株植物, 而不会认为它是一朵花。 没有科学家敢说, 你看到了一朵花, 只是没意识到。 同样, 第二章开头那些黑色斑点里, 也没有一只隐藏的蜜蜂, 你感知到了蜜蜂, 只是因为概念知识。 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于情绪。 如果你没有化愤怒为力量悲伤, 无数片的分类, 那么你就不会有情绪, 有的只是一个感觉信号模式。 想想化愤怒为力量概念在西方文化中, 多么有用。 军校学员在进行战术训练时, 有一小部分人在杀人时会获得快感, 但他们不会为了获得愉悦感去杀人, 他们不是精神变态。 但是他们杀人时, 他们体会到了快乐。 从他们的战斗叙述中, 可以看出猎捕对他们的刺激, 以及和队友一起完成任务, 带给他们的强烈快感。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 在杀戮时感到快感被认为是恐怖的, 为人所不齿, 很少有人会对那些从杀戮中获得快感的人产生同感。 想一想, 如果我们把话愤怒为力量这一概念和这个词都传授给军校学员, 会发生什么呢? 因此, 可以同时交给他们的还包括一系列社会原则, 让他们明白什么时候感受这种情绪最恰当。 我们可以把这个情绪概念引入更广泛的价值观和规范的文化环境中, 就像我们曾引入幸灾乐祸一词一样。 在军人执行公务时, 在必要的时候, 这个概念甚至可以让他们灵活地培养化愤怒为力量的体验。 像化愤怒为力量这样全新的情绪概念, 可以提高他们的情绪力度, 增强部队凝聚力, 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而且, 不管是在战争中, 还是在他们退伍后, 这个概念可以一直保持战事的精神健康。 我知道, 我现在说的话题有些敏感, 在体验或者感知一个情绪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概念。 这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 也和我们的日常体验不符, 情绪感觉上去是天生的。 但是如果情绪是通过预测构建的, 你只能通过你拥有的概念进行预测, 没错, 就是如此。 你可以毫不费力就体验到情绪, 因为情绪是天生的, 很可能从你父母那一代, 甚至是他们的父母那一代, 人们就这样认为。 传统情绪观对这个过程做出了解释, 情绪和情绪概念分开, 通过净化甚至于神经系统。 我也有一个净化的故事要告诉你, 但它是关于社会现实的, 而且不需要神经系统中的情绪指纹, 像恐惧、愤怒、快乐这样的情绪概念代代相传。 概念之所以会传承下去, 不仅是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 同时也是因为那些基因在每代人之间建立的连接。 随着对所属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掌握, 因而思维在成长, 它们掌握的概念也在增多。 这个过程有很多名称, 如大脑发育, 语言发育, 社会化的。 人类一个主要的适应优势,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繁荣起来的原因, 我们生活在社会群体中。 这种安排让我们人类扩张到全球, 通过喂养、 穿衣和彼此学习, 在不适合居住的物理环境中, 创造出宜居的气息地。 因此我们在几代人之间积累信息、 故事、 食谱、 传统习俗等任何我们可以描述的事物, 这有助于每代人塑造下一代人的大脑连接。 通过这个代与代之间的知识宝库, 我们努力塑造物理环境、 创造文明, 而不单单是适应环境。 群体生活当然也存在缺点, 其中一个困境尤为明显, 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与他人和谐相处, 还是努力造福自己。 日常概念, 如愤怒和斩击, 对于处理这种互相冲突的问题十分关键。 它们属于文化手段, 它们规定特定情境中的行为, 让你可以沟通, 影响其他人的行为, 所有这些都服务于你的身体预算。 你不能因为恐惧在你的文化中代代相传, 就认定恐惧被编入了人类基因组。 同样, 恐惧也不是在非洲大草原上, 古人类历经数百万年通过自然选择塑造, 这些单一解释忽视了集体意向性的巨大力量, 更不用说现代神经系统科学的大量证据了。 的确, 我们在不断进化中创造了文化, 形成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系统是为了管理我们自己和他人, 这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的生物性让我们能够创造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 但具体是哪些概念, 可能就是文化演变的问题了。 人类大脑是文化的产物, 我们无法像给电脑装软件一样, 给一个原始状态的大脑装在上文化。 相反, 文化有助于连接大脑, 然后大脑成了文化的载体, 从而创造和延续文化。 所有群居人类都必须解决一些常见问题, 因此在不同文化中发现一些相似概念并不奇怪。 例如, 绝大多数人类社会都有关于神的神话故事, 古希腊的仙女, 凯尔特传说中的精灵, 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小妖精, 印第安人的小精灵, 夏威夷土著的小矮人, 斯堪蒂纳维亚的巨人, 非洲神话中的阿奇扎, 因纽特文化中的阿格洛里克, 来自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米米斯, 中国的神, 日本道教的神, 等等。 和这些神相关的故事, 在人类历史和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但是, 这并不是说这些神是真实存在的, 或者曾经在自然界存在过, 不管我们多么渴望加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神这个类别是由人脑构建的, 既然它存在于这么多不同的文化中, 那么它很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功能。 同样, 恐惧存在于很多文化中, 不是所有文化, 如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昆仁, 就没有这个词, 也是因为具有了某种重要功能。 据我所知, 情绪概念不具有普遍性, 普遍性本身也不意味着一种感知独立的现实。 社会现实是人类文化背后的推动力。 情绪概念作为社会现实的基本元素, 是在婴儿时期从他人那里习得的, 甚至是更晚的时候, 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中习得的, 稍后将对此详细解释。 这种观点是非常合理的。 因此, 社会现实是祖先通过自然选择向后代子孙传播行为, 喜好和意义的渠道。 概念不仅仅是一种覆盖在我们生物性上的社会外衣, 它还是社会现实, 并且通过文化根植于你的大脑。 拥有文化背景, 掌握某些概念, 或者拥有更多各种各样概念的人, 更适合繁衍生息。 之前, 我们利用颜色概念对光波长度进行了分类, 我们把看到的虚幻的条纹雕刻成彩虹。 如果你搜索彩虹的俄语单词P, 你会发现俄罗斯的彩虹图包含七种颜色, 而不是六种, 西方文化中的蓝色被细分成了浅蓝和深蓝两种颜色。 这些图片表明颜色概念受文化影响。 在俄罗斯文化中, 蓝色和西方人眼中的天空蓝是不同的类别, 就像蓝色和绿色之于美国人一样。 这种差异不是因为俄罗斯人和美国人视觉系统存在固有的结构差异, 而是文化差异导致了西德颜色的概念不同。 只是俄罗斯人从小就知道浅蓝和深蓝是不同的颜色, 它们有不同的名字。 这些颜色概念已经被植入它们的大脑中, 因此它们感觉到了七种颜色。 词语代表概念, 概念是文化传播的工具。 我们把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概念又传给我们的孩子, 代代相传, 就像你高增祖母的竹台来自古老的国度一样, 彩虹有六种颜色货币用来交换货物纸杯蛋糕是甜点, 而小松饼是早点。 情绪概念也是文化的工具。 情绪概念具有一系列规则,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调节你和他人的身体预算。 这些规则具有特定性, 不同的文化规则不同, 规定了在特定情境中, 什么时候可以构建一个特定的情绪。 在美国, 当你坐过山车, 等待癌症筛选结果, 或者某人用枪指着你时, 你感到恐惧是很正常的。 在美国, 在一个安全的社区里, 每当你走出家门都感到恐惧, 那就是不正常的。 这种恐惧被认为是病态的, 是一种焦虑性障碍, 叫做恐旷症。 卡门是我的朋友, 他出生在玻利维亚, 当我告诉他, 不同的文化中情绪概念也不同时, 他很吃惊。 我认为, 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情绪。 他用西班牙语对我说, 好吧, 比起美国人, 玻利维亚人的情绪更强烈, 更有力。 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就只会使用一组情绪概念, 就像卡门, 因此他们会对这种文化相对性感到诧异。 但是, 科学家已经记录了大量英语中没有对应词汇的情绪概念。 当挪威人想表达恋爱的欣喜若狂时, 有一个概念, 叫做Forelskit。 丹麦人用Hidi的概念描述亲密朋友之间的某种关系。 俄罗斯人用Taka的概念标识精神苦闷, 葡萄牙人用Saudid标识强烈的精神渴望。 做了一点研究后, 我在西班牙语中找到了一个情绪概念, 叫做Pinagina, 这个概念在英语中没有直接对等的词。 据卡门解释, 这个概念表达的是为他人的损失感到伤心, 但是, 我也曾看到过这个词表达替别人感觉不舒服和尴尬的概念。 下面是其他关于不同文化情绪概念的例子, Bijo, 菲律宾语, 想要抱紧或者揉捏某样超级可爱的事物的冲动。 Walprate, 荷兰语, 预感到有好事即将发生时的兴奋。 Ejotry, 日语, 看起来是非常失败的发行。 在其他文化中, 有一些情绪概念极其复杂, 很难翻译成英语, 但当地人却会自然而然地体验到这些情绪。 在伊法鲁克文化中, 讲密克罗尼西亚语的人, 有一个概念叫Fagel, 具体情境不同, 分别可以代表爱、 同情、 遗憾、 悲伤或者怜悯。 在杰克文化中, Littlest概念据说无法翻译, 只知道大概意思是处境悲惨, 自我折磨, 同时还伴有强烈的报复欲望。 日语中的情绪概念Arigatmewako 是指别人给你帮了倒忙, 但你还不得不表达感激的心理状态。 当我在美国演讲时, 我告诉观众, 情绪概念是可变的, 而且它具有文化特异性, 并指出我们英语中的概念 与我们的文化非常类似, 一些人感觉很震惊, 就像我的朋友卡门当时的反应。 他们坚称快乐和悲伤是真实的情绪, 就好像其他文化的情绪都不是真实的, 只有他们自己的情绪是真实的。 对此, 我通常会说, 你们说的没错, Faggo, Littlest等对你们来说不是情绪,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情绪概念, 相关的情境和目的对美国中产阶级文化来讲并不重要。 你的大脑不会根据Faggo做出预测, 因此这个概念不会像快乐和悲伤的概念那样, 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感觉到。 要想理解Faggo, 你必须结合你已经知道的其他概念, 进行概念组合, 消耗脑力。 但是在伊法鲁克文化中, 这个概念是确实存在的。 伊法鲁克人可以自动利用这个概念进行预测。 当他们体验Faggo这种情绪时, 就像你感受到快乐和悲伤一样自然和真实, 他们刚好就体验到了Faggo。 是的, Faggo, Littlest等只是人类编造出来的词语, 但是快乐、悲伤、恐惧、愤怒、厌恶、惊讶也是我们编造出来的词语。 造字是社会现实的基础。 难道你会说你们国家的货币是真实的, 别国的货币就都是造出来的? 对于那些从未出国旅游的人来讲, 他们很可能会这样说, 因为缺少他国货币的概念。 但有过出国旅游经验的人都有他国货币这样的概念。 我现在告诉你其他文化的情绪,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 你的文化中的情绪对你来说是真实的, 其他文化中的情绪对该文化中的人来讲也是真实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想法很有挑战性, 再看看这个, 在西方情绪概念中也有一些非常珍贵的, 其他文化没有的概念。 比如, 印纽特人没有愤怒的概念, 塔西提人没有悲伤的概念, 没有悲伤的概念。 西方人很难接受这些事实, 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悲伤? 这是真的吗? 在西方人体验悲伤的情境中, 塔西提人体会到的是生病, 苦恼, 疲乏, 或者没精神, 所有这些他们都用一个词概括, 即PEF。 一些传统情绪观支持者认为, 塔西提人皱眉就代表了悲伤, 不管他知道与否。 构建主义者不敢说得如此绝对, 因为人皱眉有很多原因, 如思考, 用力等, 换个说法, 当人们审视一个想法时, 或者感觉PEF时, 都会皱眉。 除了个体情绪概念, 关于情绪是什么, 不同文化也没有达成一致。 西方人认为, 情绪是个体身体内部的体验, 但是, 在很多其他文化中, 情绪是人际交往事件, 需要两个或更多人才会产生。 这包括密克罗尼西亚的法鲁克人, 巴黎人, 富拉人, 菲律宾的伊隆哥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卡路利族人, 印度尼西亚的米兰加宝人, 澳大利亚的宾图比土著, 还有萨摩亚人。 更有趣的是, 西方文化中, 人们会把一系列感知体验综合在一起。 统称为, 情绪, 但在有些文化中, 甚至都没有一个统称, 来概括人们的这些体验。 塔西提人, 澳大利亚吉迪加利土著, 加纳的方地人和德巴尼人, 马来西亚的齐旺族人, 以及我们在第三章介绍的辛巴族人, 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 绝大多数情绪的科学研究, 都是以英语为基础的, 利用了美国英语的概念和美国情绪词汇, 以及他们的翻译。 著名语言学家安娜·威尔兹比卡指出, 英语已经成为情绪科学的概念监狱, 她说, 英语情绪术语构成一个大种分类, 而不是一个客观的, 不受文化限制的分析框架, 很明显, 我们不能假设像厌恶, 恐惧, 羞愧这样的英语词汇, 是全人类概念的线索, 也不能将之看成是基本的心理现实。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概念词汇多元于二十世纪的英语, 有一些是非常现代的词汇, 即使情绪概念也是十七世纪才出现的。 在此之前, 学者用感情、 伤感以及其他意义稍有不同的词汇来表达。 不同语言利用不同的方法描述变化多端的人类体验、 情绪和其他心理事件、 颜色、 身体部位、 方向、 时间、 空间关系和因果关系。 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多到令人震惊。 我的朋友巴塔, 梅斯基塔是一名文化心理学家, 之前我介绍过他。 巴塔在荷兰出生长大, 后来在美国攻读博士后, 在随后的十五年间, 他结婚, 生子, 并成了北卡罗莱纳州维克福斯特大学的一名教授。 在荷兰, 巴塔感觉他的情绪是自然流露的, 没有比这个词更好的描述了。 但是, 在搬到美国后, 他很快注意到他的情绪不太适合美国文化, 美国人的快乐让他觉得非常不自然。 美国人说话时总是语调欢快, 他们时时刻刻在微笑。 当巴塔向人们问好时, 他们的回答总是很积极, 我好极了。 在美国文化环境中, 巴塔的情绪反应似乎不合时宜。 当被问到最近怎么样时, 他的回答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时刻充满激情, 他不会说自己妙极了或者很棒。 一次演讲中, 我听到巴塔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同意他所说的一切。 结束时, 我热烈地鼓掌, 然后走向他, 拥抱他, 并对他说, 你讲得非常棒。 我花了一点时间才意识到, 我刚刚证实了他之前说过的观点。 巴塔的经历无独有偶。 我的同事尤利亚, 达顿来自俄罗斯, 他说他来到美国一年, 他的脸就疼了一年, 因为以前他从来没有微笑过这么多次。 我的邻居保罗, 哈里斯是一位情绪移植专家, 来自英国, 他观察到一遇到科学难题, 美国学术界就会极其兴奋, 一种高度唤醒的愉悦情感, 但绝不仅仅是好奇, 困惑或者糊涂, 而他更熟悉那些低唤醒和相对中立的体验。 总之, 美国人更偏爱高度唤醒的愉悦状态。 美国人经常微笑, 经常互相表扬, 称赞和鼓励。 不管获得任何成绩, 甚至是一个参与奖, 美国人也会给予奖励。 似乎每隔一周电视上就会有一场颁奖礼。 在过去的十年间, 我已经数不清美国市面上出版了多少本关于快乐主题的书籍。 美国的文化是积极向上的, 美国人热衷于寻找快乐, 乐于肯定自己。 巴塔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 他的情绪就变得与美国文化越来越协调。 他愉悦的情绪概念增多了, 变得更加多样化了。 他的情绪变得更加细腻, 体验到了与满意和满足截然不同的美国式的快乐。 他的大脑自主形成了符合美国规则和习俗的新概念。 这个过程叫做情绪文化适应。 从一个陌生的文化中习的新概念, 然后转换成新预测。 通过这些预测, 你就可以在新环境中体验和感知情绪了。 实际上, 发现情绪文化适应的科学家就是巴塔。 巴塔发现, 人们的情绪概念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而且情绪还会发生转变。 例如, 在比利时, 当一个同事阻碍你完成任务时, 你会很愤怒, 在土耳其人们还会感受到像美国人体验到的那样, 愧疚、 羞愧以及尊重。 但是当土耳其人移民到比利时, 待的时间越长, 他们的情绪体验就会更加比利时化。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沉浸在新文化中的人类大脑可能有点像婴儿的大脑, 是由预测误差而不是预测来驱动的。 在陌生文化中, 由于缺少情绪概念, 移民者的大脑就会吸收感觉输入, 构建新概念。 新的情绪模式不会取代已有的模式, 但他们可能会互相干预, 就像我的希腊研究助理亚历山德拉一样, 我们在第五章提到过他。 如果你不知道当地的概念, 你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预测。 你必须通过概念组合表达感受, 这需要你付出很多努力, 但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意思。 或者, 你会经常被预测误差困扰, 因此文化适应过程会消耗你的身体预算。 实际上, 研究显示, 情绪文化适应差的人容易患身体疾病。 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了情绪分类。 在本书中, 我努力带你从全新的角度思考情绪。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 关于情绪, 你已经掌握了一系列概念, 情绪是什么, 情绪来自哪里, 情绪意味着什么。 也许, 在读这本书之前, 你对情绪的了解还只有传统情绪观提倡的情绪反应, 面部表情和大脑中的情绪回路。 如果这样的话, 我会慢慢用一些全新的概念取代它们, 如内感受预测身体预算社会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正努力让你接受一种新文化, 即构建情绪理论。 一个新的文化, 规范看起来可能很奇怪, 甚至是错误的, 只有你身处其中一段时间后, 才能明白那些规范, 我希望你已经做到了, 或者将要做到。 最后, 如果我和其他拥有同样想法的科学家, 能够成功地用新概念取代旧概念, 没错, 那就是科学革命。 情绪建构论解释了在你的面部, 身体或者大脑中没有一致的生物性指纹的情况下, 你是如何体会和感知情绪的。 你的大脑不断地对身体内部和外界收到的感觉输入进行预测和模拟, 理解感觉输入的含义, 弄清楚如何处理它们。 这些预测通过你的皮质唇, 从你内感受网络的身体, 预算回路向你的初级内感受皮质传递信息, 创建分布全脑的模拟, 每个模拟都是一个情绪概念的实力。 最接近真实情景的模拟, 都是一个情绪概念的实力。 最接近真实情景的模拟会脱颖而出, 在众多模拟中获胜, 成为你的体验。 如果它是一个情绪概念的实力, 那么你体验到的就是情绪。 这整个过程的发生需要控制网络的协助。 该过程有助于调节你的身体预算, 让你保持活力和健康。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影响周围人的身体预算, 帮助你生存下来, 将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这就是大脑和身体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 这同时也是情绪变成现实的过程。 没错, 事实就是如此。 虽然一些细节内容仍然只是合理的猜测, 例如概念集联的确切机制。 可以自信地说, 当我们思考情绪是如何练成的这一问题时, 情绪建构论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情绪建构论解释了传统情绪观的所有现象和不合理的地方, 后者如在情绪体验、 情绪概念以及情绪出现食人的身体变化中存在的巨大差异。 该理论采用单一结构理解物理现实和社会现实, 消除了先天后天, 如什么是先天固有的, 什么是后天习得的, 的无用辩论, 让我们更接近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科学桥梁。 这座桥梁和所有桥梁一样, 会带领我们去往一个新天地, 正如你将在下一章看到的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现代故事。 第八章, 所有情绪的本质是什么? 情绪建构论不仅是对情绪如何练成的这一问题的现代诠释, 同时也代表了一种关于人性的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种观点和神经系统科学的最新研究一致。 了解情绪建构论相比于传统情绪观, 你可以更好地掌控你的情绪和行为, 同时它也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你不是被动反应的动物, 被动地对世间万物做出反应。 在谈到你的体验和感知时, 你所拥有的控制力远超你的想象。 你会先预测, 构建, 然后采取行动。 你是你自己体验的建筑师。 关于人性另一个引人注意的观点, 源于传统情绪观。 这个观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 现在依然存在于法律、 医学以及社会的其他关键因素中。 实际上, 自从有记录以来, 这两种观点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在以前的战斗中, 人性的古典观一直在各种解释中独占凹头, 稍后我们会看到。 但是现在, 因为我们的思维和大脑正处于变革中, 现代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 让我们能够解决这种冲突, 并提出非常明确的证据。 而这恰恰是传统情绪观所缺失的。 在本章, 我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释人性, 即情绪建构论, 并把这一观点和传统情绪观支持的观点进行比较。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相反证据, 但传统情绪观在科学和文化领域一直大行其道, 在本章中, 我也会为你揭露造成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外部世界和我们的身体是分离的。 事情发生在外部世界, 你在大脑的内力对该事做出反应。 但是根据情绪建构论, 大脑和世界之间的分界线是可以渗透的, 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你的大脑的核心系统以多种不同方式组合, 构建你的感知、 记忆、 想法、 感情以及其他心理状态。 你已经有过这样的体验。 在第二章, 通过一堆黑色斑点, 你看见了蜜蜂, 当你能够看到物理上根本不存在的形状时, 就表明你的大脑通过模拟为你塑造了世界。 你的大脑发出大量的预测, 模拟它们的结果, 好像它们就在眼前一样, 然后根据实际感觉输入, 对那些预测进行核查和修正。 同时, 你的内感受预测产生你的情感, 影响你做出的每一个行动, 确定那一刻你关心的是世界的哪些部分, 你的情感空间。 没有内感受, 你将不会注意或者关心你周围的物理环境或者其他任何事情, 你也就无法继续生存。 通过内感受, 你的大脑为你构建了生存环境。 在你的大脑为你塑造世界的同时, 外部世界也在连接你的大脑。 在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沐浴在大量感觉输入中, 外部世界播种了你最初的概念, 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把它自己和你周围物理世界的现实绑在了一起。 这就是婴儿大脑能够逐渐认出人脸的原因。 随着你的大脑的发展, 你开始学习词汇, 你的大脑把它自己和社交世界连接起来, 你开始构建纯心理概念, 如保护你免受蚊虫叮咬的东西和悲伤。 这些基于你的文化产生的概念似乎就存在于外部世界中, 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你的概念系统构建出来的。 这样看来, 文化不是围绕在你周围薄如青纱, 毫无定型的争气, 文化帮助你连接你的大脑, 你的某些行为方式连接了下一代人的大脑。 例如, 如果一种文化暗示出某种肤色的人不重要, 那么这个社会现实就会对该文化群体产生物理影响, 他们的工资更低, 孩子的营养和住房条件更差。 这些事实会让他们的孩子的大脑结构变得更糟, 学习更困难, 这些孩子将来拿低工资的可能性就更大。 你的构建不是任意的, 你的大脑以它创建的思维必须和一些重要社会现实保持联系, 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你的身体健康, 充满活力。 构建不会让一个结实的墙体变得不结实, 除非你拥有变异的超能力, 但是你可以重绘国家版图, 重新定义婚姻, 去确定谁值得, 谁不值得。 你的基因让你拥有了大脑, 大脑把它自己和它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连接到一起, 你所处文化中的其他人和你一起构建了生活环境。 创造思维只有一个大脑是不够的。 情绪建构论也对理解个人责任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如果你对你的老板很生气, 你会表现得很冲动, 猛砸他的办公桌, 大骂他是一个傻瓜。 传统情绪观可能会把这归咎于假想的愤怒回路, 部分免除你的责任。 而构建理论会认为, 责任的概念超越了伤害发生的那一刻, 你的大脑具有预测功能, 它不是被动反应的。 大脑核心系统时刻不停地猜测 下一刻发生的事情, 以期让你生存下去。 因此, 在那一刻之前你的经历作为概念, 导致了你的行为和引发了那些行为的预测。 你砸桌子是因为你的大脑 预测了一个愤怒实力, 来源恰恰是愤怒概念和你过去的体验, 不管是你的直接经验, 还是你从电影或者书中得来的间接经验, 包括在相似情境中砸桌子的行为。 你也许还记得, 你的控制网络在不停地形成预测和预测误差, 帮助你在多个行动中进行选择。 控制网络只能处理你已有的概念。 因此, 责任的问题就变成了, 你该为你的概念负责吗? 当然, 不是所有的。 当你还是个婴儿时, 你不能选择他人输入你大脑的概念。 但是,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对让自己习得哪些概念拥有绝对的选择权, 因此, 你习得的内容创造了概念, 最终导致了你的行为, 不管这些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因此, 责任意味着在改变概念时慎重做出选择。 如果你在一个充满愤怒或憎恨的社会中长大, 你就不因为拥有这样的概念而背负责任。 但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教育, 不断学习。 当然,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值得去做。 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主张的另一个基础, 即你是你自己体验的建筑师。 实际上, 甚至你体验的所谓情绪反应超出了控制时, 你也需要对你的行为负一部分责任。 通过预测学习概念, 调转方向, 远离有害行为, 这是你的责任。 你也要为他人的行为, 承担一定责任, 因为你的行为塑造了他人的概念和行为, 创造了开启和关闭基因的环境, 连接到他们的大脑, 包括下一代人的大脑。 社会现实表明, 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他人的行为负一定责任, 不是因为社会兴亡匹肤有责, 而是人类大脑真实的连接方式决定了这一切。 当我还是一名心理治疗师时, 我服务的对象是一些大学生年级的女性, 她们中的很多人在小时候遭受过家庭暴力。 我让她们明白, 她们一直在遭受二次伤害, 第一次是在遭受暴力时, 另一次是她们一直遭受着情绪折磨, 但其实她们完全可以自己解决掉。 因为心理创伤, 她们的大脑不停地塑造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 即使在她们逃离, 过上更好的生活后也是如此。 那不是她们的错误, 而是她们的大脑被连接到另一个有害的特定环境。 但是她们中的每个人又是唯一可以转变自己的概念系统, 让事情好转的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责任。 有时, 责任意味着你是唯一一个能改变事情的人。 现在, 我们来探讨一下人类起源的问题。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 我们就是漫长进化旅程的最终目标。 情绪建构论持有的观点更加全面公正。 自然选择并没有认定, 我们就是最终目标。 我们只是另一种具有特殊适应性的物种, 这种适应性帮助我们把基因传给了下一代。 其他动物进化出很多我们没有的能力, 例如远距离跳跃和爬墙。 我们没有那样的能力, 因此我们对蜘蛛侠那样的超级英雄很着迷。 显然, 人类独具天赋, 可以建造火箭, 探索其他星球, 我们通过思考, 可以制定和实施法律, 规定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 大脑中的某个东西赋予了我们独有的能力, 但是那某个东西不必是单独的, 专门用于火箭和执行法律的大脑回路, 或者, 还包括情绪遗传自我们的非人类祖先。 你最显著的适应能力之一, 是你不需要所有基因物质也能建立大脑连结。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 那是非常昂贵的。 相反, 在和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 通过文化, 你的基因让你的大脑得以发育。 正如一个人的大脑利用冗余信息进行压缩, 寻找相似性和差异性一样, 许多人的大脑会利用彼此大脑的冗余信息, 我们生活在相同的文化中, 习得了相同的概念, 建立大脑间的连结。 实际上, 进化通过文化提高了大脑的效率, 我们通过与后代之间建立大脑连结, 进而传播文化。 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 人类大脑都是为了实现变异和减并的功能组织。 在大脑的交互网络中, 神经元集群有一部分是独立的, 有效共享了大量信息。 因为这种排列方式, 神经元集群在几毫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形成和分解过程, 因此单个神经元组在不同的情境中参与不同的构建, 从而塑造出一个多变的, 只能预测部分内容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动态的环境中, 神经指纹毫无欺身之地。 我们生活在世界各地, 地理和社会环境均不相同, 人类只拥有一套精神遗传模块, 效率肯定十分低下。 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创造了各种人类思想, 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 我们不需要一个通用的大脑, 创造一个通用的思想, 才能证明我们同属于一个物种。 总之, 作为人类, 你是谁? 情绪建构论从生物学、 心理学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同时也考虑到进化和文化因素。 你生来就具有某些大脑连接, 它们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 但是环境能够影响某些基因的开关, 允许你的大脑把自己和你的体验连接起来。 你的大脑由你所处的世界的现实所塑造, 包括人们达成协议, 形成的社会世界。 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 你的大脑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合作。 通过构建, 你通过自己的需要、 目的和以前的体验, 正如你从一堆黑色斑点中看到密封图像一样, 感知世界, 这种方法既不客观, 也不一定准确。 你不是进化的顶峰, 你只是一种非常有趣, 具有某些独特能力的动物种类。 情绪建构论对人性的看法, 完全不同于传统情绪观。 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主导思想, 传统情绪观已存在了几千年, 涵盖了我们进化起源, 个人责任, 以及我们和外界的关系。 要想充分了解这种传统观点, 对人性的看法, 找出它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 就要像很多科学研究所做的那样, 我们从查尔斯, 达尔文开始会更便利一些。 1872年, 达尔文出版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 在书中, 他认为情绪是早期的动物祖先遗传给我们的, 历经千年, 从未改变。 因此, 按照达尔文的说法, 现代人的情绪是由我们神经系统中的遗传神经导致的, 每个情绪都有一个具体的, 一致的指纹。 达尔文借用为一个哲学术语, 指出每个情绪都有一个本质。 如果悲伤时, 人们撇嘴, 心跳缓慢, 那么撇嘴, 心跳缓慢就是一个指纹, 这可能也就是悲伤的本质。 或者, 本质有可能是导致悲伤所有实力构成悲伤的根本原因, 比如一组神经元。 我将用本质这个词指代这两种可能性, 相信本质就是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预想了某些分类, 悲伤和恐惧, 猫和狗, 非洲和欧美。 男人和女人, 善和恶美类都有一个本质或者本性。 在每一类中, 类别成员共享一个潜在深层属性, 一个本质。 虽然成员外在形式可能不同, 但这个属性让成员具有了相似性。 狗有很多种类, 它们的大小, 形状, 颜色, 步态, 习性等也不相同, 但是这些不同点只是表面现象, 与所有狗共享的某种本质无关, 狗永远不会是猫。 同样, 各种传统情绪观都认为, 情绪如悲伤和恐惧具有不同的本质。 神经系统科学家贾克·潘克瑟普认为, 每种情绪本质都在大脑皮质下有一个回路。 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 平克指出, 情绪就像心理器官, 类似于具有特定功能的身体器官, 情绪的本质是一组基因。 进化心理学家利达·科斯米德斯和心理学家保罗, 艾克曼认为每种情绪都有一个天生的不可见的本质, 他们把这个本质看作一个程序。 艾克曼提出了基本情绪理论, 根据该理论, 快乐、 悲伤、 恐惧、 惊讶、 愤怒, 厌恶这六种基本情绪的本质是由外界事物自动出发的。 还有一种传统情绪观叫做情绪平定理论, 即在你和世界之间增加一个平定过程。 该理论认为, 你的大脑首先会对情形进行判断、 平定, 然后决定是否激活情绪。 传统情绪观的所有理论都认为每个情绪类别都具有独特指纹, 它们只是就情绪本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本质主义是传统情绪观长久存在, 难以驳斥的主要原因。 本质主义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感官, 从本质上表明了客观界线。 这种观点认为, 高兴和悲伤看起来就不同, 感觉也不同, 因此, 它们必然在大脑中有不同的本质。 人们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在提炼本质, 在自然界中划分界线不是用手来完成的, 人们根本看不到。 达尔文相信情绪本质的存在, 正如他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所写的, 这使得现代传统情绪观的地位更加凸显。 正是这种看法, 让达尔文在不经意间看起来像一个伪君子。 对历史最伟大的科学家提出质疑批评, 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更不用说提出与之观点相悖的看法了。 但我还是要试试。 《物种起源》是达尔文最重要的著作, 该书引发了一场范式转变, 把生物学变成了现代科学。 进化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对达尔文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他指出, 达尔文把生物学从本质主义的麻痹控制中解放出来。 令人费解的是, 《物种起源》出版13年后, 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论述情绪时, 他的看法却发生了彻底转变, 全书到处都是支持本质论的观点。 他这样做无疑抛弃了他伟大的创新, 重新回到了本质主义的麻痹控制中, 至少再和情绪相关的观点方面是这样。 19世纪, 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在他的理论流行起来之前, 本质论统治了整个动物王国。 本质论认为, 每个物种都有一个由上帝创造的理想模式, 每个理想模式都有自己的典型属性, 本质可以把自己和其他物种, 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本质区分开来。 偏离理想模式被认为是误差或者非主要特性, 可以把这个看成生物学上的赛狗会。 赛狗会通常是在众多参赛的狗中选出一条最好的狗。 这条狗不需要和其他狗直接比赛竞争, 而是由裁判把参赛的狗和一条假象的理想狗进行比较, 看看谁最接近理想狗。 例如在评估金毛猎犬时, 裁判们会把每一条参赛的金毛和金毛的理想形象进行比较。 这条狗身高够吗? 四肢是否对称? 口吻部分是否挺直, 与头骨协调吗? 皮毛是否为浓密, 有光泽的金色? 任何和理想狗的不同都被认为是误差, 误差最小的狗将获胜。 同样, 19世纪早期, 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把整个生物界看作一场赛狗会。 如果你看到一只金毛犬, 发现它的胯部比普通的大, 那么和理想型的金毛犬相比, 它的跨步就被认为太长了, 它出现了误差。 后来, 达尔文出现了。 他认为一个物种内出现的变异, 如步伐跨度, 并不是误差。 相反, 变异是可以预见的, 与物种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任何种群的金毛犬都有各种各样的不长, 其中一些更善于奔跑, 攀爬或者打猎。 不长最适合生存环境的个体才能活得更长, 繁衍更多的后代。 这就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阐述的进化观点, 极著名的自然选择理论, 有时也被称为适者生存。 在达尔文看来, 每个物种都是一个概念类别, 一群独一无二的个体, 它们彼此不同, 没有本质核心一说。 理想型的狗根本不存在, 它只是无数狗的一个统计总结。 没有哪个特点是必须的, 充分的, 甚至是这个群体中每个个体的典型特征。 这种观点就是群体思维, 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 群体思维的基础是变异, 而本质论的基础是同一性。 这两种想法从根本上就是不相容的。 《物种起源》是一本彻底反本质论的著作。 因此, 着实令人困惑的是, 在谈到情绪时, 达尔文竟然写了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这样一本书阐述了 与他自己伟大成就完全相反的观点。 同样令人困惑也很讽刺的是, 传统情绪观正是基于达尔文的本质论 在生物学上立于不败之地的。 传统情绪观明确地给自己贴上了 进化的标签, 假设情绪和情绪表达 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但是在论述情绪时, 达尔文已经完全背弃了自然选择规律。 任何试图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粉是 本质论的观点, 都是彻底误解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 本质论的强大力量 促使达尔文对情绪提出了一些极其荒谬的看法。 甚至是昆虫, 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写道, 当它们摩擦身体部位发出声音时, 也能表达恼怒、恐惧、嫉妒和爱。 下次当你在厨房里抓苍蝇时想想这个场景, 达尔文同时也指出 情绪失衡可能会让人暴躁。 本质论不仅强大, 而且十分有感染力。 在达尔文去世后, 他对情绪不变本质的复杂观念流传开来, 歪曲了很多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学说。 在这个过程中, 传统情绪观得到了迅猛发展。 受其影响最深就是威廉·詹姆斯。 詹姆斯被称为美国心理学之父。 詹姆斯也许不像达尔文那样家喻户晓, 但他确实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 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学原理》长达1200页, 涵盖了很多西方重要的著名心理学思想,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为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心理科学学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项最高科学家荣誉奖, 即威廉·詹姆斯奖, 哈佛大学一所建筑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即威廉·詹姆斯教学楼。 在詹姆斯的言论中, 被广泛引用的一句是, 每一类情绪、高兴、恐惧等在身体里都有一个独特的指纹。 这种本质论观点是传统情绪观的决定性因素, 在詹姆斯的影响下, 一代又一代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存在于心跳、 呼吸、血压和其他人神体系像中的那些指纹, 并出版了很多关于情绪的畅销书。 但对詹姆斯的观点人们其实有一个误解, 他从来没有提到过指纹。 人们一直普遍认为这是他的观点, 完全是因为一百年来本质论对他的想法的曲解。 詹姆斯实际上是这样写的, 每一个情绪实力, 而不是每一个情绪类别, 都源于一种独一无二的身体状态。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这意味着你在恐惧时可能会浑身发抖, 跳起来, 将主一动不动, 尖叫, 大口喘气, 躲起来, 攻击, 甚至面对恐惧大笑也有可能。 每次恐惧出现时, 都伴随着一系列不同的身体内部变化和感觉。 传统情绪观对詹姆斯的意思, 进行了180度的彻底翻转, 完全误解了他的话, 就好像詹姆斯断言了情绪本质的存在。 讽刺的是, 他完全反对这种观点。 詹姆斯指出, 害怕被大雨淋湿河对熊的恐惧, 这两种恐惧是不同的。 对詹姆斯的这种广泛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 我发现, 是詹姆斯同时代的一个人拨下了这颗迷惑人的种子, 这个人就是哲学家约翰·杜威。 他把大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提到的 本质论和詹姆斯反本质论观点, 虽然两种观点根本不相容, 融合在一起, 进而创造了自己的情绪理论。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理论上的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他为每一个情绪类别安排了一个本质, 扭曲了詹姆斯的想法。 最后, 杜威把自己创造的混合理论冠上了詹姆斯的名字, 即詹姆斯·朗格情绪说。 如今, 人们已经忘记了制造困惑的杜威, 无数人都认定了这个学说是詹姆斯的。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玛西奥, 他在自己的著作、 迪卡尔的错误和其他许多介绍情绪的书中都是这样认为的。 安东尼奥指出, 情绪具有独一无二的生理指纹, 他把这个指纹称作身体标记, 它们是大脑做出正确决定的信息源泉。 这些标记就像智慧碎片。 安东尼奥还说, 当身体标记转换成有意识的情感时, 情绪体验便发生了。 安东尼奥的假设实际上源于杜威的学说, 根本不是詹姆斯对情绪的真实看法。 杜威根据达尔文的本质论曲解了詹姆斯的观点, 这是现代心理学最重大的错误之一。 达尔文的名号成为本质论具有科学性的强有力之称, 这不仅仅是一种讽刺, 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因为达尔文在生物学取得的最大成就, 恰恰是他击败了本质论。 那么, 为什么本质论力量会如此强大, 以致可以曲解伟大科学家的言论, 误导科学研究的进程? 最简单的理由是本质论符合我们的直觉。 我们的情绪体验感觉是一种自动反应, 因此我们很容易相信情绪源于大脑中古老的特定部分。 从眨眼、皱眉或者其他的肌肉抽搐中, 你可以看到情绪, 在说话声音的高低以及语调中, 你可以听出情绪, 不需要任何努力或者眉间。 因此, 我们也很容易相信我们天生就可以识别情绪表情, 情绪已经植入我们的体内, 只需按照他们采取行动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结论十分可疑。 在世界上, 有数百万的人可以一下子认出木偶青蛙科密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大脑天生就存在对木偶的认知。 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 但本质论却用一个简单的, 单一的解释来反映常识。 本质论同时也很难驳斥, 因为本质是一个无法观察到的属性, 所以即使你根本没有发现本质, 你也可以自由地相信它的存在。 对于实验为什么没有发现本质的存在, 理由很容易找到, 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还是未知的, 或者本质存在于复杂的生物体内, 我们无法深入研究, 或者我们现有的工具还没有办法发现本质, 但总有一天我们可以做到。 这些想法充满了希望, 而且是真诚地在逻辑上毫无问题。 本质论抵制各种反正, 本质论也改变了科学的实践方式。 如果科学家相信有大量本质等待被发现, 那么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探寻这些本质, 这是一个潜在的永无止境的探寻过程。 本质似乎也是我们心理构成的固有部分。 人类通过创建纯粹的心理相似性进行分类, 正如你在第五章了解到的, 我们用词汇给那些分类命名。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词语, 如宠物或者悲伤可以应用到大量不同的实例中的原因。 词汇是一个十分不可思议的发明, 但它们同时也是人脑的一个服事得事的交易。 一方面, 像悲伤这样的词语在运用到各种不同的感知中时, 会促使你寻找或者发明一些潜在的同一性超越它们的显著差异。 也就是说, 悲伤这个词语引导你创建一个情绪概念, 这是好事。 但是, 词汇也会成为你坚信同一性的理由, 某个深层次不易察觉的, 甚至是不可知的品质, 对它们的同一负责赋予它们真实的身份。 也就是说, 词汇促使你相信本质的存在, 这个过程就是本质论的心理起源。 威廉, 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做了一个类似的观察, 他写道, 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创造一个词语, 都是为了表明某一组现象, 我们往往会假设一个现象背后存在一个真实本质, 这个词语就是它的名字。 词汇有助于我们了解概念, 同时也是词汇把我们拉入陷阱, 让我们相信词汇分类从本质上反映了明确的界限。 对儿童的研究表明了人类大脑 是如何形成了对本质的信念。 一位科学家给孩子一个红色圆筒, 并给圆筒起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 即Bricket, 并表明这个圆筒有一个特殊功能, 可以照亮一台机器。 随后, 又给了这个孩子两个物体, 一个蓝色的方块, 科学家也称它为Bricket, 还有一个红色圆柱, 但不叫Bricket了。 这个孩子会觉得只有蓝色的方块可以照亮机器, 尽管它的形状和最初那个红色圆柱, 相同不一样。 根据孩子的推断, 每一个Bricket都包含着一种看不见的因果粒, 可以照亮机器。 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归纳法,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有助于大脑忽视不同, 扩展概念。 但是, 归纳法也支持本质论。 作为一个孩子, 当你看到一个孩子摔倒在地, 冲着掉落的玩具大哭时, 这时, 如果有人告诉你, 那个孩子现在很伤心, 你的大脑就会推断出, 那个孩子的大脑中有一个看不见的因果粒导致了他的伤心, 摔倒和大哭。 当你看到有孩子皱眉, 耍脾气, 咬牙切齿, 或者进行其他行为时, 看到这些实力, 你就会更加相信本质的存在, 因为成年人告诉你, 这些都是悲伤。 情绪词汇让我们坚信, 我们创造的等价物, 在世界上是客观存在的, 正等着我们去发现, 这是一个谎言, 但词汇加强了这个谎言的可信度。 本质论也可能是你的大脑连结的自然结果。 形成概念和利用概念进行预测的大脑, 回路相同, 这让本质提炼变得容易起来。 正如你在第六章了解的, 你的大脑皮质通过分离相似性和差异性息的概念。 大脑皮质通过视觉、 听觉、 内感受和其他感官区域整合信息, 然后对信息进行有效压缩总结。 每一个总结都像是你的大脑发明的小型虚构本质, 表明过去的一堆实力具有相似性。 因此, 本质论符合我们的直觉, 逻辑上难以驳斥, 是你的心理和神经的组成部分, 是一场能够自我存续的科学灾难。 本质论构成了传统情绪观, 最基本的观点的基础情绪具有通用指纹。 这也就难怪传统情绪观能够经久不衰它的动力, 源于一种几乎无法战胜的信念。 当你通过本质论理解情绪理论时, 你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你如何以及怎样拥有情感的学说, 你获得的是一个关于生而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的 有趣解释, 即人性古典观。 古典理论开始与你的进化起源。 据说你在度中处于核心位置, 据说你从非人类祖先那里遗传到各种精神本质, 包括甚至于你皮质下部的情绪本质。 用达尔文的话来说, 就是人类, 具有高尚素质的人类, 具有神一样智慧的人类, 具有一切崇高的本领, 但在身体里依然存在着低级起源带来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尽管如此, 古典理论认为人是特殊的, 因为你的兽性本质是由理性思维包裹的。 据说, 人类独有的理性思维本质让你可以通过理性方法调节情绪, 你站在了动物王国的最高层。 人性古典观也提到了个人责任。 根据这种观点, 你的行为是由你无法控制的内部力量决定的, 你遭受来自世界的打击, 在回应时, 情绪冲动, 就像一座爆发的火山或者一个沸腾的锅。 根据这个观点, 有时你的情绪本质和认知, 本质会争夺对你行为的控制权, 有时这两种本质会合作, 让你看起来很明智。 不管如何, 如果你受到强烈情绪的摆布和控制, 这种观点就会认为, 你可以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太多的责任。 这种假设如今已成为西方法律体系的基础, 所谓的激情犯罪会得到特殊对待。 另外, 如果你完全没有情绪, 那么你可能更容易犯下惨无人道的暴行。 一些人认为, 连环杀手没有懊悔情绪, 和一个会对自己行为深感愧疚的杀人犯相比, 前者没有人性。 如果事实就是如此, 那么道德就会源于你感受情绪的能力。 传统情绪观在你和外界之间划定了严格的界限。 当你环顾四周, 你会看到树、 岩石、 房子、 蛇和其他人。 这些事物存在于你的身体之外。 根据这种观点, 不管你是否在现场, 倒下的大树都会发出巨像。 另一方面, 据说你的情绪、 思想和感知存在于你的身体之内, 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本质。 因此, 言外之意就是, 你的情绪完全存在于你的体内, 世界完全在你的身体之外。 从某种意义上讲, 传统情绪观摆脱了宗教对人性的解释, 开始从进化的角度解释人性。 你不再是一个不灭的灵魂, 而是一组独特的高度分化的内在力量。 你来到预先形成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 而是由你的基因形成的。 你精确地感知世界, 不是因为上帝以这种方式设计了你, 而是因为你的基因能否延续到下一代取决于它。 你的思维就是一个战场, 不是善与恶, 正义与邪恶的战场, 而是理性和情绪, 皮质和皮质下部, 内力和外力, 你大脑中的思想和你身体里的情绪交锋的战场。 你和你包裹在理性皮质之下的动物大脑和自然界其他的动物完全不同, 并不是因为你有灵魂, 而是因为你站在了净化的顶端, 拥有了洞察力和理性。 达尔文把这种本质主义人性观进行了具体化。 在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中, 它打败了本质主义, 但谈到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时, 本质主义战胜了它。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涉及了人性古典观的三个部分, 动物和人类有着共同的情绪本质, 面部和身体的情绪表达, 不受我们的控制, 情绪是由外部世界激活的。 但在随后的几年里, 达尔文自己的本质论回过头来, 反咬了它一口。 当后来, 继承达尔文这一观点的学者们采拿它的观点, 塑造传统情绪观时, 非常讽刺的是, 为了让达尔文的言辞更符合本质主义, 它们曲解或者扭曲了它的话。 实际上, 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 达尔文列举了人类的通用面部表情, 这些表情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那里进化而来的。 人类的一些表情, 如极度恐慌时的毛发树立, 或者暴怒时的呲牙咧嘴可能很难理解, 让人不得不相信人类曾经像动物一样生存在低级的环境中。 在某些明显不同, 但属于同一系的物种中, 如果我们相信它们源于同一个祖先, 那么某些表达的一致性, 如人类和各种猴子在大笑时相同的面部肌肉运动, 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 乍看起来, 你可能会认为达尔文说的面部表情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进化产物, 实际上, 这是传统观建立的基础。 但是实际上, 达尔文的观点完全与之相反。 达尔文指出, 微笑、 皱眉、 睁大眼睛以及其他一些面部表情, 都是无用的退化的运动式进化的产物, 但不再具有功能性作用, 就像人类的尾椎骨和蓝尾, 以及鸵鸟的翅膀一样。 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 达尔文多次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 在达尔文对进化论展开的广泛讨论中, 情绪表达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 达尔文指出, 如果这些人类与其他动物共享的情绪表达对人类无用, 那它们存在一定是因为它们对我们共同的远古祖先来说是有用的。 退化的表情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曾是动物, 同时也证明了它早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到的自然选择观点, 随后它在1871年出版了, 人类的由来极性别选择致力于研究人类的进化。 情绪表达进化为一种生存功能, 如果这并不是达尔文的观点,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学家坚信这是他说的? 20世纪初, 美国心理学家弗劳德·奥尔波特写了很多关于达尔文观点的文章, 我在他的手稿中找到了答案。 在1924年, 奥尔波特对达尔文的观点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推理, 极大的改变了达尔文的原意。 奥尔波特写道, 新生儿的情绪表达一开始是退化的, 但很快开始发挥作用, 它既不是祖先一样具有生物意义的有用反应, 也不是后代人身上退化的器官。 我们认为两种同时存在, 前者是后者发展的基础。 奥尔波特的修改, 尽管不准确, 但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因为该观点支持人性古典观。 他的观点很快就被一些志同道合的科学家接受了, 现在他们就可以宣称自己是无懈可击的达尔文继承者了。 实际上, 他们只是剽窃了达尔文思想的弗劳德·奥尔波特的继承者。 正如你所看到的, 达尔文的名字有时就像一件魔法外衣能够驱赶科学批评的恶灵。 正因为如此, 弗劳德·奥尔波特和约翰·杜威篡改了威廉·詹姆斯和达尔文的观点, 形成了与他们完全相反的观点, 加固了传统情绪观。 这件魔法外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因为如果你不同意达尔文的这个观点, 你就是在否定进化论。 嘿,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神创论者。 达尔文这件魔法外衣也帮助他们鼓吹一种错误想法, 即大脑进化成为一些具有独特专门功能的区域。 这是传统情绪观的主要信念, 致使很多科学家走上了在人脑中寻找情绪区域的道路, 其实这是在做无用功。 19世纪中期, 沉迷于达尔文观点的医生保罗·布洛卡铺设了这条道路。 他宣称他已经在大脑中发现了人类与演点。 通过观察, 他发现大脑左额叶的一个受损区域的病人无法流利地说话, 这种情况叫做失语症或者表达性失语。 当一个患有布洛卡失语症的人想要说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时, 其词语表达是混乱的, 如星期四, 呃,呃,呃,不,呃, 星期五, 巴巴拉, 妻子, 河, 哦, 汽车, 开, Pernpack, 原文如此, 你知道, 休息河, 电视。 布洛卡推断说, 他已经在大脑中找到了语言的本质, 这与古典观科学家把杏人合并变看成恐惧回路狠像。 从那时开始, 大脑的这个区域就被命名为布洛卡区。 问题是, 布洛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 反而是其他科学家有一大堆证据可以证明他是错的。 例如, 他们指出其他患有失语症的病人的布洛卡区是健康的。 但布洛卡的观点依然得到广泛认可, 因为他的观点披上了达尔文本质主义的魔法外衣。 多亏了布洛卡, 现在科学家们才能从净化的角度研究语言, 语言区位于理性的大脑皮质, 有力地驳斥了语言, 是上帝赐语的观点。 如今, 心理学和神经学教科书依然把布洛卡区作为大脑局部功能最清晰的典型例子, 即使现在神经科学已经表明这个区域并不是一个语言区, 也不足以生成语言。 布洛卡区实际上并未确定大脑区域的心理功能。 尽管如此, 历史依然被布洛卡改写了, 他为本质主义的思想观点提供了强大力量。 布洛卡和他的达尔文魔法外衣还进一步巩固了另一个传统情绪观神化, 即情绪和理性进化为大脑皮质。 正如你在第四章读到过的《三重脑》。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指出, 人类的思维和人类的身体一样是进化塑造的。 布洛卡由此获得灵感。 达尔文写道, 动物和我们人类拥有相同的情绪反应。 他认为, 人类大脑和人类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都反映了我们的卑微的起源。 因此, 布洛卡和其他神经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对类似动物的情绪回路, 兽性之心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 他们坚信人脑中存在着古老原始的区域, 并认为这一区域的大脑回路是由进化的更高级的皮质调节的。 布洛卡坚信兽性之心的存在, 并认为它是一个古老脑叶位于大脑深处。 他把这个脑叶命名为大边缘叶或者边缘叶。 布洛卡并没有标明这处脑叶式情绪区, 实际上, 他认为这里是嗅觉和其他原始的生存回路区, 但是他把边缘组织看成一个单一的统一实体, 为后来情绪本质化奠定了第一步基础。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 经由其他传统情绪观支持者的引导, 布洛卡的边缘叶区演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情绪边缘系统。 这个所谓的系统据说非常古老, 从非人类起源时就几乎没有变化过, 控制着心、肺和其他的身体内部器官。 据称, 边缘系统位于古代、 爬行动物、 主管饥渴等功能的脑干回路, 以及更新的、 人类独有的、 控制人类动物性情绪的心脑皮至上。 这个虚幻的层次结构体现了达尔文人类进化的观点, 首先进化出基本的胜利需求, 然后是狂热的动物激情, 最后进化出我们人类至高无上的理性。 科学家从传统情绪观中获得灵感, 于是宣称在大脑边缘区确定了很多情绪区域, 如性人和, 这些区域据说受皮质和认知控制。 但是, 现代神经科学表明, 所谓的边缘系统是虚构的, 研究大脑进化的专家也不再把它当真, 更不用说把它看成系统了。 因此, 边缘系统不再是大脑中的情绪区, 那么, 大脑中不存在单一的情绪区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此与边缘系统依然有意义, 当涉及大脑解剖时, 但是边缘系统概念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把本质论, 这个达尔文偏爱的意识形态应用到人脑和人体结构的又一个例子罢了。 早在布洛卡提出他的第一个大脑区域之前, 人性古典观和构建理论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存在。 在古希腊, 柏拉图认为人的思维具有三个本质, 理性思维、 激情。 今天我们称其为情感和欲望, 如饥饿和性冲动。 理性思维占主导, 控制激情和欲望, 柏拉图把理性比喻成欲手, 激情和欲望是两匹飞马。 另一位希腊人赫拉克利特认为人类思维在瞬间构建感知, 就像无数的水滴构建一条河那样。 赫拉克利特比柏拉图早了一百年。 在古老的东方哲学中, 传统佛教列举了五十多条不同的精神本质, 即佛教借条, 其中一些和传统情绪观的基本情绪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几百年后, 佛教借条被彻底修正, 变成了以概念为基础的人性建构。 从最初的一些小冲突开始, 古典理论和构建理论的战争从未间断过。 十一世纪的科学家一本二海塞姆为科学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指出, 构建理论认为我们通过判断和推理感知世界。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本质主义者, 他们将大脑中不同的区域和记忆, 想象和智慧的不同本质联系在一起。 十七世纪的哲学家, 如勒内、 迪卡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 坚信情绪有本质, 并对他们进行了编幕分类。 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 如大卫、 修摩和伊曼努尔、 康德则更赞同通过构建理论和感知来解释人类的体验。 十九世纪, 神经解剖学家弗朗兹、 约瑟夫、 加尔创立了卢香学, 意在通过头骨上的隆起探测和判断精神本质, 这可能是和大脑相关的终极本质论。 此后不久, 威廉、詹姆斯和威廉、 冯特开始支持构建理论。 正如詹姆斯所说的, 一门关于思维和大脑的科学, 必须能够证明思维的基本构成与大脑的基本功能相对应。 詹姆斯和达尔文可以说是这场斗争的受害者, 因为他们和情绪有关的看法被篡改了, 他们的成果被布洛卡这样的科学家窃取了, 后者宣称这是一场进化论的胜利, 或者至少是进化本质论的胜利。 柏拉图关于思维的本质说, 今天依然很流行, 只不过是名称发生了改变, 我们已经不再用马来做比喻。 如今, 我们把它们称作感知, 情绪和认知。 弗洛伊德把这称之为本我, 自我, 以及超我。 心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 卡内曼把他们比喻为一号系统和二号系统。 卡内曼非常谨慎地告诉大家这是一个比喻, 但很多人根本不理睬它, 非要把一号系统和二号系统解释成大脑区域, 三重脑理论把它们定义为爬虫类大脑, 边缘系统和新大脑皮质。 最近神经学家乔舒亚·格林对此做了一个非常直观的类比, 把它比作照相机, 认为它既可以采取简单快捷的自动方式, 也可以采用灵活有趣的手动方式。 另外, 如今思维的构建观点越来越丰富。 心理学家兼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埃尔沙赫特提出了记忆构建理论。 现在, 你很容易就能看到感知构建理论, 自我构建理论, 概念发展构建理论, 大脑发展构建理论, 神经构建, 当然, 还有情绪建构论。 如今, 本质理论和构建理论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 因为讽刺对方变得更加容易。 传统情绪观经常指控构建主义认为一切都有相对的, 就好像思维只是一个白板, 生物学可以被忽略。 构建主义抨击传统情绪观忽视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只关注现状。 在这幅漫画中, 传统情绪观强调遗传, 而构建主义强调环境, 结果就成为一场稻草人之间的摔跤比赛。 但现代神经系统科学烧毁了这幅漫画。 我们不是一张白板, 我们的孩子也不是橡皮泥, 可以被随便塑形, 人类的命运也不是由生物学决定的。 当我们观察大脑功能如何运作时, 我们没有看到心理模块。 我们看到了以环境为依据, 核心系统时刻以复杂的方式不断交互运动,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思维。 人类大脑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 因为大脑由经验连接。 我们有一些基因是由环境开启和关闭的, 而另一些基因调节我们对环境的敏感度。 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些观点的人, 但是也许我是第一个指出大脑进化, 大脑发展, 以及随之产生解剖学观点为情绪科学和人性观指明了方向的人。 讽刺的是, 关于人性的这场长达, 千年之久的战争本身早已被本质论所腐蚀, 双方都假设必然存在一个单一的超级力量在塑造大脑, 设计思维。 在传统情绪观中, 这种力量是自然、 神以及进化。 在构建理论中, 这种力量先是环境, 然后是文化。 但不管是生物学还是文化都无法单独起作用。 这一点很多人在我之前就已经看到了, 但一直未引起重视, 现在是时候该慎重对待了。 我们不知道大脑和思维工作的每个细节, 但是我们敢说, 不管是生物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都是错的。 皮肤的边界是人造的, 而且多恐。 就像斯蒂芬、平克写的那样, 现在我们还只是被误导着提出一些问题, 如人类是具有适应性的, 还是被设计好的。 行为具有普遍性还是会随文化而变化。 行动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习得的。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带给我们构建情绪的理论。 既然神经系统科学已经对人性古典观概观定论, 这一次我愿意相信, 我们将抛开本质论, 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开始理解大脑和思维。 这听起来不错, 但历史响起反对的声音。 最后一次, 构建主义占了上风, 本质论输掉了这场战斗, 其支持者全都销声匿迹了。 套用一句, 我最喜欢的科幻电视节目, 太空堡垒卡拉迪加中的一句话, 所有以前发生的事情, 有可能再次发生。 上一次事件的发生, 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已达数十亿美元, 无数人浪费了时间, 精力和真实的生活。 二十世纪初, 很多科学家从达尔文和詹姆斯朗格理论中获得灵感, 一门心思寻找愤怒, 悲伤, 恐惧等情绪本质。 他们的一再失败, 最终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他们说, 如果我们不能测量人脑和身体中的情绪, 我们将只能测量情绪出现前后发生的事情, 引发情绪的事情和由此产生的生理反应。 不要介意头骨中正在发生什么。 他们就此揭开了心理学发展中最生名狼藉的一段时期, 即行为主义时期。 情绪被重新定义为仅仅是为了生存的行为, 战斗、逃跑、密室和交配, 即所谓的SELUS。 对于一个行为主义者来说, 高兴等同于微笑、 悲伤就是痛哭, 恐惧就是浑身僵硬, 一动不动。 就此,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人们的寻找情绪指纹的问题被取消了。 心理学家经常会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语调叙述行为主义的故事, 就像在篝火旁讲鬼故事一样。 行为主义宣称思想、 感情以及其他思维对行为都不重要, 甚至它们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行为主义盛行时期同时也是情绪研究的黑暗期, 这一时期大概持续了70年, 人类情绪研究在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无所获, 最后绝大多数科学家抛弃了行为主义, 因为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维, 在每一个庆幸时刻, 我们都在思考感觉和感知。 这些体验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都可以通过某些科学术语进行解释。 据官方历史记载, 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走出了黑暗, 认知革命重新把人类思维当作科学探究的主题, 把情绪本质比作人脑中的模块或者器官, 并认为大脑像电脑一样工作。 随着这种转变, 各种现代传统情绪观依次显现出来, 其中有两种观点受到了普遍欢迎, 基本情绪理论和古典评估理论并获得正式认可。 这就是历史书中所记载的, 但是历史书是由胜利者编写的。 从达尔文开始, 然后是詹姆斯再到行为主义的黑暗期, 然后迎来救赎, 情绪研究的官方历史就是一个传统情绪观的副产品。 实际上, 在所谓的情绪研究, 黑暗期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本质并不存在。 没错,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反证, 其实早在70年前就已经被发现了, 然后又被忘记了。 于是, 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了寻找不存在的情绪指纹上, 我也是偶然间发现了这一切。 2006年, 清理办公室时, 我凑巧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论文, 当时正是所谓的情绪研究的黑暗期。 这些论文并不支持行为主义, 反而提到了情绪没有生物学上的本质的观点。 在查阅这些文献时, 我找到了100多篇已发表的论文。 这些论文横跨50年历史, 我的大多数的科学界同事从未听说过这些文章, 这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宝库。 虽然文章作者都没有使用构建一词, 但是能看出他们的思想已经出具构建主义倾向。 他们一直做实验试图找到不同情绪的生理指纹, 但失败了, 因此推断传统情绪观是毫无根据的, 并开始对构建主义思想进行推测。 我把这群科学家称为消失的和声, 虽然他们的文章刊登在了知名杂志上, 但自从所谓的黑暗期结束, 这些文章却无人问津, 被人们彻底忽视甚至误解了。 为什么这群科学家在活跃了半个世纪后就销声匿迹了? 据我猜测,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这些科学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情绪替代理论, 无法和长期盛行的传统情绪观对抗。 虽然他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传统情绪观的不合理, 但只有批评是不够的。 正如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对于科学革命结构的解释, 拒绝某一范式的同时不接受另一范式, 其实就是在拒绝科学本身。 因此,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当传统情绪观复兴之际, 对本质主义多达半个世纪的反对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桶。 我们所有人对此了解的越来越少, 而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全都被浪费在寻找虚幻的情绪指纹上。 截至本书发稿时, 微软公司正在分析面部照片试图识别情绪。 苹果公司最近收购了人工智能技术公司Emotent, 这家初创公司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探测面部表情代表的情绪。 很多公司都在编程谷歌眼镜, 从表面上来看, 这款产品可以探测面部表情代表的情绪, 目的是帮助自闭症儿童。 西班牙和墨西哥的政治家都对所谓的神经政治很感兴趣, 目的是借此从选民的面部表情中判断他们的喜好。 一些与情绪相关的最受关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重要的问题依然模糊不清, 这是因为很多研究机构和科学家依然奉行本质主义, 而我们其余的人一直想要弄清楚情绪是如何练成的。 传统情绪观对人性的解释已经深入人心, 要想摒弃传统情绪观很难。 但事实是, 并没有人发现一种可靠的, 可广泛复制的, 客观可衡量的情绪本质。 当大量的反证都无法迫使人们放弃他们的观点时, 他们也就不再遵循任何科学方法, 相反, 他们遵循的是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 传统情绪观已经浪费了数十多, 数以一计的研究经费, 误导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如果七十年前, 当消失的和声的科学家们坚决否定情绪本质时, 人们能够追随证据而不是意识形态, 那么, 今天我们对一些心理疾病的治疗, 以及对孩子的最佳抚养方法的探寻, 谁知道会前进到哪一步呢? 每一次科学之旅都是一个故事。 有时, 这是一个逐渐发现的故事。 从前, 人们什么也不知道,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知道的越来越多。 今天, 我们知道了很多。 有时, 这是一个彻底改变的故事。 过去每个人都相信某个事物是正确的, 但是, 我们错了。 现在, 这个令人着迷的事实, 才是真相。 我们的旅程更像一个故事中的故事。 内部的故事是情绪是如何练成的, 外部的故事是它对人性意味着什么。 两千年来, 尽管我们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反症, 但人们对情绪看法根深蒂固。 你知道, 人类大脑错误地把预测当成了现实。 今天, 强有力的工具提供了大量无法忽视的证据和解释, 但仍有一些人固执己见。 好消息是我们处在思维和大脑研究的黄金时期。 现在, 为了了解情绪和我们自己, 很多科学家的研究以数据为基础, 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 这种全新的以数据为驱动的理解带来很多创新想法, 人们对如何拥有一个充实健康的生活有了全新的概念。 如果你的大脑通过预测和构建工作, 通过体验实现自我连结, 那么,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你改变了现在的体验, 你就能改变明日的自己。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 我们将在情绪能力、健康、法律, 以及我们与其他动物的关系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 第九章, 如何掌控情绪? 每当你吃水蜜桃或者薯片时, 你不仅是在补充能量, 在那一刻, 你还会体验到愉快、 不愉快或者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感受。 洗澡不仅可以让你抵御疾病, 还能让你享受到温暖的水流经你的皮肤带来的舒适感。 你教朋友不是为了获得群体的力量抵抗补食者, 而是希望在自己感到压力时, 能够得到的朋友的慰藉或者分享快乐。 还有, 做爱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些例子表明在你的身心之间有一个特殊的连接。 每当你的身体发出一个动作, 消耗身体预算时, 你的心理同时也会利用概念有所行动。 每一个心理活动都会有一个身体反应。 你能够让这种连结为你所用, 掌控你的情绪, 提高你的适应力, 让你自己成为更好的朋友, 伙伴或者爱人, 甚至改变自己。 改变并不是一见一事。 每一个治疗师都需要经过若干年的训练, 才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经验, 然后掌控它们。 即使如此, 根据情绪建构论和以该理论为基础的全新人性论, 你可以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 在本章中, 我提出的一些建议你可能感觉很熟悉, 比如充足的睡眠, 但是我会提供新的科学依据激励你。 也有些建议你可能从未听到过, 如从外语中学习词汇, 你可能从未把它和情绪健康联系在一起。 并不是每一条建议都适合你, 有一些可能符合你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可能更适合其他人, 但努力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幸福和成功。 学生的情绪词汇越丰富, 越容易取得好成绩。 身体预算平衡的人, 不太可能患重大疾病, 如糖尿病或者心脏病, 而且在他们年老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比别人的头脑更敏捷, 生活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 你可以像换衣服一样, 随意改变你的感受吗? 不见得。 即使是你构建了自己的情绪体验, 在那一刻, 你也会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但是, 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采取行动了, 学着影响你未来的情绪体验, 打造明日的自己。 我说的并不是那种含糊不清的, 虚伪的, 号称可以照亮你宇宙灵魂的方法, 而是一种通过大脑进行预测的真实方法。 到目前为止, 我们了解了内感受、 情感、 身体预算、 预测、 预测无差、 概念和社会现实, 它们对你是谁以及你的生活方式, 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 这就是本书最后几章所要论述的主题。 接下来, 我们将从情绪健康开始, 然后依次介绍身体健康第十章, 法律第十一章, 以及非人类动物第十二章。 在本书随后的内容中, 我们将应用全新的人性观, 尤其是身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可渗透边界观点, 设计一个生活食谱。 在这个食谱中, 主要的食材就是你的身体预算和你掌握的概念。 如果身体预算处于平衡状态, 那么你总体上会感觉很好, 所以,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如果你储备了大量丰富的概念, 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个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工具箱。 经典自著书籍关注你的心理。 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 他们会说, 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只要你付出足够的努力, 你就可以调节你的情绪。 但是这样的书籍并不会过多地考虑你的身体。 如果说, 从第三章到第八章, 我最希望你了解什么内容, 那无疑是希望你知道, 你的身心是紧密相连的。 内感受推动你的行动, 你的文化连接着你的大脑。 实际上, 要想控制你自己的情绪, 你需要做的最根本的一件事就是, 让你的身体预算处于良好的状态。 记住, 为了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预算, 你的内感受网络会日夜不停地劳作, 不停地进行预算, 这个过程就是你情感, 愉悦, 不愉悦, 唤醒和镇静的起源。 如果你想感觉良好, 那么你的大脑就会对你的心跳, 呼吸, 血压, 体温, 身体激素, 新陈代谢等进行预测, 然后调整到满足你身体的实际需要。 如果它们得不到较准, 你的身体预算就会失控, 那么不管你看了哪些自助建议, 它们对你来说都是不同的废话罢了, 你的感觉会很糟糕。 不幸的是, 现代文化的发展正在破坏你的身体预算。 超市里的商品和饭店里的饭菜, 含有大量对身体预算有害的精致糖和有害脂肪。 学习和工作需要你早起晚睡, 在15至64岁的美国人中, 有40%的人经常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很容易导致预算失衡, 抑郁或是其他心理疾病。 广告商善于挑起你的不安全感, 让你感觉如果你不买他们的衣服、 车子, 你的朋友就会对你有不好的评价, 社会排斥会毒害你的身体预算。 社交媒体为社会排斥提供了新机会, 增加了不确定性, 这对你的身体预算危害更大。 朋友和老板希望你的手机时时刻刻处于开机状态, 随传随到, 这就意味着你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而且半夜不睡觉玩手机也扰乱你的睡眠模式。 你的文化对工作、 休息和社交的期待决定了你管理内部预算的难易程度。 社会现实变成了物理现实。 你可能还记得, 你的身体预算是由内感受网中的预测回路调节的。 如果这些预测与你的身体的实际需求长期不同步, 那么要想使它们恢复平衡就很难了。 你的身体预算回路, 作为你的大脑的预警器, 无法立刻对你身体出现的反面证据预测误差, 做出反应。 一旦预算长期出现误差, 你就会经常感到痛苦。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很糟糕时, 很多人会进行自我治疗。 在美国, 百分之三十的药物被用来治疗某种痛苦。 对这些患者来讲, 他们的预测经常偏离他们身体的真实支出, 可能是他们的大脑错误地估计了成本。 因此他们感觉很痛苦, 就会吃药, 也有人会酗酒或者服用某种毒品, 如鸦片质剂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坏消息。 实事求是的讲, 你要怎么做才能够保证你的预算得到及时修正, 保持身体预算平衡呢? 如果下面的话让你听起来像妈妈的唠叨, 我很抱歉, 但要想保证身体预算平衡, 你就要保证饮食健康, 经常锻炼, 有充足的睡眠。 我知道, 这听起来毫无新意, 甚至很老套, 但从生物学上来讲, 这无可取代。 身体预算就像金融预算一样, 当你有了坚实的基础, 就更容易维持良好的状态。 当你还是一个孩子时, 你的预算由照顾你的人管理。 随着你慢慢长大, 维持身体预算平衡转交到你自己手上, 它成为你自己的责任。 今天, 你的朋友和家人可能会对你的预算做一点贡献, 但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 因此,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尽可能地多吃蔬菜, 少食用精致糖, 有害脂肪, 少摄入咖啡因, 定期锻炼, 保证充足的睡眠。 这些似乎不可能对你的生活结构和习惯带来重大变化。 对一些人来讲, 不吃垃圾食物, 缩短看电视的时间, 或者抵制其他主流文化的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也有一些人, 为了维持生计而努力拼搏, 他们不得不在吃饭和账单之间做出选择, 这样的人可能不会对生活做出重大改变。 但请你尽力而为, 只要尽力就好。 饮食健康, 经常锻炼,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预算平衡和情绪健康,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身体预算如果长期负担过重, 很容易导致各种身体疾病, 下一章我们将会详细介绍。 如果可以的话, 接下来就是让你的身体保持舒适。 让你的爱人, 朋友, 或者花钱, 如果你支付得起的话, 请一位身体按摩师为你按摩身体。 人类之间的身体接触, 有助于你的身体健康, 可以经由内感受网络改善你的身体预算。 在激烈运动后, 按摩的效果尤其好。 按摩可以减少炎症, 而且剧烈运动容易导致轻微的肌肉拉伤, 按摩有助于加速肌肉愈合, 减轻痛苦。 另一个平衡身体预算的方法就是做瑜伽。 长期练习瑜伽的人可以快速有效地让自己镇静下来, 可能是因为做身体运动时配合缓慢呼吸。 瑜伽也可以降低粗炎性细胞因子的水平, 这是一种蛋白质会在人体内产生有害炎症。 在下一章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蛋白质, 经常锻炼也有助于提高另外一种蛋白质水平, 即抗发炎细胞激素。 这种蛋白质可以有效降低你患心脏病、 抑郁症以及其他疾病的可能性。 你的生活环境同样会影响你的身体预算,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不去噪声大、 人流拥挤的地方, 多接触绿色植物和自然光。 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有钱通过搬家或者重新装修房子来改变环境, 但室内盆栽同样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像这样的环境因素对你的身体预算十分重要, 它们甚至有助于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更快地恢复健康。 读一本引人入圣的小说同样有益于你的身体预算。 这不是逃避现实, 当你沉浸在他人的故事中时, 你会忘掉自己的烦恼。 在这种心灵之旅中, 部分内感受网络被激活, 我们把这称为默认模式网络, 同时, 阅读也可以防止你胡思乱想, 这对身体预算有害。 如果你不喜欢阅读, 那就看一部精彩的电影。 如果故事内容很悲惨, 那就痛快地大哭一场, 这对你的身体预算也有益处。 下面来介绍另外一个预算助力器, 经常和朋友午餐聚会, 轮流请客。 研究表明, 给予和感激都对身体预算有益, 因此, 即使轮到你请客时, 你也会获利。 从长远来看, 轮流请客和AA制服账的成本是一样的。 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适应你的身体预算, 这绝不是一件意识。 有时,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是尽你所能地尝试一下这些技巧。 大多数时候, 它们不仅能让你心情好转, 而且也能减轻你的压力。 关注了你自己的身体预算后, 接下来为了情绪健康, 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充实你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变成一个高情商的人。 带有传统情绪观心态的人认为情商、 情绪能力能准确探测他人的情绪, 或者能在适当的时候体验快乐, 避免伤心。 而我们对情绪有了全新的解读, 从新的视角看待情商、 情绪能力。 快乐和悲伤分别是包含大量不同实力的族群。 因此, 情商、 情绪能力是指在特定情境中, 你的大脑构建一个最有用的情绪概念, 然后从中选出一个最佳实力。 在不构建情绪时, 也会构建其他概念的实力。 畅销书作家丹尼尔·戈尔曼在《情商》一书中指出, 高情商、 情绪能力高的人在学业、 事业以及社交上更容易获得成功。 他写道, 情绪能力比单纯的认知能力重要两倍。 你可能会很吃惊地发现, 科学界至今还没有统一的情商定义, 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商测量标准。 戈尔曼的书提供了大量合理实用的建议, 但是科学家们无法正确解释为什么他的建议有效。 这是因为他们的依据身受已经过时的三重脑模式的影响, 如果你能有效地控制你所谓的情绪受性之心, 那么你就是一个高情商、 情绪能力高的人。 情绪能力高的显著特征就是情绪词汇丰富。 假设你只知道两个情绪词汇, 感觉棒极了和感觉糟透了, 无论什么时候你体验情绪, 或者感知他人情绪时, 你只能用这两个词笼统地概括, 这样的人情绪能力不可能高。 相反, 如果你能够对棒极了, 快乐, 满意, 激动, 放松, 喜悦, 充满希望, 备受鼓舞, 骄傲, 崇拜, 感激, 欣喜若狂。 进行戏化, 也能够把糟透了, 生气, 愤怒, 惊恐, 憎恶, 暴躁, 懊悔, 阴欲, 窘迫, 焦虑, 恐惧, 不满, 害怕, 嫉妒, 悲伤, 惆怅的感觉细分为五十个不同层次, 那么在预测, 分类, 感知情绪时, 你的大脑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为你提供工具, 做出更加灵活, 有用的反应。 你也就可以更有效地对你的感觉进行分类, 更好地调整你的行为, 从而更适应周围的环境。 我上面所描述的就是情绪力度, 它是一种能比其他人构建出更细致的情绪体验的能力。 具有高情绪力度的人就是情绪专家, 他们通过预测构建的情绪实力, 能够完美地适应每一个具体情境。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孩子还没有形成和成年人一样的情绪概念, 只能够用伤心和疯狂表达不愉快的感觉。 我的实验室研究表明, 成年人的情绪力度水平有人高, 有人低。 情绪能力高的关键就是学习新的情绪词汇, 准确应用你已有的词汇。 有很多方法可以获得新的情绪词汇, 外出旅行, 即使在小树林散布也好, 读书, 看电影, 尝试不熟悉的食物。 做一个体验收藏架, 尝试新观点, 就像你尝试新衣服一样。 这些都能促使你的大脑融合, 已有概念, 形成新概念, 积极改变你的概念系统, 你的预测和行为随后也会发生变化。 例如, 在我们家, 我的账负担负责垃圾回收, 因为在把垃圾放进垃圾桶时, 我总是忘记分类, 如玻璃纸和木制品都是可回收的, 我却经常把它们扔到不可回收垃圾桶, 然后单再捡回来。 单没有因为我给它造成的麻烦而沮丧, 它应用了童年时期收集超人漫画书的一个概念。 我每次的忘记分类变成了一个超级力量, 它心甘情愿地重复回收。 就这样, 一个脑人的习惯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小缺点。 也许, 获得概念最简单的方法是学习新词汇。 你可能从未想过通过学习词汇来加强自己的情绪健康, 但这个说法直接来源于神经系统科学的构建理论。 词汇孕育概念, 概念推动预测, 预测调整身体预算, 身体预算确定你的感觉。 因此, 你掌握的词汇细分得越精确, 你的大脑预测就可以根据你的身体需要更精准地调整你的身体预算。 实际上, 展现出较高情绪力度的人不容易得病, 他们也很少吃药, 更不用说患上重大疾病了。 这不是魔术, 当你利用社会和生理之间的可渗透边界时, 这一切就会发生。 因此, 尽自己所能地学习新词汇。 读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书籍, 或者听一些发人身形的广播, 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节目。 表达情绪时不要只用快乐, 你可以使用一些具体的词汇, 如狂喜、喜悦以及备受鼓舞。 也不要什么时候都用悲伤替词, 学着了解气美和沮丧的差别。 当你建立了相关的概念时, 你就可以更精准地构建自己的体验。 另外, 对于词汇, 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你的母语中。 了解其他语言, 从中找出你母语中没有的情绪概念, 如荷兰语中表达综合情绪的词语, 以及希腊语中表达沉重愧疚感的词语, 每个词汇都能够让你以全新的方式构建体验。 同时, 利用你拥有的社会现实力量和概念组合, 尝试一下自己发明一些情绪词汇。 作家杰弗里·尤金尼德斯在《中性》一书中 列出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概念, 但他并没有用一个简单的词来概括, 而是这样表达的, 中年开始对镜子的憎恨梦想破灭的失望 得到一个带有迷你酒吧房间的兴奋。 你也可以试一试。 闭上双眼, 想象自己正在一辆车里, 正开车离开家乡, 你心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你是否可以通过组合情感概念来描述这种感觉? 如果你每天都使用这种技巧, 你可以更好地进行自我调节, 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 也会更富有同情心, 更善于调解纠纷, 与人和睦相处。 你甚至可以给你的创造命名, 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无数片的词语一样, 然后把它们告诉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一旦你和他人分享了你的创造, 他们就会和其他情绪概念一样真实, 而且也同样有益于你的身体预算。 一个情绪能力高的人, 不仅能掌握很多情绪概念, 而且他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概念。 就像画家能够精准地区分颜色, 红酒爱好者可以区分不同口味的葡萄酒一样, 你可以和他们一样练习你的分类技巧。 假设你看见你处于青春期的儿子, 正要去上学, 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刚起床一样, 披头散发, 衣服上都是褶皱, 衬衫上还能看见昨晚晚餐留下的污迹。 你可能会斥责他, 然后让他回房间换衣服, 但是如果你换个方式, 如果你思考一下自己的感觉, 你担心他的老师会因此不重视他吗? 还是厌恶他头发太油? 又或者因为他这种邋遢的着装会影响你作为父母的形象, 因而感到紧张? 还是会感到愤怒, 你花了很多钱给他买的衣服他竟然不穿? 或者你也可能感到伤心, 因为你的小男孩已经长大了, 你错失了他丰富多彩的童年。 如果你认为所有这些内感受听起来难以置信, 那么你要意识到人们花很多钱去看治疗师和生活教练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帮助他们重建情境, 也就是说在行动中找到最有用的分类。 你自己也可以这样做, 通过足够的实践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分类专家。 练习做得越多, 效果越好, 熟能生巧。 一项对蜘蛛恐惧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另外两种流行的调节情绪的方法, 情绪细分的方法更有效。 第一个流行的方法是认知重新评估法, 即让受试者以一种让人不会感到害怕的方式描述蜘蛛, 我面前的这只蜘蛛很小, 它是安全的。 第二种方法是转移注意力法, 让受试者不要想蜘蛛, 想其他和蜘蛛无关的事情。 第三种方法就是对感觉进行精准分类, 例如, 在我面前的这只蜘蛛长得很丑, 样子让人恶心, 让人害怕, 但也很有趣。 患有蜘蛛恐惧症的人观察蜘蛛时, 第三个方法最有效, 它有助于减轻人们的焦虑, 在实验结束后, 这种效果能持续一个星期的时间。 高情绪力度还有很多其他的益处, 能帮助人们获得满意的生活。 大量研究表明, 能够精细区分不愉快情感的人, 比如, 那些可以用50个词语表达糟糕情感的人, 相比较而言, 其灵活度提升30%, 在面对压力时, 他们很少有人会喝酒, 在受到他人伤害时, 他们也很少会主动报复。 如果患有精神障碍的人, 展现出了较高的情绪力度, 据报道, 和情绪力度较低的精神病患者比起来, 他们和家人, 朋友之间的关系会更和谐, 在社交场合, 他们也更容易表现得很得体。 相比较而言, 情绪力度低的人容易患上各种疾病。 患有中毒抑郁症, 社交焦虑症, 饮食失调症, 自闭症, 谱系障碍, 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 或者总是感觉抑郁和焦虑的人, 他们的情绪力度都很低。 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很难区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并不是说情绪力度低的人, 就一定会得上述疾病, 但他的确会对人们的精神产生影响。 在提高了情绪力度之后, 另一个锤炼概念的方法, 是每天记录你的积极体验。 这个方法受到很多治疗师和自助书的青睐。 你可以发现让你微笑的事情吗? 哪怕只笑了一下。 每当你做积极的事情时, 你就可以对你的概念系统进行微调, 强化关于积极实践的概念, 让它们在你的思维模式中变得显著突出。 如果你能够记下你积极的经历则更好, 因为词汇可以发展概念, 这将有助于你预测新的时刻, 培养积极性。 与此相反, 反复思考某个不愉快的事情会导致你的身体预算产生波动。 反复思考不愉快的事是一个恶性循环, 每次你沉浸在一段破裂的关系中, 你都会想用不同的实力来预测。 这样你会沉浸在不愉快的事情中无法自拔。 某些和分手有关的概念会一直营绕在你的心头, 如你们最后的大声争吵, 或者你的爱人最后一次离开时的面孔。 作为神经活动模式, 这些概念在你的大脑中越来越容易重建, 就像一条步行小路, 走的人越多, 路径越深越明显。 不要形成这样的路径。 你构建的每一个体验都是一次投资, 因此一定要精明地投资, 你要培养那些将来你想重复构建的体验。 有时, 故意构建一些消极情绪实力也很有意义。 想象一下, 在一场重大比赛前, 足球运动员 培养愤怒情绪。 他们喊叫, 蹦跳, 冲着空中挥拳, 目的是激起自己的斗志, 击败对手。 通过提高心率, 深呼吸, 进而影响他们自己的身体预算, 根据过去在类似情境中, 有助于他们良好表现的情绪知识, 他们在体育场环境中, 创造了一种熟悉的身体状态。 他们的攻击性也会加强和队友之间的联系, 并告诉他们的对手要小心了。 虽然比赛场合不需要情绪能力, 但此时, 情绪能力确实在发挥作用。 如果你已经为人父母, 你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培养这些技巧, 让他们成为情绪能力高的人。 告诉他们和情绪以及其他精神状态相关的知识, 越早越好, 也许你会觉得他们太小了, 无法理解, 但实际上, 婴儿很早就形成了概念, 远比你想象的要早得多。 因此, 只是孩子的眼睛睁大你的眼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然后根据情绪和其他精神状态, 大声说出身体的感觉和动作。 如, 看到那个小男孩了吗? 他正在哭, 他刚刚摔倒了, 磕破了膝盖, 很疼。 他很伤心, 可能希望他爸爸妈妈拥抱一下。 在读故事时, 详细解说故事中人物的情感, 你的孩子当时的情绪以及你的情绪, 使用尽可能多的情绪词汇, 和孩子讨论情绪产生的原因和后果。 总之, 把自己想象成孩子的旅游向道, 你现在正带着孩子在神秘的人类世界中旅行, 让孩子了解人们的动作和生意。 你详细地解释有助于你的孩子建立完整的情绪概念系统。 当你教孩子情绪概念时, 你不仅是在和他们交流, 你还在为孩子创造现实, 社会现实。 你正在为他们提供工具, 利用你提供的工具, 孩子们可以调节身体预算, 赋予他们的感觉以意义, 并据此采取行动, 交流他们的感受, 有效地对他人产生影响。 这些技巧会伴随他们终生。 当你教你的孩子情绪时, 不要让自己留下本质主义的刻板印象, 高兴时微笑, 愤怒时皱眉, 等等。 这很难做到, 因为你与之斗争的是所有的电视卡通节目, 节目中已经把西方情绪表达定型了, 帮助孩子了解各种各样多彩的世界, 让他们明白, 微笑不仅可以表达快乐, 还可以表达尴尬, 愤怒甚至是伤心, 这主要取决于环境。 另外, 当你对自己的感受, 对他人的感受 不确定时, 或者你猜得不准时, 要勇于承认。 你要与孩子进行充分的交流, 即使在你的孩子, 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时, 也要保证交流是双向的。 当孩子开始学走路的时候, 谈话模式和词汇 对构建情绪概念同样重要。 我和我的丈夫, 从来不会用模仿幼儿的口吻 和我们的女儿交流。 从女儿一出生, 我们就用成人说话的方式, 用完整形式的句子和他进行交流, 我们在说完一句话的时候, 会停顿一下, 给他时间反应, 他可以用他所能用到的任何方式回应。 周围人看到我们这样做, 都觉得我们疯了, 但我们的女儿现在长成了一个高情商的少女, 可以和成年人进行有效交流。 他甚至可以用上百种方法折磨我, 我为此感到骄傲, 你的孩子会尖叫或乱发脾气吗? 你可以利用对你有利的社会现实, 帮助他们掌控他们的情绪。 当我的女儿索菲亚学走路时, 她会乱发脾气, 如果我们让她冷静下来, 这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 于是, 我们发明了一个概念, 叫坏脾气妖精。 不管什么时候, 索菲亚开始发脾气, 幸运的话, 我们会提前预测到她要发脾气, 我们都会对她解释说, 哦, 不, 坏脾气妖精就要来了, 她现在正在把你变成坏脾气小孩, 让我们一起把坏脾气妖精赶走吧。 然后, 我们把她领到一个特定的椅子上, 一张模糊的红色照片, 上面是芝麻街中青蛙爱魔的图片, 这是专为她准备的冷静位置。 不, 这不是毛茸茸的红色小手铐, 一开始, 我们把她抱到椅子上, 有时她会生气, 踢椅子, 但是慢慢的, 她会主动走到椅子那里, 自己坐下来, 直到不愉快的情绪消失。 有时她甚至会自己宣布, 坏脾气妖精要来了, 然后坐过去。 这些做法, 听起来可能很愚蠢, 但是效果很明显。 通过和索菲亚一起发明, 分享坏脾气妖精和爱魔椅子的概念, 我们创造了工具帮助她冷静下来。 社会现实中的金钱, 艺术, 力量以及其他结构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 对她来说, 这些概念也一样是真实的。 总之, 具有丰富情绪概念的孩子的学习成绩会更好。 耶鲁大学情绪智能中心做了一项研究, 每个星期教学龄儿童二三十分钟情绪知识, 使用情绪词汇。 结果显示, 这些孩子的社交能力和学习成绩都得到了提高。 实验人员请了一些对研究一无所知的人, 作为受试者, 据他们说, 在课堂上使用这种教育模式更容易组织课堂纪律, 而且对学生的指导也变得更容易了。 相较而言, 如果你不用情绪词汇和孩子交流他的感受, 可能会妨碍他发展概念系统。 孩子四岁后, 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相比, 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听过的词汇量多出四百万个。 他们掌握的词汇更多, 阅读理解能力也更强。 因此, 家庭条件最差的孩子在社交中也一定是落后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干预方法, 如建议低收入父母多和孩子交流, 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在学校表现得更好。 同样, 经常使用情绪词汇能提高孩子的情绪能力。 在你对孩子的行为进行评价时, 这些原则同样适用。 研究表明, 同样是四岁的孩子,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听到的沮丧的评价比表扬的评价多十二。 五万字, 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大多是表扬的评价, 他们听到的赞扬的评价比沮丧的评价要多出五十六万字。 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身体预算负担很重, 而且几乎没有资源去解决。 所有人都会批评自己的孩子, 但请说明具体的理由。 如果你的女儿正在不停地抱怨, 那么你不要对她大叫闭嘴, 你可以试着换个说法。 如, 你的抱怨让我很生气, 所以别再抱怨了。 如果你有问题, 就说出来吧。 当你的儿子突然打了他妹妹的头, 你不要叫他坏孩子。 你绝对不想让他成为那样的人, 所以不要给出那样的概念, 你可以这样说具体一些, 不要打你妹妹, 这样会伤害到他, 让他伤心。 快跟他说对不起。 表扬也是一样, 你不要说你的女儿是个好姑娘, 而是要具体表扬她的行为, 你做得非常棒, 没有打哥哥。 这样的措辞有助于孩子们 建立起根实用的概念。 此外, 你说话的语调同样重要, 因为它直接表明了你的情感, 进而对孩子的神经系统产生直接影响。 通过有效调节孩子的身体预算, 你不仅可以指导孩子拥有更丰富的情绪词汇, 还能促进孩子语言的整体发育, 这些都有助于孩子将来在学校取得好成绩。 现在, 你已经在尽全力改善你的生活方式, 平衡身体预算, 扩展自己的概念系统, 你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概念专家, 但你的生活依然会有起伏。 因为爱, 社交生活的不确定性, 工作中的虚伪, 有益的脆弱, 以及随着年龄增长导致的身体机能的下降, 这些因素可能还会带给你伤害。 这时, 你能够做些什么来控制你的情绪呢? 不管你相信与否,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活动你的身体。 所有的动物都通过活动调节身体预算, 如果它们的大脑需要的葡萄糖比身体需要的多, 那么快速爬树会让它们的能量水平重新回到平衡状态。 人类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活动, 纯粹的心理概念就可以调节身体预算。 但是, 当这种方法不起作用时, 请记住你也是一个动物。 站起来, 四处活动一下, 即使不喜欢也要起来动动。 播放音乐, 在家里跳舞, 到公园散步。 为什么这些行为会有用? 活动你的身体可以改变你的预测, 进而改变你的体验。 此外, 运动同时也有助于你的控制网络, 把其他不那么令人讨厌的概念提取出来。 另外一个控制情绪的方法, 就是改变你的位置或者环境, 这也会改变你的预测。 例如, 在越南战争期间, 15%的美国士兵西施海洛因上瘾。 当他们返回故乡后, 95%的人在回国第一年, 就戒掉了毒瘾和那些西施毒品的普通人相比,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 后者通常只有10%的人不会复习。 未知的转变改变了他们的预测, 减少了他们对毒品的渴望。 有时我想知道, 遭遇中年危机的人是否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通过改变身处的环境改变自己的预测。 当运动和环境改变都不能帮助你掌控你的情绪时, 那么接下来你可以尝试着对自己的感觉重新分类。 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 当你感觉痛苦的时候, 那是因为内感受感觉让你体验到了不愉快的情感。 你的大脑静止地预测那些感觉的原因, 它们或许来自你的身体发出的一些信息, 如我胃疼, 也可能因为你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不舒服和痛苦是有区别的, 不舒服只是单纯的生理反应, 而痛苦则是私人的反应。 想象一下, 在一个入侵的病毒眼中, 你的身体是什么样的? 你犹如一个巨大的包裹, 里面装着DNA、蛋白质、 水以及其他生物原料。 但不管是什么, 病毒都会偷走, 然后进行自我复制。 流感病毒在感染你的细胞时, 它才不关心你的信仰、 品质或者价值观。 它不会对你的性格做出道德评判, 如哦哦哦, 它发型难看, 它是个视力小人, 让我们感染它吧。 不, 病毒对所有受害者都一视同仁。 它会让人不舒服, 但并不针对某个人。 所有睡眠不足, 肺部湿热的人都可能成为病毒的宿主。 另一方面, 根据你特有的优缺点, 情感会把那感受感觉 转变成你的一些特质。 现在那感受感觉是个人的事情, 它们居住在你的情感空间里。 当你感觉不幸时, 这个世界似乎都变得令人厌恶了。 大家都在评论你, 战争肆虐, 两极冰川正在融化, 你正在受罪。 大多数人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减轻痛苦。 我们常常为了快乐或者安慰自己去吃东西, 而不是为了获取营养。 身体预算长期处于稳乱状态, 会让人感觉很痛苦。 我觉得毒品就是人们为了解除这种痛苦而进行的一种错误尝试。 在这一刻, 区分不舒服和痛苦很难。 你感到烦躁是因为喝了太多咖啡。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 出现这种难以区分的生理症状可能和你的生理期有关, 或者你正处于更年期。 这时, 你可以对感觉进行分类, 赋予它们原本没有的新意义。 我记得在2010年, 当我们整个实验室从一所学校搬到另一所学校时, 包括20名研究员和数十万美元的设备, 一切似乎都乱了套。 当时, 我已经订好了一个为期两周的旅行。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正在努力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崩溃, 每一次要发火时, 我都会努力克制, 然后, 我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坏了。 于是, 我躺在家里厨房的地板上, 开始大哭。 就在那一刻, 我丈夫走了进来, 他注意到了我的状态, 一脸天真的问我, 你要来月经了吗? 哦, 上帝啊! 我接着冲他大发脾气你这头该死的猪。 在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快要崩溃的时候, 他怎么敢这么自以为是? 我的暴怒让我们两人都惊呆了。 三天后, 我发现他是正确的。 通过练习, 你可以学着把情感引起的感觉解析为单纯的生理感觉, 而不要让那些感觉成为你观察世界的过滤器。 你可以把焦虑解析成快速心跳。 一旦你把感觉解析成生理感觉,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丰富的概念系统, 换种方法对它们重新进行分类。 也许心脏, 砰砰跳不是焦虑, 而是期待, 或者甚至是兴奋。 现在请环顾四周, 找到一个物体。 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三维的可视对象, 而是把它看成由你的感觉构建的, 由不同颜色的光构成的单独部分。 很难, 对吗? 尽管如此, 你可以训练自己完成这个练习。 挑这个物体最顺眼的部分, 试着用你的眼睛描绘它的轮廓。 通过大量练习, 你可以学着像这样解析物体。 伟大的画家伦波朗, 就非常善于运用光线, 在画布上勾勒出物体的轮廓线。 你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 解析你的情绪。 情绪分类是情绪专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 你知道的概念越多, 能够构建的情绪实力也就越多, 因而也就能更有效地对情绪进行重新分类, 进而掌控自己的情绪, 调节行为。 例如, 如果你即将参加一场考试, 你觉得自己情绪不稳,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焦虑了。 哦, 不, 我死定了。 或者充满期待, 我一定没问题, 准备好了。 我女儿在一所空手道, 学校学习空手道。 在学生黑代考级之前, 当学生紧张的时候, 他们的校长乔一·埃斯波西托会建议大家, 不要紧张, 相信自己。 他说的没错, 当你现在感觉情绪不稳时, 不要把它当成紧张, 你可以构建一个决心的实力。 重新分类这个方法, 给你的生活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 大量对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等数学考试的研究发现, 当考生对焦虑重新分类, 把它看成身体可以应对的一种生理特征时, 他们往往容易得到较高的分数。 如果人们把焦虑重新分类, 归入兴奋一类时, 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 如演讲时, 或者在卡拉OK唱歌时, 把焦虑看成兴奋, 通常会表现得更好, 而且也很少出现典型的焦虑症状。 他们的交感神经系统依然会出现胃静卵的感觉, 但影响人们表现, 让人心情糟糕的促炎性细胞因此会减少, 因此他们的表现会更加。 研究表明, 那些数学成绩差需要补课的学生, 如果能够进行有效分类, 他们的成绩就可以得到提高。 如果拥有巨额财富和勉强维持生计之间的差别, 就在于一张大学文凭, 那么这个重大发现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当你遭遇困境时, 如果你能通过重新分类, 把挫折带来的不是归类为有益的, 你就能培养更大的耐力。 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条座右鸣, 正体现了这条原则, 痛苦可以让懦弱远离身体。 每当你运动到感觉不舒服识然后停止, 你就把你的身体感觉归类为疲惫。 尽管继续锻炼下去对身体有好处, 但你却不再坚持, 不想突破自己的极限。 但是通过重新分类, 感到疲惫时, 你可以继续锻炼下去, 稍后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这样的锻炼会让你变得更强壮健康。 你做得越多, 你对概念系统的调整就会越顺手, 以后坚持锻炼的时间也会更长。 下腹痛, 运动损伤, 重病治疗带来的痛苦, 以及其他病痛同样给了我们机会来识别身体不适和情感痛苦之间的差别。 例如, 患有慢性病的人想法都非常悲观, 这种想法不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甚至会加重他们的痛感。 当他们学着把身体感觉和不愉快的情感分离开后, 他们服用阵痛剂的次数就可能减少, 对阵痛剂的依赖也会减少。 每年美国有将近6%的人因身体慢性痛苦用阵痛剂治疗。 据了解, 这类让很多人上瘾的阵痛剂并不能长期减轻病人的疼痛症状。 疼痛诡计, 一书的作者戴博拉·巴雷特和我的嫂子, 指出, 当你可以把疼痛看成一种生理现象时, 疼痛就不会成为一场个人的灾难。 重新分类, 把痛苦看成不适, 或者把精神折磨解析成生理不适, 这个观点有着古老的起源。 例如, 有些冥想形式有助于对感觉进行重新分类, 将之归为生理症状, 以减轻痛苦, 佛教徒称之为解构自我。 你的自我就是你本身包含一系列可以定义你的特征, 如你的各种记忆, 信仰, 喜好, 希望, 生活选择, 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等。 你不仅可以通过基因定义你自己, 还可以通过你的生理特征, 如体重和眼睛的颜色, 你的种族, 你的性格, 有趣或者值得信赖, 你和其他人, 朋友, 父母, 孩子和爱人的关系, 你所拥有的身份, 学生, 科学家, 销售员, 工人, 医生等, 你所属的地理区域或者意识形态, 美国, 纽约, 基督教徒, 民主党人, 甚至是你开的车来定义你自己。 贯穿这些观点的一个共同的核心是, 自我是你对自己的感觉, 具有连续性, 似乎它就是你的本质。 在佛教徒的观点中, 自我是一个幻觉, 是人类痛苦的根本原因。 无论什么时候, 当你渴望一辆豪车一件美服, 或者渴望获得赞美来提高声誉, 或者寻求社会地位和权力来改善你的生活时, 你是在把虚幻的自我看成真实的了, 将自我具体化。 这些物质需求可能会给你带来短暂的满足和快乐, 但它们也会诱布你, 就像金手铐一样, 给你带来持续的痛苦, 我们把这叫做延长的不愉快情感。 对于一个佛教徒来讲, 自我是比短暂的身体疾病更为糟糕的存在, 自我是一种持久的痛苦。 我对自我科学定义的灵感源于大脑的活动, 并且和佛教中的自我产生了共鸣。 自我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准确来说, 我认为自我不是虚幻的, 它也不是如神经元一样真实的客观存在。 人们通过他人定义自我。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你此刻的预测合原于预测的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都取决于他人对待你的方式。 你不可能自己定义自己。 汤姆·汉克斯曾主演了一部电影, 叫《荒岛余生》。 在这部电影里, 汤姆·汉克斯扮演的角色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了四年。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男主角会用排球给自己创造一个朋友, 并给他起名叫威尔逊。 某些行为和喜好和你的自我一致, 有些则不同。 有的食物你喜欢吃, 有的你不喜欢吃。 你可能喜欢狗, 也可能喜欢猫。 这些行为和喜好变化很大, 你可能喜爱吃法国菜, 但不会每顿都吃。 爱狗的人也可能有几个品种的狗是他们不喜欢的, 在爱狗的同时, 他们有可能还喜欢猫。 总之, 你的自我就像一套行为准则, 概括了你在那一刻喜欢厌恶的东西以及习惯。 我们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 这些行为准则就像一个概念的特征。 因此, 我认为, 自我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常见的概念, 就和查保护你免受蚊虫叮咬的东西恐惧一样。 相信我, 你不需要费尽思考自己作为一个概念的事情, 跟着我, 我会告诉你。 如果自我是一个概念, 那么你可以通过模拟构建自我的实力, 在那一刻每个适合你目的的实力。 有时你根据自己的职业给自己分类, 有时候你可能是父母、 孩子或者爱人, 有时你仅是一个躯体。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 一个人有多个自我, 但是你可以把多个自我看成一个单一的, 以目的为基础的自我概念的多个实力, 在这个概念中, 目的会根据环境而变化。 你的大脑是如何追踪你的各种各样的自我实力的。 如作为一个婴儿, 一个幼童, 一个青少年, 一个中年人, 以及一个老年人。 因为有一部分的你自始至终不会变。 你只有一个身体, 你习得的每一个概念都包括你在学习时的身体状态, 作为内感受预测。 一些概念涉及很多内感受, 如悲伤, 有些涉及的内感受则少一些, 如塑料包装, 但是它们都和同一个身体有关。 因此, 你构建的每一个类别世界上的物体, 其他人, 以及纯心理概念, 如公正等都包含一点点的你。 这就是你的自我感觉的心理基础。 虚幻自我和佛教的观点类似, 是指你拥有某种永恒的本质, 正是这个本质让你成为你。 我推测, 每一刻都有很多核心的预测系统, 在对你的自我进行重新构建。 这个系统与你构建情绪的系统都是同一个, 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网络, 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 在构建的同时, 这些系统也会对源自你身体和外界的持续感觉进行分类。 实际上, 内感受网络中被称作默认模式网络的部分也叫做自我系统。 在你进行自我反省时, 它的活动会持续增强。 如果你的默认模式网络出现萎缩, 就像得了老年痴呆一样, 最终你会失去你的自我感觉。 对于如何成为自己情绪的主宰, 解构自我提供了一个新的灵感。 调整你的概念系统, 改变预测, 不仅可以改变你的未来体验, 实际上, 也是在改变你的自我。 假设你现在感觉很糟糕, 感觉很担心, 因为缺钱, 感觉愤怒, 因为该升职却没有升职, 感觉很灰心, 因为你的老师认为你不如其他同学聪明, 感觉心碎, 因为你的爱人抛弃了你。 佛教可能会把这些情感解释为痛苦, 它们是你追求财富、 生育、 权力和安全感带来的痛苦, 是把自我具体化的表现。 根据情绪构建主义理论, 财富、 生育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一直存在于你的情感空间内, 它们会对你的身体预算产生影响, 最终导致你构建不愉快的情绪实力。 短暂的自我解构, 可以缩小你的情感空间的尺度, 这样生育、 权力、 财富等概念就变得多余, 不必要了。 西方文化中有些智理名言, 与这些看法有一曲同工之处。 例如, 不要太看重物质, 那些无法杀死我的东西, 让我变得更强壮, 棍棒石头可能会打断我的骨头, 但话语绝不会伤害到我。 但我希望让你了解更多, 当你遭受某种疾病或者侮辱时, 问问你自己, 你现在真的非常危险吗? 或者这种伤害仅仅是威胁到了自我的社会现实。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你对感觉到的心跳加速, 反胃, 汗湿的额头重新分类, 把它们看成单纯的生理感觉, 这会让你的担心、愤怒、灰心统统都消失掉, 就像水中的解酸剂一样溶解消失。 我并不是说这种重新分类很容易, 但是通过练习, 你完全可以做到, 而且重新分类非常有用。 当你把某个事物归入和我无关的类别时, 这件事就会离开你的情感空间, 减少对你身体预算的影响。 同样的, 当你获得成功, 感觉自豪、 荣幸或者满意时, 后退一步。 记住, 这些愉悦情绪完全是社会现实的结果, 它强化了你的虚幻自我。 取得成绩要为自己庆祝, 但不要让它们成为你的金手铐, 宠辱不惊才能走得更远。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这个策略, 那么你可以试试冥想。 冥想有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叫正念冥想。 正念冥想要求冥想时, 不带任何偏见, 保持警觉, 关注当下, 观察感觉的来来去去。 插图, 这种状态需要大量的练习, 让我们想起了新生儿在观察世界时那种安静, 警觉的状态, 婴儿的大脑舒服地沉浸在预测误差中, 没有任何焦虑的感觉, 它们体验感觉, 释放感觉。 冥想就是要实现类似的状态, 接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想法, 情感和感觉划归到生理感觉类别, 对生理感觉, 人们更容易放手。 至少在一开始, 你可以进行冥想帮助自己集中精力, 专注在生理感觉上, 先不要对你自己和你在社会中的地位 给予太多的心理意义。 虽然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 但冥想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冥想者大脑的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中的关键区更大, 这些区域之间的连结也更紧密。 这是我们期望出现的情况, 因为内感受网络在构建心理概念和表达生理感觉上至关重要, 而控制网络是调节分类的关键。 在一些研究中, 我们发现甚至在培训结束几个小时之后, 还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连结在加强。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冥想可以减轻压力, 提高预测误差的探测和加工能力, 促进在分类及情绪调节, 减少不愉快的情感。 但并非每个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结论,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实验都做到了严格控制。 有时, 解构自我太具有挑战性。 你可以简单地通过培养和体验敬畏情绪来获得同样的好处。 敬畏感是出现了某个比自己强大的事物时出现的情感, 这种情感有助于你和你的自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一年夏天, 当我们全家在美国罗德岛州移动海滨别墅度假时, 我体会到了这种敬畏带来的好处。 在海滨那几周, 我们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蟋蟀的声音, 它们的声音犹如一场交响乐, 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共鸣体验。 我以前从未注意过蟋蟀, 但是它们进入了我的情感空间。 每天晚上, 我开始期待它们的演奏, 因为我发现它们的叫声有助于我入眠。 当我们度假结束后, 我发现, 如果我躺下来在周围寂静无声的时候, 我依然可以听到墙外传来蟋蟀的叫声。 现在, 在夏日的午夜, 当我在实验室工作一天, 倍感压力, 半夜睡不着时, 听到蟋蟀的叫声, 我很快就会进入梦乡。 我开发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概念, 头身大自然, 感觉自己的渺小, 这个概念有助于我在任何需要的时候, 改变我的身体预算。 我发现一颗野草种子, 正努力从人行道的裂缝破土而出, 这再一次证明文明无法驯服自然, 我利用相同的概念来安慰渺小的我。 听海浪拍打岸边的岩石, 仰望星空, 正务走在漫天乌云下, 在未知区域徒步探险, 或者参加精神仪式, 这些都会让你体验到类似的敬畏感觉。 经常感受到敬畏的人身体的粗颜性细胞因子水平较低, 这些细胞会导致炎症, 虽然没人能够证明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不管你能否培养敬畏感, 练习冥想, 或者找到其他方法解构你的体验, 把它们看作生理感觉, 重新分类都是掌控情绪的关键。 当你感觉糟糕时, 不要觉得心情不好就意味着出现了私人问题, 你可以把这些糟糕的感觉当作病毒来看待。 你的感觉可能只是噪音, 你可能只是需要睡一觉就好了。 至此, 你已经知道如何在自己的经验中 不断地提高情绪能力, 让我们来看一下周围其他人的情绪能力水平, 以及接下来对你的幸福产生的好处。 几十年前, 我丈夫丹有过一段短暂不愉快的时光, 那时, 我们彼此还不认识。 当时, 丹去做心理咨询。 第一阶段刚开始35秒, 丹就皱紧了眉头, 满面阴沉, 当他集中精力的时候, 他经常用这个表情。 而那个心理医生却宣称丹正在压抑愤怒, 他对自己的感知非常自信。 事实是, 丹是我见过的最冷静的人之一。 丹想让这位心理医生相信自己没有生气, 但这位医生十分刚愎自用, 他坚称, 不, 你就是生气了。 一分钟还没到, 丹就离开了诊室。 他可能创造了时间最短的心理辅导记录。 在这里, 我并不是要批评心理健康职业, 只是想通过这样的例子说明一个错误的信念, 即一个人对他人精神状态的感知是或者可能是正确的。 若根据传统情绪观, 丹用一个独特的指纹表明了自己的愤怒, 而这个心理医生探测到了, 虽然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 如果你想成功地感知他人的情绪体验, 必须放弃这种本质论的假设。 在丹接受治疗的短暂时间里发生了什么? 他构建了一个集中精力的体验, 而医生构建了一个愤怒感知。 这两种构建都是真实的, 但不是客观意义上的, 而是社会意义上的。 情绪感知是猜测, 只有感知符合另一个人的体验时才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两个人应就使用哪种概念达成一致。 无论何时当你认为你知道其他人的感觉时, 你的自信就与实际知识无关了。 你只是在某一刻处于了情感现实主义中。 我们知道, 其他人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幻想, 为了提高情绪感知度, 所有人必须放弃这个幻想。 当你和一个朋友在情感上产生分歧时, 不要假设你的朋友是错的, 不要像单的医生那么武断。 承认我们有分歧, 然后发挥你的好奇心, 去了解你朋友的看法。 相较于孰是孰非, 对朋友的经验充满好奇心更重要。 那么, 如果我们的感知只是猜测, 我们彼此是如何交流的?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你孩子在学校的成绩感到骄傲, 我如何才能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骄傲? 传统情绪观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传统情绪观认为, 骄傲有一个本质, 你只需要把骄傲展示出来, 我就能够认出来, 通过大脑的预测机制, 我和你交流情绪, 我们都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变异。 你的情绪由你的预测引导。 当我观察你时, 我感知到的情绪是由我的预测引导的。 我们同步对情绪进行预测和分类, 这时情绪交流就发生了。 科学家和调酒师都知道当人们进行交流时, 会以不同的方式同步进行, 尤其是当交流双方喜欢或者信任彼此的时候。 我点头, 然后你点头, 你碰一下我的手臂, 稍后我碰一下你的手臂。 我们的非语言行为协调一致, 两个人之间还会出现生理上的同步。 如果一个妈妈和她的孩子亲密地贴在一起, 他们的心跳会同步。 任何一个令人愉悦的交流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至今无解。 交流双方呼吸同步, 我怀疑是因为他们无意识地观察彼此胸部的起伏。 当我接受心理医生培训, 给病人做催眠前的准备时, 我会有意识地让我的呼吸和病人的呼吸同步。 同样, 我们可以同步情绪概念。 我的情绪概念由我的预测引导。 当你观察我时, 你观察到的情绪由你的预测引导。 我说话的声音和身体的运动, 就像你的大脑所感知到的, 要么证实你的猜测, 要么否定你的猜测, 及你的猜测出现了误差。 如果你告诉我, 我的儿子在学校戏剧表演中是主演。 我很骄傲。 你的话和行动在我的大脑中, 引发了大量预测, 帮助我们在那一刻就骄傲概念达成一致。 我的大脑根据以往的经验计算可能性, 然后挑选出最符合当时情境的实力, 也许我会说, 恭喜。 然后当你感知我时, 这个过程在另一个方向上重复进行。 如果我们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 或者其他共享的体验, 或者我们对某些面部形态, 身体运动, 说话声音, 以及其他线索在某些特定环境中 具有的意义存在共识, 那么我们更容易产生共鸣, 实现情绪同步。 慢慢地, 我们就会共同构建一个情绪体验, 一个我们双方都可以用骄傲来识别的体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概念并不需要完全匹配, 我就可以理解你的感觉, 它们只需要有合理的一致目的就可以。 另一方面, 如果我就骄傲构建了一个不愉快的实力, 在这个实力中, 你傲慢, 不屑一顾, 我可能无法理解你正在说什么, 因为在那个实力中, 你所用的概念和我的不一致。 注意, 我在做上述介绍时, 把它描述成了简单的, 具有先后顺序的过程, 但实际上我们的相互构建是一个连续过程, 我们的大脑处于持续运动中。 共同构建的体验也有助于我们调节彼此的身体预算, 这是我们群居生活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 一个群居物种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调节彼此的身体预算, 甚至是蜜蜂、蚂蚁和蟑螂也不例外。 但我们是唯一一个可以通过交彼此纯信理概念, 并同步使用这些概念来调节身体预算的物种。 我们拥有词汇, 即使是相距很远的距离, 我们也可以进入彼此的情感空间。 即使你们远隔中阳, 你也可以调节你朋友的身体预算, 它也可以调节你的, 可以通过打电话, 发电子邮件, 或者甚至只是想念彼此来完成。 你的词汇选择对这个过程影响很大, 因为词汇塑造了其他人的预测。 父母不会笼统地问孩子, 你感觉怎么样? 而是会问孩子, 你心烦吗? 这样的问法会影响孩子的回答, 彼此之间的情绪共建, 也会对孩子形成心烦的概念产生影响。 医生在询问病人时, 如果问你觉得抑郁吗? 而不是告诉我你感觉怎么样? 那么他更容易得到积极的反馈。 这样的提问属于诱导性提问, 这是律师在法庭上提问证人时常用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 就和在法庭上一样, 你必须记住, 你的词汇可以影响他人的预测。 同样, 如果你想让其他人了解你当下的感觉, 你需要为他人提供清楚的线索, 帮助他们形成有效预测, 产生共鸣。 根据传统情绪观, 责任完全在观察者, 因为据称情绪表现具有通用性。 而构建理论认为, 你也必须对情绪感知负责, 你要做一个好的情绪发送者。 如果你没有读过本书, 然后有人对你说, 你想掌控你的情绪吗? 那么少吃垃圾食物, 多掌握一些词汇。 我承认, 这听起来一点都不直观。 但是, 健康饮食有助于维持身体预算平衡, 更便于修正内感受预算, 而新的词汇孕育着新的概念, 新概念是构建情绪体验和感知的基础。 很多看起来和情绪无关的事物, 实际上都能对你的感觉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社会和身体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作为动物, 你很了不起, 因为你能够创造纯心理概念, 从而影响你的身体状态。 社会和物理世界通过你的身体和大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而你在社会和物理世界之间的有效运动取决于你掌握的一系列方法。 因此, 扩展你的情绪概念吧。 寻找机会, 把你的大脑和你的社会现实连接在一起。 如果你现在感觉不愉快, 那么解构你的体验, 或者对它重新进行分类。 你要明白, 你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只是猜测, 而不是事实。 在这些新技能中, 有一些很难培养。 作为一名科学家, 有一件事我要说清楚, 那就是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我要说的另一件事就是充分利用科学, 重新调整你的整个生活方式。 改变饮食和睡眠习惯, 多参加运动, 学习新概念, 练习分类, 偶尔还要从虚幻的自我中清醒过来。 谁会有时间来做这些呢? 我们都要工作和学习, 时间有限, 各种各样的私事和家事填满了我们所有的时间。 而且, 在这些建议中, 有些需要投入时间和金钱, 但那些能从中获益最大的人, 往往欠缺的就是时间和金钱。 但, 每个人都可以在本章找到值得一试的东西, 比如睡前, 散个步, 或者对一些概念进行组合, 或者放弃薯片。 正如你所看到的, 情绪概念和身体预算能够促进你的身体健康, 但它们同时也是疾病的催化剂。 据说情绪不良可能会导致各种疾病, 如抑郁、 焦虑、 不明原因的慢性疼痛以及代谢障碍。 代谢障碍会导致二型糖尿病、 心脏病甚至癌症。 同时, 神经系统的新发现消除了我们所认为的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的界限, 同样, 构建主义理论也模糊了物理世界和社会的界限。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 第十章, 情绪波动会导致疾病吗? 回忆一下你上一次感冒的时候, 你可能会流鼻涕、 咳嗽、 发烧, 也可能有其他症状。 很多人觉得感冒只是因为感染了感冒病毒, 但是, 当科学家把感冒病毒放入一百个人的鼻子中时, 却发现只有24%至40%的人感冒了。 因此, 感冒病毒并不是人们得感冒的本质原因, 一定有更为复杂的事情在发生。 可见, 病毒是感冒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感冒时出现的各种症状不仅和你的身体有关, 也和你的心理有关。 例如, 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或者消极的人, 那么感冒细菌会导致你更容易感冒。 基于情绪建构论, 我们提出了全新的人性观。 全新的人性观消除了心理和生理的界限, 包括疾病发生的区域。 而传统情绪观中的人性本质论则认为, 心理和生理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 你的大脑有问题, 那么去看神经科。 如果你的心理有问题, 就去看心理医生。 现代全新人性观把心理和大脑联系在一起, 为如何更好地理解人类疾病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例如, 你观察到疾病的不同症状, 如焦虑、抑郁、慢性疼痛、慢性压力等, 却无法像归类银器抽屉那样对它们做出分类。 每种疾病都有大量的不同变体, 有很多症状会出现在不同的疾病中。 这听起来有些熟悉, 你已经知道,情绪类别如快乐和悲伤没有本质。 情绪类别的划分是你大脑和身体的核心系统, 以及其他人的大脑和身体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我要说的是, 一些看起来不同的疾病其实也是构建的, 人为的划分出同样具有高度变异性的生物类别。 利用构建方法理解疾病能解决一些遗留已久的问题。 为什么如此多的疾病会有相同的症状? 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时患有焦虑和抑郁疾病? 慢性疲劳综合症是一种明显的疾病, 还是仅仅是一种伪装起来的抑郁症? 那些患有慢性疼痛, 但却没有明显组织损伤的人是得了精神疾病吗? 为什么很多患有心脏病的人都患上了抑郁症? 如果教法不同的疾病都是由同一组核心原因导致的, 打乱那些疾病之间的分界线, 那么这些问题也就不再神秘了。 这是本书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章, 但所有内容都有数据支持。 我希望你能够从本章中发现乐趣, 获得启发。 接下来, 我会证明一些表象如痛苦和压力和疾病, 如慢性疼痛、慢性压力、焦虑和抑郁, 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远超你的想象, 而且它们和情绪的构建方法是一样的。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只有更好地理解大脑的预测能力和你的身体预算, 你才能更好地理解我要说的观点。 正常情况下, 你的身体预算每天都在波动, 因为你的大脑会预测你的身体需求, 并围绕预算资源, 如氧气、葡萄糖、盐和水等进行调整。 当你消化食物时, 你的肠胃会从肌肉借用资源。 当你跑步时, 你的肌肉会从肝脏和肾脏借用资源。 在这些转换发生时, 你的身体预算完全有偿付能力。 当大脑预测出错时, 你的身体预算会失去平衡, 这很正常。 当某件对心里有意义的事情发生时, 就像看到你的老板、教练或者老师正走向你时, 你的大脑可能会不必要地预测你需要能量, 激活影响你身体预算的生存回路。 总之, 这些短暂的失衡没什么可担心的。 只要你饮食均衡, 保证充足的睡眠, 你的预算很快就会重回平衡。 但如果出现长期的预算失衡, 你的内部动力系统就会变得更糟。 你的大脑一遍又一遍地预测失误, 无法正确预测你身体需要的能量, 直至你的预算变成赤子。 长期预算失衡会破坏你的健康, 召唤你身体里的收债人, 及你身体的一部分免疫系统。 通常情况下, 在你的身体里, 免疫系统是一个好人, 它会保护你, 抵抗入侵者和外在伤害。 当你不小心被锤子砸了手, 或者被密封折伤, 或者感染时, 免疫系统会通过引发炎症来帮助你, 让你手指肿胀。 发炎是由一种很小的蛋白质, 及粗炎性细胞因子导致的。 我在上一章提到过这种蛋白质, 当你受伤或者生病时, 你的细胞分泌, 粗炎性细胞因子, 使血液流到感染部位, 提高该部位的温度, 导致肿胀。 当这些粗炎性细胞因子履行职责, 治愈你的时候, 你会感觉疲倦和不舒服。 但在某些情况下, 粗炎性细胞因子, 也能变成一个坏人, 变成你的债主, 向你的身体收债。 当你的身体预算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时, 所债尤为严重。 例如, 你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中, 每晚都能听到枪声。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你的大脑可能会经常预测, 你需要更多的能量, 但实际上你并不需要。 这些预测刺激你的身体预算, 频繁释放皮脂醇, 释放的量远超你的真实需求。 通常皮脂醇会抑制发炎, 那就是氢化壳的松乳膏可以缓解臊氧, 可递松注射可以减轻肿胀的原因。 如果你的血液中长时间皮脂醇分泌过多, 就会引发炎症, 你就会感觉没有精神, 甚至可能发烧。 如果某人传染病毒给你, 你就可能会生病。 于是, 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 当你因为发炎感觉疲惫时, 为了节约, 你的大脑错误地认为是这样, 有限的能量资源, 你的运动就会减少。 你开始暴饮暴食, 睡不着觉, 忽视运动, 结果你的身体预算失衡, 变得更严重, 然后你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废物, 并且体重增加, 体重增加又会进一步加剧你的问题。 实际上, 某些脂肪细胞会分泌醋炎性细胞因子, 让炎症进一步恶化。 你可能开始回避其他人, 这样就没人帮助你平衡你的身体预算了。 一个人如果缺少社交联系, 也会刺激醋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 甚至更容易生病。 大约在十年前, 科学家发现醋炎性细胞因子能够从身体进入大脑, 这令他们十分震惊。 我们现在知道, 大脑也有自己的炎症系统, 系统内细胞能够分泌醋炎性细胞因子。 这些能够引发疼痛的微型蛋白质会重塑大脑。 大脑发言会导致大脑的结构发生变化, 尤其室内感受网络的变化。 大脑发言会妨碍大脑连结, 甚至杀死神经元。 慢性炎症也会导致你记忆力减退, 无法集中精力, 降低你智商测试的分质。 因此, 想一想, 如果你处于一个充满压力的社会环境中, 会发生什么? 例如, 一个圈子里的同事突然不再邀请你一起吃午饭, 或者朋友读了你的微信但没有回复你。 按惯例, 你的大脑预测你需要能量, 但实际上你并不需要, 这会对你的身体预算产生短暂的影响。 但是, 如果这种社会情况不能很快解决, 又会怎么样呢? 要是这种社会排斥每天都发生, 会发生什么? 你的身体会一直处于警戒状态, 身体内的皮质唇和促炎性细胞因子不停分泌。 于是, 你的大脑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出了问题或者遭到了破坏, 于是慢性炎症开始出现。 你的大脑如果有了炎症, 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 炎症会影响你的大脑预测, 尤其是影响那些管理你身体预算的预测, 进而透支你的身体预算。 记住, 你的身体预算循环有点耳背, 它可能对你身体发出的修正充耳不闻。 炎症会让你彻底找不到感觉。 你的身体预算分配区域对你所处的环境不再敏感, 你的预算更可能继续透支。 你会变得疲惫不堪, 心情很不愉快。 预算长期出现错误, 会耗尽你的身体资源, 毁坏你的身体, 最终产生更多的促炎性细胞因子。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你就真的有麻烦了。 长期的身体预算失衡, 犹如给疾病添砖加瓦。 在过去的20年间, 显然, 因免疫系统而导致的疾病远超你的想象, 这些疾病包括糖尿病, 肥胖症, 心脏病, 抑郁症, 失眠, 健忘, 以及其他一些与过早衰老和痴呆相关的认知功能疾病。 例如, 如果你已经患有癌症, 炎症会使肿瘤生长加快, 癌症细胞也更容易通过血液流动, 感染身体其他部位即转移。 你死于癌症的速度会加快。 炎症改变了我们对心理疾病的理解。 多年来, 科学家和临床医生都从传统情绪观的角度看待心理疾病, 如慢性压力, 慢性疼痛, 焦虑, 抑郁等。 传统情绪观认为, 每种疾病都有一个, 把自己和其他疾病区分开来的生物指纹。 研究人员会从本质论角度提出问题, 假设每种疾病都是不同的, 抑郁症如何影响你的身体? 情绪是如何影响疼痛的? 为什么焦虑和抑郁经常同时发生? 最近, 这些疾病之间的分界线逐渐消失了。 即使很多人患有同一种疾病, 但他们的症状有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 出现变化很正常。 同时, 不同的疾病也会有相同的症状, 会出现几种疾病致使大脑同一个区域萎缩的情况, 病人会呈现出较低的情绪力度, 这时, 同一种药可以缓解多种疾病。 根据这些发现, 研究人员开始摆脱传统情绪观的束缚, 他们不再认为不同心理疾病具有不同本质。 相反, 他们开始专心研究一些常见的会导致各种心理疾病的因素, 如遗传基因、 失眠、 大脑内感受网络或关键枢纽损伤。 如果这些区域出现损伤, 大脑的麻烦就大了, 抑郁症、 恐慌症、 精神分裂症、 自闭症、 失毒症、 慢性疼痛、 痴呆、 帕金森氏综合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症都和关键区域损伤有关。 我认为, 一些明显和心理有关的重大疾病都源于身体预算的长期失衡, 以及泛滥的炎症侵袭。 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将它们分类并命名为不同的疾病, 这很像我们把相同的身体变化归类命名为不同的情绪。 如果我是正确的, 那么如为什么焦虑和抑郁经常同时发生? 这样的问题将不再神秘, 因为和情绪一样, 这些疾病本质上并不存在明显界限。 当我们讨论压力、疼痛、抑郁和焦虑的细节时, 我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理由来证明我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压力。 你可能会感受到压力, 如当你同时兼顾五个任务时, 当你的老板告诉你打算明天完成的工作, 昨天就已截止时, 或者当你失去了所爱的人时。 但是压力并非源于外部世界, 压力实际上是由你自己构建的。 有些压力是积极的, 如挑战自我, 学习一门新课程。 有些压力是消极的, 但可容忍, 例如你和最好的朋友吵架了。 有一些压力是有害的, 例如长期贫困, 受辱或者孤独带来的压力。 换句话说, 压力具有各种不同实力。 压力是一个概念, 就像快乐或恐惧一样, 你可以应用压力概念从失衡的身体预算中构建体验。 你构建压力, 实力时所用的大脑机制和构建情绪时是一样的。 任何时候, 你的身体预算都和外界息息相关, 你的大脑会对这样的预算进行预测, 然后赋予其意义。 这些预测源于你的内感受网络, 然后沿着同样的路径从大脑传给身体。 在相反的方向上, 上升路径把感觉输入从身体传递到大脑, 压力和情绪都是如此。 同样, 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在两个过程中发挥了一样的作用。 情绪和压力研究人员很少看到这些相似之处, 他们更倾向于询问压力是如何影响情绪的, 或者情绪是如何影响压力的, 就好像压力和情绪是完全独立的。 构建主义观点认为, 不同的是最终的结果, 即你的大脑是否会把你的感觉归类为压力或是情绪。 在某种情况下, 大脑为什么要进行预测, 构建压力或情绪实力, 没有人知道答案。 也许你的身体预算出现紊乱的时间越长, 你就越有可能对压力概念进行分类, 但这纯属猜测。 如果你的身体预算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你可能会患上慢性压力方面的病症。 身体预算长期失衡一般会被诊断为压力, 这也就是人们会说压力大容易生病的原因, 慢性压力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 它会破坏你的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 致使它们萎缩,停止发育。 同时, 长期身体预算失衡, 也会改变调节预算的大脑回路。 传统情绪观对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划分就讲到这。 科学家对免疫系统, 压力和情绪的研究一直在继续, 现在, 我们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如果你的身体预算失衡, 日益严重, 比如, 从小成长环境恶劣, 不仅缺乏安全感, 而且, 吃不饱, 穿不暖, 睡不好, 等等, 也会改变你的内感受网络结构, 重新连接你的大脑, 降低它精确调节你的身体预算的能力。 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在战乱地区长大的孩子, 早期的负面体验会让他们在成年后大脑预算区域变小。 在一个严厉或者混乱的家庭中长大, 家人经常吵架的女孩, 青春期期体内的炎症反应会增多, 很容易患上慢性疾病。 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这些伤害带来的后果不亚于虐待和忽视。 另外, 受欺凌的孩子也会出现同样的后果。 小时候经常受欺负的孩子, 会出现低度炎症,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成年, 很多人因此患上了各种心理和身体疾病。 身体预算一旦失衡, 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改变你的大脑, 然后各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就会找上你, 如心脏病、关节炎、糖尿病、癌症等。 幸运的是, 情绪和压力之间的联系表明, 你可以应用上一张介绍的技巧来降低发炎的概率。 例如, 如果情绪能力高的人得了癌症, 他们体内产生的促炎性细胞因子会比较少。 在研究中, 前列腺癌症病人受试者会说, 他们经常对自己的情绪进行分类, 贴标签, 而且也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 在康复期或者遭遇压力事件后, 他们的促炎性细胞因子不太可能增加。 而那些情绪波动大, 但从来不对情绪进行分类的人, 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最高。 女性乳腺癌患者如果明确地对自己的情绪进行了分类, 并且了解自己的情绪, 相对其他乳腺癌患者而言, 他们更健康, 而且并发症也相对较少。 这意味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能有效地将内感受归类为情感的人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慢性炎症的侵袭, 身体也会更好。 疼痛和压力以及情绪一样, 是一个词语, 它描述了一个群体内的各种各样的体验, 如扭伤脚踝的疼痛, 头部的持续疼痛, 蚊虫叮咬的刺痛, 当然, 也包括生孩子的剧痛。 你可能会觉得, 当你的身体受到伤害时, 信息只是从受伤部位直接传到你的大脑, 然后你大声咒骂去寻找止痛药和绷带。 没错, 当你的肌肉或者关节受伤, 你的身体组织因过热或者过冷而受损, 或者辣椒不小心进入你的眼睛时, 你的神经系统就会发送感觉输入信息到你的大脑。 这个过程叫做伤害性感受。 过去, 科学家相信, 人类大脑只能接收和表达痛感, 那就是你可以体验到疼痛。 但是, 疼痛在大脑内的运作十分复杂。 疼痛是一种体验, 当身体出现损伤时, 你会感觉到疼痛, 当大脑预测损伤即将出现时, 你也会感觉到疼痛。 如果伤害性感受能通过预测发挥作用, 就像大脑内的其他感觉系统一样,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疼痛这一概念从更基本的部分构建各种疼痛实力。 在我看来, 疼痛的构建方法和情绪的构建方法相同。 如果你在医生的办公室接受破伤风注射, 那么你的大脑会根据你以前的注射经历, 预测针头刺破你皮肤带来的痛感, 然后构建一个疼痛实力。 甚至在针头还没碰到皮肤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了疼痛。 随后愿于你身体的真实痛感输入打针发声会对预测进行修正, 一旦预测误差被修正了, 你对痛感的分类就完成了, 并赋予了它们意义。 这样, 因注射产生的疼痛体验真实地出现在了你的大脑里。 大量观察结果证实了我从预测角度对疼痛做出的解释。 当你预测疼痛会出现时, 比如在打针前一刻, 你大脑中负责疼痛的区域会改变它们的活动。 也就是说, 你先模拟了疼痛, 然后感觉到了它, 这种现象叫做反安慰剂效应。 你可能更熟悉它的对立面, 即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是指利用无药效的治剂, 如糖果, 让病人相信治疗有效监而减轻疼痛的现象。 如果你认为你的疼痛会减轻, 你的信念就会影响你的预测, 降低你的痛感输入, 然后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疼了。 反安慰剂效应和安慰剂效应使大脑负责痛感的区域发生化学变化。 发生变化的化学物质包括类鸦片活性态, 它可以缓解疼痛, 作用类似于马飞、可带因、海洛因和其他鸦片类毒品。 在服用安慰剂时, 类鸦片活性态会增加, 降低痛感, 而在反安慰剂效应中, 类鸦片活性态会减少, 因此类鸦片活性态被称为体内药箱。 我的女儿索菲亚在九个月大的时候, 得过十三次耳部感染。 我观察了她体验到的反安慰剂效应。 我们第一次带她去卡尔克医生, 当医生检查她耳朵内部时, 尽管她是个细心的医生, 她感觉很不舒服, 痛哭不止。 第二次, 刚到后诊室, 她就开始哭。 第三次在医院大厅时就开始哭, 到第四次, 我们一进入医院停车场, 她就开始哭。 在那之后, 我们每次路过医院所在的街道时, 她都会被吓哭。 这就是大脑的预测活动, 小索菲亚可能模拟了耳朵痛。 那段时间,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路过那家医院附近, 她都会吻, 去看医生。 检查索菲亚的耳朵。 直到索菲亚的耳朵痊愈, 盘山学步之后, 她花了好几个月才停止问这个问题。 疼痛和压力以及情绪一样, 都是全脑参与构建的。 疼痛构建涉及了我们熟悉的两个网络, 及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 相似之处不止于此。 痛感预测传到身体的路径, 以及痛感输入传到大脑的路径, 都和内感受关系密切。 如果说痛感是内感受的一种, 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 疼痛、压力和情绪这些身体感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样的, 甚至在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元水平也是一样的。 区分疼痛、压力和情绪是表现情绪力度的一种形式。 要想证明内感受和伤害性感受彼此互通, 是很容易的。 如果, 在我的实验室中, 我一边用高温刺激你的胳膊, 让你感到疼痛, 一边从心理上让你感觉不愉快, 那么你感觉到的痛感会增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你的身体预算分配区域进行了预测, 这个预测可以像调节音量那样上下调节痛感。 这些预测不仅会影响你的大脑对疼痛的模拟, 还会传到你的身体, 然后夸大或者缩小发给你大脑的状态报告。 因此, 你的身体预算分配区域 诱骗了你的大脑, 无视你身体的真实情况, 让你的大脑相信你出现了组织损伤。 因此可见, 当你感觉不愉快时, 你的关节和肌肉的疼痛会加剧, 你可能更容易得病。 当你的身体预算状态不佳时, 也就意味着你的内感受预测较准失败, 你会觉得你的后背更疼了, 或者你的头疼变得更严重了, 这不是因为你真的出现了组织损伤, 而是因为你的神经在彼此交谈。 这不是虚构的疼痛, 疼痛是真实存在的。 当你的身体组织没有任何损伤时, 你却体验到了持续的疼痛, 这种疼痛就是慢性疼痛。 典型的慢性疼痛主要包括纤维性疾痛, 偏头痛和慢性背痛。 全球大约有15亿人患有慢性疼痛病, 其中包括美国的1亿人口, 每年这1亿人口花在治疗慢性疼痛上的费用总计高达5000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慢性疼痛导致的劳动力损失, 那么美国每年大约要为此支付6350亿美元的费用。 慢性疼痛很难治疗, 当前治疗疼痛的处方中的止痛药和阵痛剂多半无效。 这种全球性的慢性疼痛已成为当今医学最难解的谜题之一。 在身体看起来没有任何物理性损害的情况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遭受慢性疼痛的折磨?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先思考一下, 如果你的大脑进行了不必要的疼痛预测, 随后却没有进行预测误差修正, 会发生什么? 你会毫无缘由地感到疼痛。 这非常像你在第二章中开头的那个体验, 即把一个满是斑点的照片看成一只蜜蜂的体验, 当时你真的感知到了根本不存在的线条, 才看出了蜜蜂的轮廓。 你的大脑忽略了感觉输入, 坚持认为它的预测是事实。 通过这个例子解释疼痛, 就可以得出一个慢性疼痛的合理模型, 即未经修正的错误预测。 现在,科学家认为慢性疼痛是一种大脑疾病, 根源在于炎症。 原因可能是, 慢性疼痛患者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接受了强烈的伤害性刺激输入, 虽然伤口愈合了, 但他的大脑却没有收到这个备忘录。 还有可能是, 大脑持续地进行预测分类产生了慢性疼痛。 也可能是身体内部预测从身体传向大脑的过程中增强了伤害性刺激输入。 如果你不幸患有慢性疼痛疾病, 那么你可能会经常面对他人的质疑, 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们试图通过解释消除你的疼痛, 经常会说, 你就是心理作用。 他们这样说, 真正的含义是, 你没有组织损伤, 去看精神病医生。 我要说的是, 你没有疯, 你的问题的确存在, 你的预测性大脑确实存在于你的心理, 它会在你身体损伤痊愈后, 继续产生真实的痛感。 这类似于患之综合症。 当一个人的胳膊或者腿被截之后, 他依然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 这是因为他的大脑还在对他们进行着预测。 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有趣证据表明, 某些类型的慢性疼痛是大脑预测产生的。 在生命早期, 曾感受到压力或者受过伤的动物, 更容易产生持续性疼痛。 人类若在婴儿时期进行过手术, 在童年后期, 他们会有更强烈的疼痛感。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 婴儿在进行大型手术时竟然不麻醉。 原因是, 人们认为婴儿感觉不到疼痛, 有一种身体疾病叫做复杂区域疼痛综合症。 受伤带来的痛感会莫名其妙地传到身体的其他区域, 这似乎和不好的伤害性预测有关。 因此, 和压力一样, 疼痛也是一个概念, 是你给予身体感觉意义的一个概念。 你可以把疼痛和压力化归到情绪类别, 或者认为情绪和压力是不同类型的疼痛。 我并不是说情绪实力和疼痛实力在大脑中无法区别, 但二者的确没有指纹。 如果我分别在你牙疼和愤怒时扫描你的大脑, 扫描结果会有些不同。 但是如果你在不同的愤怒情况下, 我再次对你的大脑进行扫描, 扫描结果依然存在一些不同。 不同的牙疼实力的扫描结果也可能不同, 这就是减并,便移性是常态。 情绪、剧烈疼痛、慢性疼痛以及压力都是在同一网络中构建的, 以相同的路径完成身体和大脑的双向传输。 它们涉及的大脑皮质主感觉区也是一样的。 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概念区分情绪和疼痛, 也就是说, 通过概念, 大脑赋予身体感觉以异议。 慢性疼痛很可能是你的大脑污用了疼痛的概念, 当你没受伤,身体组织未受到威胁时, 它构建了疼痛体验。 如此看来, 慢性疼痛似乎是一个悲剧事件, 先是预测不充分, 随后又收到了来自身体的错误引导。 记住刚才我们了解到的关于慢性压力和慢性疼痛的内容,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抑郁症, 它是一种让人身体衰弱, 生活遭受严重影响的疾病。 抑郁症又叫重度抑郁症, 它不仅指人们的痛苦抱怨, 如我很郁闷。 在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所写的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一书中, 机器人马文就经常郁闷。 当他对生活失望时, 他就会关闭自己的内心。 中毒抑郁症患者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 中毒抑郁症带来的痛苦, 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抑郁的人无法想象的。 小说家威廉·斯泰伦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很多情况下, 这种病是致命的, 因为它带来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 对于很多科学家和内科医生来说, 抑郁症仍然是一种精神疾病。 它被认为是典型的情感失调, 往往归咎于人的消极思想, 你对自己太苛刻了, 或者你自我毁灭性的想法太多了。 也可能是一些创伤性事件引发的抑郁症, 如果你天生比较脆弱, 那就更容易抑郁了。 也可能是你无法很好地调节你的情绪, 对负面事情反应过度, 却对积极事件反应迟钝。 所有这些解释都认为, 思维控制情感陈旧的三重脑理论。 按照这个逻辑, 只要改变你的想法, 或者调节好你的情绪, 抑郁就会消失。 概括起来就是, 不要担心, 保持乐观心态, 如果不行, 那就试试抗疫欲药。 每天, 在美国有2700万人服用抗疫欲药, 但是仍有超过70%的人, 饱受抑郁症的困扰, 精神疗法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 抑郁症一般出现在青春期, 一直持续到成年早期, 然后在一生中反复发作。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 到2030年, 抑郁症将比癌症、 中风、 心脏病、 战争或意外事故造成更多的过早死亡和多年残疾。 对于一种精神疾病来讲, 这些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很多研究努力从遗传或者神经系统寻找抑郁症的本质, 但抑郁并不是一件事。 抑郁症如你猜测的是一个概念, 是由各种不同实力组成的群体, 因此有很多因素会导致抑郁, 而在这些因素中有很多源于身体预算失衡。 如果抑郁是一种情感失调, 而情感是你的身体预算的综合总结, 答案相当糟糕, 那么抑郁可能就会真的是一种精神紊乱, 包括预算错误和预测失调。 我们知道, 你的大脑根据你过去的体验, 会不停地预测你的身体能量需求。 正常情况下, 你的大脑会根据来自身体的真实感觉信息对预测进行修正。 但是如果修正出现了异常, 该怎么办? 你的大脑就会利用这些没有经过修正的预测构建你的顺势体验。 总的来说, 这就是我对抑郁症的观点。 你的大脑持续错误地预测你的代谢需求。 你的身体和大脑此时的行为就好像你正在抵御感染或者愈合伤口一样, 而事实上, 无论感染还是伤口都不存在, 就如慢性压力或者慢性疼痛。 因此, 你的情感出现混乱, 你体验到了各种让人虚弱的抑郁症症状, 如痛苦和疲劳。 同时, 你的身体会快速代谢多余的葡萄糖去满足那些很多, 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能量需求。 最终这将导致你体重增加, 或者增加其他和代谢相关的并发症的风险, 如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 传统观点认为, 抑郁是消极思想导致的消极情感。 我的观点正好相反, 你现在的情感会成为你下一个想法和感知预测的基础。 根据过去类似的提款预测, 抑郁的大脑会毫不留情地从身体预算中提款, 这意味着你会不断地重复困难的、 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你开始进入预算失衡的怪圈, 这时也就看不到预算误差了, 因为它被完全忽略, 被拒绝了, 或者它根本就无法到达大脑。 实际上, 你陷入了一个错误预算的循环, 当你的代谢真的需要很多能量时, 你却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过去。 抑郁的大脑饱受痛苦的折磨。 抑郁的大脑就像患上了慢性疼痛的大脑, 忽视预测误差在更大的范围内封闭你。 它会让你的预算长期处于负债中, 于是你的大脑就努力削减开支。 削减开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停止运动, 不关注现实世界, 预测误差。 这就是抑郁症导致持续疲劳的原因。 如果抑郁症是预算长期错误导致的, 那么, 严格来讲, 抑郁症就不仅是一种精神疾病, 而且是一种和神经系统, 代谢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 抑郁症是神经系统多个部分, 共同作用导致的失衡。 治疗抑郁症必须对整个人进行全面治疗, 不能像修理机器的零部件那样, 孤立地治疗某个系统。 引发中毒抑郁症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 你可能遭受过长期的压力或者虐待, 尤其是在儿童时期, 这些过去有害的经历会影响你对之后世界模型的构建。 也可能你患有慢性身体疾病, 如心脏病或者失眠症, 这会让你的内感受预测出错。 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基因, 你天生就对环境和小问题十分敏感。 而且, 如果你是一个育龄妻女性, 你的内感受网络中的连结会整月的发生变化。 这时, 在你生理周期的某些时点, 你尤其容易受到不愉快情感的影响, 容易胡思乱想, 这会增加情绪紊乱的危险, 如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积极思考或者服用抗抑郁药物, 不足以让你的身体预算回归平衡, 改变其他生活方式或者进行系统调整是在必行。 情绪建构论表明, 我们可以通过打破错误预算的循环来治疗抑郁症, 也就是说, 改变内感受预测, 使之更符合你周围发生的事情。 科学家已经找到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当抗抑郁药和认知行为治疗开始发挥作用时, 你的抑郁情况会得到改善, 你关键身体预算分配区域的活动会回归正常水平, 内感受网络的连结也会恢复。 这些改变符合减少过度预测的理念。 我们也可以通过更多的预测误差来治疗抑郁, 通过让人们记录下他们的积极体验, 减轻身体预算的负担。 当然, 问题是不存在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治疗, 对一些人有效的治疗方法不一定对其他人也有效。 我见过的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来自神经学家海伦, S.梅伯格的开创性研究。 他用电刺激中毒抑郁症患者的大脑。 通电时, 这个方法能立刻减缓病人因抑郁症带来的痛苦, 因为病人的大脑不在全身心投入内部焦点, 而是转向关注外部世界, 这样大脑就可以正常预测和处理预测无差。 我们希望这些基本的但是令人鼓舞的结果能够让科学家找到持久有效的抑郁症治疗方法。 至少, 这些实验结果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抑郁症是一种大脑疾病, 并非仅仅是缺乏积极的心态。 焦虑症看起来和慢性疼痛以及抑郁症不同。 当你焦虑时, 你会担心未来而且容易激动, 就像你处于无所适从状态下的痛苦一样。 这和抑郁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你患有抑郁症, 你会觉得浑身无力, 就好像你绝望时感到很痛苦。 同时, 你也像慢性疼痛一样感觉到持续的疼痛。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了解到情绪、 慢性疼痛、 慢性压力以及抑郁症都和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有关。 这两个网络和焦虑症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 焦虑症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但有一件事似乎是确定的。 它也是由这两个网络中的预测和预测误差导致的神经紊乱。 研究显示, 焦虑症预测和预测误差的神经通路与情绪、 疼痛、 压力以及抑郁的神经通路是同一个。 对焦虑导致的神经紊乱的传统研究是建立在三重脑理论基础之上的。 该理论认为认知控制情绪。 根据这个理论, 焦虑就是所谓的主管情绪的性人和过于活跃, 而所谓的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皮质无法对它进行有效调节。 即使人们已经知道性人和不是情绪区, 前额叶皮质也不是认知区, 情绪和认知是由全脑构建的, 彼此不能互相调节, 但这种说法现在依然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 焦虑是如何形成的? 虽然我们无法了解所有的细节, 但我们有了一些令人期待的线索。 我推测, 一个充满焦虑的大脑,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和充满抑郁感情的大脑是对立的。 抑郁时, 预测增多, 但预测误差降低了, 因此你被困在了过去。 焦虑时, 来自外界的预测误差过多, 大多数的预测都不成功。 预测不充分, 你不知道下一个转角将发生什么? 人生有很多转角, 这就是传统情绪关对焦虑的解释。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焦虑症患者的内感受网络内的几个关键中枢, 包括性人和之间的连结都被削弱了。 在控制网络中, 也有一些关键中枢被削弱了。 连结被削弱后, 大脑很可能会变得焦虑, 进而无法根据情况及时做出预测, 也无法有效地学习过去的体验。 你可能在没有威胁的时候, 预测到了威胁, 或者因预测不严谨, 产生不确定性, 又或者根本就不做预测。 另外, 如果你的身体预算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你的内感受输入会变得比平时更加嘈杂。 结果, 你的大脑就会忽略这些输入。 在这种情况下, 你会面临大量不确定性, 出现许多你无法解决的预测误差。 和必然遭受的伤害相比, 不确定性患醒度更高, 也让人更不愉快, 因为, 如果未来是一个未知数, 你就无法提前做出准备。 例如, 当人们得了重病, 但仍有很大机会康复时, 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远低于那些知道自己患有永久性疾病的人。 证据显示, 焦虑症似乎和抑郁症一样是一个构建类别, 其构建方式也和情绪、疼痛以及压力一样。 在焦虑和抑郁时, 你感觉到的痛苦其实在告诉你, 你的身体预算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也许是你的大脑正在努力获取存款, 让你变得更加不愉快, 也可能是你的大脑为了减少你对存款的需求, 迫使你保持静止不动, 结果使你感觉到很疲劳。 你的大脑可能会把这些感觉分类为焦虑、 抑郁、疼痛、压力或者情绪。 必须明确的是, 我并没说中毒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我只是表明, 每类心理疾病都是包含不同实例的群体, 某些症状集合剂可能出现在焦虑症的一个实例中, 也可能出现在抑郁症的实例中。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海伦、阿斯梅伯格的一些中毒抑郁症患者, 如近似紧张症的患者, 他们显然不会被诊断为焦虑症, 但他的其他一些处于疼痛中的病人, 可能会被合理地诊断为焦虑症、 慢性压力, 甚至是慢性疼痛。 总之, 中毒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有很多症状互相重叠, 而且也和慢性压力、 慢性疼痛以及慢性疲劳综合症的一些症状重叠了。 这些观察数据为我第一章提出的那个谜题提供了答案, 为什么我研究生时的受试者无法辨别抑郁和焦虑? 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理由, 即情绪力度, 在我的实验中和其他一些受试者相比, 有一些受试者可以更精准地构建情绪。 但现在, 第二个理由出现了, 即焦虑和抑郁是对相似感觉分类形成的概念。 在我的实验中, 当受试者感觉不愉快时, 我会让他们通过评分量表来报告自己的情感, 但是这个量表只与焦虑和抑郁相关。 通常, 你给人们什么样的测量标准, 他们就会用什么去衡量。 如果有人感觉很糟糕, 你只给他一个焦虑量表, 他就会用焦虑量表中的词汇描述自己的情感。 他甚至会感到焦虑, 因为这些词汇使他模拟了一个焦虑的实力。 同样, 如果你给受试者一张抑郁评估量表, 他就会用抑郁性词汇报告自己的情绪, 最后很可能他真的抑郁了。 这解释了我提出的一些谜题, 如焦虑和抑郁这样的概念能够影响人们的分类, 就像基本情绪法中基本情绪词汇列表可以影响感知一样。 不久前, 我在一位医生的办公室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那段时间, 我总是感觉疲劳, 而且体重增加了一些。 这位医生问我, 你抑郁吗? 我回答说, 好吧, 我没有不好的感觉, 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感觉很累。 医生说, 也许你抑郁了, 但你自己不知道。 医生并没有意识到, 不愉快的情感也可能是身体原因导致的, 而我长时间感觉劳累, 可能是因为我管理着一个上百人的实验室, 严重缺少睡眠, 而且为了要完成本书的创作, 我还经常熬夜。 另外, 我还有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儿, 再加上我现在处于更年期。 最后我给她解释了内感受和身体预算, 但问题是, 如果她只是简单地诊断我得了抑郁症, 实际上, 在那一刻她就可以在我身上找到一种抑郁的感觉。 没错, 我感觉疲劳, 可能因为慢性压力, 我还有点严正。 如果我没有反抗, 我可能就会带着抗抑郁药的处方离开, 然后就会坚信自己得了抑郁症, 我和我的生活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而且是我自己无法处理的问题。 如果我就此开始寻找自己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想法可能会让我已经处于紊乱的身体预算进一步恶化, 如果你寻找, 你总会发现问题。 想法, 我和我的医生发现了身体预算的问题, 并找到方法修复了它。 我的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他正在和我共同构建我的体验。 他想要构建一个社会现实, 而我想构建另一个。 当来自现实世界的预测误差控制预测时, 你可能会焦虑。 如果你根本无法预测, 会发生什么? 首先, 你的身体预算可能会一团糟, 因为你不能预测你的代谢需求。 你很难将来自视觉、 听觉、 嗅觉、 内感受、 痛觉以及其他感觉系统的感觉 输入整合成一个整体。 因此, 你会破坏自己的统计学习, 因而很难学习基本概念, 甚至无法从不同角度认出同一个人。 很多事情都会超出你的情感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是一个婴儿, 你很可能对其他人不感兴趣, 你不再看照料者的脸, 他们也就很难帮助你调节你 高度混乱的身体预算, 你与他人之间的重要连结被打断了。 在学习和社会现实相关的纯性理概念时, 你可能也会有麻烦, 因为纯性理概念是通过词汇来学习的, 但是因为你对其他人不感兴趣, 所以你可能学习语言也有困难, 你永远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系统了。 最后, 你的感觉输入就会永远模糊不清, 而且也没有几个概念可以帮助你理解它。 你会一直都非常焦虑, 因为无法预测感觉。 实际上, 你的内感受, 概念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彻底崩溃了。 为了学习, 你需要保证你的感觉输入的一致性, 甚至是模式化的, 尽量不要产生任何变化。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但对我来说, 这组症状听起来就像自闭症。 显然, 自闭症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疾病, 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 不是极端文字就可以说清楚的。 自闭症的表现变化多端, 各种症状产生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我要说的是, 最大的可能性是, 自闭症是一种预测障碍。 可以描述自己的体验的自闭症患者, 能说出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东西。 谭普, 格兰廷是一名自闭症患者, 他坦然面对自己的病情。 在自闭症的世界, 艺术中, 他清楚地写出了他缺乏预测能力, 而且总是预测失误。 突然的巨响会让我的耳朵很痛, 就像牙医在钻我的神经一样。 他生动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努力形成概念的, 在我还是个孩子时, 我通过体型的大小给猫和狗进行分类。 我们小区的狗的体型都比较大, 直到有人养了纸达克斯猎狗。 我还记得, 当时我看着那只小狗, 努力, 想要弄清楚它为什么不是一只猫。 13岁的男孩冬田植树也是一个中毒自闭症患者, 他写了, 为何我会跳起来? 一书, 记录了他为了学习分类付出的努力。 首先, 我努力回想过去, 寻找与眼前发生的事情最为接近的体验。 当我找到一个比较接近的匹配后, 下一步, 我就开始努力回想上次我说了什么。 如果幸运的话, 凑巧想出一个可用的体验, 那就万事大吉了。 换句话说, 因为缺少一个正常运作的概念系统, 对于其他人的大脑可以自动完成的工作, 冬田植树却不得不经过很多努力才能完成。 现在, 也有一些研究者同意, 自闭症是由预测失败导致的。 他们认为, 自闭症主要是由控制网络的功能紊乱导致的。 自闭症患者建立一个世界模型, 但这个模型对每种情境而言都过于具体。 也有人认为, 自闭症的问题在于一种叫催产素的神经化学物质的缺失, 这种缺失导致内感受网络出现问题。 我认为, 自闭症不仅是因为网络问题, 而是因为减病存在着各种可能性。 实际上,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 其在基因、神经生物学和症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我推测, 自闭症的问题始于身体预算循环, 因为这种病症是天生的。 另外, 所有的统计学习都是以身体预算调节为基础的。 循环出现变化会改变大脑的发展轨迹。 如果大脑预测功能不健全, 那么你就会受环境支配。 当神经系统已经优化成一个新陈代谢效率更高的大脑组织时, 你的大脑就会受到刺激和反应的驱动。 这也许可以解释自闭症患者的经历。 至此, 你已经发现几种主要的严重心理疾病都和免疫系统有关。 在你具有预测功能的大脑内, 免疫系统把你的身心健康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预测不准, 你也没有进行核查, 就会导致身体预算长期失衡, 导致大脑炎症, 进一步摧毁内感受预测,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以这种方式, 构建情绪的相同系统也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我并不是说身体预算是导致所有心理疾病的唯一原因, 我也没有说调整预算回归平衡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我要表达的是, 各种心理疾病的产生有一个共同因素, 即身体预算, 而不是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 疾病的产生因素各不相同。 当你进行了过多的预测, 但却没有足够的修正时, 你会感觉很糟糕, 难受的滋味取决于你使用的概念。 少数人会感觉愤怒或者觉得丢脸, 大部分人会出现慢性疼痛或者抑郁症状。 相比较而言, 太多感觉输入和无效预测会让人感觉很焦虑, 极个别的人会发展成焦虑症。 如果根本就没有进行预测, 那么你可能会出现自闭症的症状。 所有这些精神紊乱似乎都源于预算错误。 现在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 一个年轻人因为多种原因导致了身体预算长期失衡, 可能是因为明显的药物滥用或者有意忽视, 当然, 也可能是大量的小事堆积导致的, 也可能因为在电视、电影、视频以及电脑游戏中, 他经常看到暴力画面, 还有在流行音乐中听到的侮辱性言语, 以及在和同伴打招呼时模拟的嗨、小贱人。 这是友好的问候, 侮辱还是威胁?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欺凌看成一种玩笑方式, 因为在电视上, 人们在笑声中互相说着可怕事情。 而短信和社交媒体的一些形式, 又为这种社会排斥, 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再加上睡眠不足, 缺乏锻炼, 以及一些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食物, 可以说, 这一代人之所以会出现身体预算长期失衡的问题, 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美国鸦片制剂的使用已泛滥, 这和慢性身体预算失衡带来的痛苦有关系吗? 你的大脑中天然的鸦片类物质可以减轻疼痛, 因为它们可以调节情感, 不是伤害性感受。 鸦片类药物模拟了这些效果, 这可能就是它们被滥用的原因。 从1997年到2011年, 美国成年人中, 处方药上瘾的人数增加了900%, 还有很多人求助于海洛因, 中熟兴奋药和其他借头毒品来减轻痛苦。 我们也了解到, 在美国, 相当一部分人睡眠不足, 饮食不规律, 缺乏运动。 服用鸦片类药物, 人们可以自行处理长期身体预算失衡引发的各种不适。 它们开始服用鸦片类药物的理由各种各样, 由一直使用发展到最后的滥用。 我想, 这是因为它们想要调节紊乱的情感, 让自己的心情变好。 它们的身体预算太混乱了, 大脑中天然的鸦片类物质已经无法胜任它们的工作了。 调节饮食可以减缓预算长期错误带来的痛苦, 有些食物可以刺激一些对鸦片类药物有反应的大脑受体。 在对老鼠的实验中, 这种刺激导致老鼠狂吃高热量的食物即使它们并不饿。 对人类来讲, 吃糖能够刺激大脑鸦片类物质增加分泌, 因此吃垃圾食物或者白面包通常会让人感觉心情好。 这也就难怪我那么喜欢法式脆皮面包了。 事实上, 糖可以作为一种温和的止痛剂。 因此, 有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对糖上瘾的社会, 他们可能并没有说错。 如果人们使用碳水化合物作为药剂, 来让自己的情绪和感觉变得更好,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会说, 你好, 肥胖症。 一群身体预算失衡的公民不仅要花费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 他们还会失去幸福, 人际关系, 甚至是生命。 很多研究人员过去通过本质论对焦虑, 抑郁和慢性疼痛进行分类, 现在他们开始摒弃本质主义, 转而寻找一些潜在的共性因素。 如果我们能够将内感受, 身体预算平衡, 以及情绪概念都列入潜在共性因素中, 那么, 在治疗这些让人虚弱的疾病上, 我们就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 同时, 了解这些共性因素, 你可以远离疾病更有效地与医生沟通。 我们所有人都走在外界与大脑, 自然与社会之间的钢丝上。 很多过去被看成纯心理的现象, 抑郁, 焦虑, 压力和慢性疼痛, 实际上可以用生物术语来解释。 其他被看成纯生理的现象, 如疼痛, 也是心理上的概念。 要想成为构建自己体验的高效建筑师, 你需要区分物理现实和社会现实, 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但同时也要明白, 这两者不可逆转地交织在一起。 第十一章, 情绪失控就可以激情杀人。 哪些情绪是可接受的, 什么时候可接受, 以及如何表达情绪,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在美国文化中, 在他人去世时, 表现出悲伤是可接受的, 但在灵鹫入土时, 窃笑就是不可接受的。 惊喜派对上表现出惊喜和高兴是可接受的, 如果你提前知道了, 也一定要表现出惊喜的样子。 在菲律宾群岛的伊隆哥部落中, 在举行庆祝仪式时, 部落中的人会组队猎杀敌人的头颅, 这时他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化愤怒为力量的情绪, 这对他们来说是可接受的。 如果你违背了社会现实的文化规则, 就会受到惩罚。 在葬礼上大笑, 会让人对你避之唯恐不及。 在他人为你精心准备的派对上, 你表现得一点都不惊喜, 就会让客人很失望。 绝大多数文化不再推崇猎头。 在任何社会中, 情绪的终极规则是由法律制度规定的。 这样说, 你可能感到很惊讶,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 在美国, 如果你的会计偷走了你的毕生积蓄, 或者一个银行工作人员把不良贷款卖给你, 那么你想要杀死他们是不可能的。 但是, 如果你的配偶有了地下情人, 你一怒之下杀了他他, 法律则可能会对你从轻发落, 尤其当你是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让邻居感到害怕, 让他们认为你会伤害他们的身体, 这是不可接受的, 这会被认为是侵犯人身权。 但在美国一些州, 如果你是为了不退让, 先伤害某个人, 即使你杀了那个人, 也可以被判为无罪。 你可以公开恋情, 但在过去, 你的恋爱对象最好不要是同性或是其他种族的人。 违反这些规则, 你有可能失去金钱, 自由, 甚至是生命。 几个世纪以来, 美国法律一直深受传统情绪观和人性本质论的影响。 例如, 法官总是试图排除情绪干扰, 希望能够单纯凭借理性做出决定。 这种观点认为, 情绪和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尸体。 暴力犯罪者再次辨识, 大都称自己是愤怒的受害者。 他们认为愤怒是他们实施暴力的唯一元凶, 当一个人的大脑不受控制, 思维不清晰时, 那么愤怒达到一定地步就会演化为暴力。 陪审团会看被告是否感到悔恨, 好像悔恨是被告面部和身体上唯一可探测的表情。 专家证人会证明被告的不良行为是某一大脑区域出现错误引起的, 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 法律是一种社会契约存在于社会世界中。 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吗? 人性本质论认为, 只有你在没有被情绪控制的情况下才需要负责。 其他人需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吗? 不, 因为你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 那么, 你如何确定某个被告的感觉? 你可以通过观察它或它的情绪表达。 你怎样才能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公正决策? 把你的个人情绪放到一边。 伤害的本性又是什么? 是身体伤害, 也就是说组织破坏比情绪伤害更严重。 本质认为情绪和身体是分开的, 情绪是无形的。 虽然神经科学一直在试图揭穿它们的谎言, 但所有的这些假设源于本质论依然构成了法律最深层次的基础, 并广泛用于判罪量刑上。 简单来说, 本质论源于信念, 而不是科学, 根据这种过时的意识理论, 有些人受到不公正的惩罚, 而有些人逃脱了惩罚。 在本章中, 我们将对法律体系中一些常见的情绪误区进行探讨, 进一步了解一个具有更丰富生物学基础的意识理论, 是否可以改善社会对正义的追求。 每个发育期的青少年都会发现自由是伟大的, 你可以和朋友在外面一起过夜, 你可以决定不做作业, 你可以选择吃蛋糕当晚餐。 但是正如我们大家所了解到的, 选择总是伴随着后果, 法律的建立基于一些简朴的思想, 仅你可以选择对他人的好坏, 选择了就要承担责任。 如果你恶劣地对待他人, 对方就会受到伤害, 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惩罚, 尤其是当你故意实施伤害的时候。 这就是社会对你个人的尊重。 一些法律学者说, 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源于你可以选择你的行动, 但你要对你的行动负责。 如果某件事妨碍了你自由选择的能力, 那么法律会认为, 即使你实施了伤害, 你也不必负全责。 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戈登·帕特森的妻子罗伯塔和他的情人约翰·诺斯拉普偷情时被戈登当场抓住了。 戈登向诺斯拉普的头部连开两枪, 杀死了他。 他对枪击事件供认不讳, 但认为自己在当时是情绪失控, 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根据美国法律, 戈登突然爆发的愤怒导致了他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 因此他被判二级谋杀罪而不是一级谋杀。 一级谋杀是只有预谋的谋杀, 最终遭受的惩罚也更严厉。 换句话说,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理性谋杀比情绪失控导致的谋杀更糟糕。 美国法律体系认为情绪是我们动物本性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不用理性思维控制情绪, 情绪一旦失控, 我们就会做傻事, 甚至实施暴力。 几个世纪以前, 法律界人士认为当人被激怒时可能会杀人, 因为他们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 愤怒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 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愤怒让人丧失理智, 无法按照法律形式, 部分减轻了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的辩护, 根据是传统情绪观中我们很熟悉的一些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 愤怒有一个通用类型, 具有特定的指纹, 可以为谋杀指控进行辩护。 这个通用类型据说, 包括面色潮红, 牙关紧咬, 鼻孔大张, 心跳和血压升高, 并且浑身冒汗。 正如你所了解到的, 这个所谓的指纹, 只是西方文化的思维定势, 并没有数据支持。 通常, 当一个人愤怒时, 他会心跳加快, 但其他情况也会导致心跳加快, 如一个人在快乐, 悲伤和恐惧时, 也会出现类似的心跳加快情况。 但很少有谋杀, 是因为快乐或者悲伤发生的, 如果因为快乐和悲伤而杀人, 法律不会认为这样的情绪类别可以作为减刑的依据。 另外, 愤怒类别中很多实力并不会导致谋杀。 我可以肯定地说, 在我的实验室中, 二十年间我们激发了无数的愤怒实力, 但从未见哪个受试者杀过人。 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愤怒表现, 诅咒, 威胁, 砸桌子, 离开房间, 痛哭, 努力解决彼此间的冲突, 甚至有人对施压者怀恨在心时, 依然面带微笑。 因此, 把愤怒看成不受控制的谋杀的导火索相当值得怀疑。 当我向法律界人士解释愤怒没有基因指纹时, 他们通常会认为, 我所说的是这种情绪不存在。 但事实并非如此, 愤怒当然存在。 你只是不能指着被告的大脑, 面部或者心电图的某一点说, 看, 愤怒就在那里, 更不用说得出法律结论了。 激情杀人量刑的第二个法律系统假设是, 大脑中的认知控制成了理性思维, 蓄意行动和自由意志的代名词。 如果法官要判定你有罪, 你只做了一件有害的事, 法律术语称之为犯罪行为是不够的, 你还必须是有意实施的, 即你要有犯罪意图。 另一方面, 情绪被认为可以快速, 自动激发你的反应, 这种反应源自你远古的兽性之心。 人类思维被认为是理性和情绪的战场, 如果你无法理性地控制自己, 据说情绪就会冲出来绑架你的行为。 情绪会干扰你的选择行为, 就此减轻你的责任。 关于情绪的这些叙述被认为是人性最原始的部分, 被人类独有的, 更高级的理性所控制, 这就是三重脑理论神话。 三重脑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该理论认为, 情绪和理性的区别是因为它们在大脑中是分离的, 但二者可以互相调解。 在你的大脑中, 性人和主管情绪, 它正在窥测一个打开的收银机, 但是, 随着故事的发展, 你理性地思考了坐牢的可能性, 你的前额、 叶皮质猛踩刹车, 阻止你把手伸进收银机的抽屉。 但是, 正如你已经了解到的, 思维和情感在大脑中并不是分开的。 你希望快速拿钱的渴望, 以及你放弃拿钱的决定, 都是在你的整个大脑中, 通过各个网络间的互动构建的。 无论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不管它是自动的, 如是别出一把枪, 还是深思熟虑的, 如瞄准目标你的大脑, 会一直对它们同时进行预测, 这些预测通过竞争来决定你的行动和体验。 在不同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体验经历, 有时你会感觉情绪无法控制, 就像突如其来的愤怒, 没有任何预警, 但你也可以故意表现得很愤怒, 然后精心地策划谋杀某人。 另外, 像记忆或者想法这样的非情绪因素, 也会自动跳入你的脑海。 但我们, 从来没有听说过, 被告承认自己在思考一阵的情况下杀人。 你甚至可以故意让自己陷入暴怒。 2015年, 被控谋杀多人的德拉诺·鲁夫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教堂的读经聚会上, 开枪射杀了9人。 在枪杀案发生的好几个月前, 他似乎就一直在有意酝酿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怒火。 鲁夫说他差一点无法实施他的计划, 因为每个人都对他非常友善, 他似乎在聚会上干了一件令人发指的事, 他重复着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你们必须走。 因此, 总的来说, 情绪的瞬间并不等同于你失控的瞬间。 愤怒是由各种实力构成的一个群体,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愤怒不是一种自动反应。 这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别的情绪, 认知、感知以及其他类型的心理事件。 在我们的大脑中, 似乎有一个快速、 直观的过程和一个缓慢、 深思熟虑的过程, 前者更情绪化, 后者更理性, 但是这种说法不管是在神经科学还是行为基础上都站不住脚。 在构建过程中, 有时候你的控制网络占优势, 有时它的作用会减弱, 但是它一直在发挥作用, 而后者并不一定是情绪化的。 除了本质论给出的一般理由, 还有什么原因让大脑双系统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因为绝大多数心理实验不知不觉地沿用了这个说法。 在现实生活中, 你的大脑的预测从不间断, 每个大脑状态都取决于前一刻的状态。 而实验室里的实验打破了这种依赖。 受试者看到的图像或者听到的声音都是随机提供的, 而且, 在看到每张图片或者听到每个声音后, 都要按一下按钮给出反应。 这样的实验过程打破了大脑预测的自然过程。 实验的结果就是, 受试者的大脑做出了快速、自动的反应, 然后在大约150毫秒后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就好像这两种反应来自大脑中不同的系统。 近百年来, 我们的实验一直存在这种缺陷, 而恰恰是这种缺陷导致了双系统大脑的幻觉, 而我们的法律维持了这种错觉。 法律体系根据本质论对大脑和思维的解释, 混淆了意志你的大脑是否真的可以控制你的行为和意志的意识? 你是否可以选择? 神经科学对二者的区别有很多说法。 如果你双腿弯曲坐在一张椅子上, 脚趾不碰触地面, 敲击你膝盖骨下面一点的位置, 你的小腿下部会弹跳一下。 把手伸向火焰时, 你的手臂会退缩。 像你眼睛吹气, 你会眨眼。 每个动作都是一种条件反射, 感觉直接导致了运动。 周围神经系统的反射活动是感觉神经元直接连接运动神经元。 我们把反射产生的运动叫做无意识运动, 有一个且仅有一个特定的感觉刺激的特定行为是由直接连接造成的。 但是, 你的大脑的连接和反射不一样。 如果一样, 你就会被周围的世界控制, 就像海魁一样, 即使不小心碰触到其他鱼类, 也会迅速刺向对方。 海魁的感觉神经收到来自周围世界的感觉输入, 直接连接它的运动神经, 引起运动。 海魁没有意志力, 无法自己做出选择。 但是, 人类大脑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之间不是直接连通的, 有中间媒介, 即联合神经元。 联合神经元赋予你的神经系统十分强大的能力、 决策力。 当一个联合神经元收到一个感觉神经元信号时, 它会有两个行动, 而不是一个。 它会刺激或者抑制运动神经元。 因此, 相同的感觉输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选择的生物基础, 是最宝贵的人类财产。 因为联合神经元的存在, 如果一条鱼碰到了你的皮肤, 你可能会产生各种反应, 无所谓, 大笑, 暴力回击, 或者其他任何的行为。 你有时可能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海魁, 但绝大多数时候,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这种能力远超你自己的想象。 大脑中帮助你选择行动的控制网络, 由联合神经元构成。 控制网络不停歇地对你的行动做出选择, 你只是感觉不到自己被控制了。 换句话说, 你掌控一切的体验就是这样一种体验。 因为传统人性观, 法律无法与科学同步。 法律把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 自由意志, 看成你是否觉得这是对自己行为和想法的控制。 这没有区分选择能力, 大脑控制网络的运作方式, 以及你主观的选择体验之间的区别。 在大脑中,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科学家一直没有弄清楚大脑是如何创造控制体验的,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 在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 把没有控制意识的时刻看成一种情绪, 这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这一切对法律意味着什么? 请记住, 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是根据意图某个人是否故意实施伤害来判定有罪或无罪。 法律应该以犯罪方是否具有伤害意图, 伤害意图是否明显来定罪量刑, 而不应根据是否涉及情绪或者这个人当时是否意志清醒。 情绪不是理性的暂时性偏差, 不是未经你同意就入侵你的外星力量, 也不是留下无尽破坏的海啸, 甚至不是你对世界的反应。 情绪是你对周围世界的构建, 情绪实力不会比想法, 感觉, 信念或者记忆更容易失控。 事实是, 你构建了很多感觉, 体验, 你执行了很多行动, 大多数你都可以控制得很好, 但也有一些是你不能控制的。 在法律系统中, 有一个标准叫理性人。 理性人代表了社会行为准则, 也就是说你所属文化的社会现实。 被告根据这个标准被评估。 想想激情杀人辩护的核心法律依据, 如果一个理性人同样被激怒, 他也没有机会冷静下来, 那么他会犯同样的罪吗? 理性人标准以及其后存在的社会行为规范, 不仅仅反映在法律上他还创造了法律, 有这样一种说法, 这就是我们期望的人类行为, 如果你无法遵守, 就会受到惩罚。 这是一种社会契约, 是不同个体构成的族群中的普通人的行为指南。 和所有的平均值一样, 理性人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任何个体。 它是一种刻板印象, 它包含了情绪、表达、 情感和知觉。 它是传统情绪观和人性古典观支持的人性的一部分。 基于情绪刻板印象的法律标准, 在对待男性和女性公平上问题尤其大。 在很多文化中, 有一种观点十分盛行, 即女性比男性更加情绪化, 更富有同情心, 而男性自制力更强, 更善于分析。 带有这种刻板观点的书籍到处都是, 似乎这就是事实了。 这样的书籍包括, 女性大脑, 男性大脑, 她的大脑, 她的大脑, 本质相依, 脑部性别, 释放女性大脑力量, 等等。 这种刻板印象甚至影响了一些广受尊重的女性的看法。 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林, 奥尔布莱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很多大学同学让我感到自己过于情绪化, 我一直努力在克服这一点。 后来, 在谈论我心中的重要话题时, 我学会了如何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 没有情绪波动。 花点时间, 思考一下你自己的情绪。 你是经常情绪反应激烈, 还是对很多事都没有感觉。 在我的实验室里, 当我们让受试者根据类似问题描述他们记忆中的情绪, 感觉一般来说, 女性认为自己比男性更情绪化。 也就是说, 女性认为他们比男性更加情绪化, 而男性对此表示同意。 有一个情绪例外, 那就是愤怒, 因为受试者认为男性更容易发怒。 但是, 当同样一批人记录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情绪体验时, 并没有性别差异。 在男性和女性中, 有的人比较情绪化, 而有的人情绪波动并不大。 同样的, 女性的大脑并不是天生就具有情感和同情心, 男性的大脑并不是天生就具有高度自制力或者是更加理性。 这些对性别的刻板印象从哪里来的? 至少在美国,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通常表现得更加情绪化。 例如, 在看电影时, 女性的面部表情变化就比男性多, 但是女性并没有报告说自己在观看电影的时候, 比男性有更强烈的情绪体验。 这个发现可能有助于解释在法庭上女性更加情绪化, 而男性更加理性化这样的刻板认识, 这种认识对法官和陪审团影响很大。 因为这些刻板印象, 男性和女性会适用于不同的激情杀人辩护和一般法律诉讼。 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在这两个案件中, 被告除了性别不同, 其他情况都一样。 第一个案例中, 一个叫罗伯特·艾略特的男人被指控杀死了他的兄弟, 据称他因为极度的情绪不稳, 包括极度害怕他的兄弟。 陪审团判定他的谋杀罪成立, 但裁决结果被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推翻, 最高法院认为他对兄弟的强烈感情压倒了他的自空力和理性。 第二个案例中, 一个叫做朱迪·诺曼的女性在被丈夫蓄意殴打和虐待多年后, 终于不堪虐待, 杀死了他。 诺曼辩护称自己是出于自卫, 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或巨大身体伤害的恐惧。 但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辩护, 最终他还是被判了故意杀人罪。 这两个案件中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体现了人们对男性和女性情绪认识的几个刻板印象。 男性愤怒很正常, 因为他们应该是攻击者, 女性则应该是受害者, 他们不应该生气, 他们应该感到害怕。 女性一旦表达愤怒就应该受到惩罚, 失去尊重, 减薪, 严重地会失去工作。 每当我看到一个精明的政客为自己的女对手贴上愤怒的母老虎的称号时, 我就觉得这种讽刺事实上是在强调她实力强悍, 能力卓越。 我还没见过哪位女性在获得成功登上高位之前, 不被认为是母老虎的, 在法庭上, 诺曼女士因为愤怒失去了自由。 实际上, 在家庭暴力案件中, 同样是杀死自己的伴侣和女性相比, 男性一般判刑时间比较短, 被起诉的罪行也比较轻。 一个杀人的丈夫是一个典型的丈夫, 杀死丈夫的女性就不是一个典型的妻子, 因此, 她们很少被判无罪。 当家庭暴力受害者是非洲裔美国女性时, 情绪的刻板印象带来的后果更严重。 在美国文化中, 受害者应该具有的典型特征是恐惧、 消极和无助, 而非洲裔美国人社区, 女性有时会违背这种刻板印象, 为保护自己免受施暴者的迫害, 大力为自己辩护。 通过回击, 她们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情绪刻板印象, 即愤怒的黑人女性, 这也是美国法律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说法。 这些妇女本身更有可能受到家庭暴力的指控, 即使她们可能因为自我防卫进行了回击, 但力度远小于遭受的暴力。 在这里, 不允许你坚持立场。 如果这些女性伤害或者杀死了对她们施暴的人, 同等情况下和欧洲女性相比, 她们遭受的惩罚更严重。 例如, 一位名叫珍·班克斯的非洲裔美国女性赐死了她的同居恋人。 她的同居恋人叫詹姆斯·布拉泽·麦克唐纳。 两人住在一起时, 她经常遭受到家庭暴力, 多次因被虐入院接受治疗。 某一天, 两个人喝醉后, 大吵了起来。 在争吵中, 麦克唐纳把班克斯推倒在地, 试图用玻璃刀划伤她。 班克斯为了保护自己抓住刀进行反抗, 在反抗中, 刀刺穿了麦克唐纳的心脏。 虽然她坚称自己是自卫, 但依然被判二级谋杀。 而前文提到的朱迪·诺曼因为是白人, 被判故意谋杀, 这个判决要比二级谋杀轻。 除了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外, 容易发怒的女性在其他地方同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在强奸案中, 如果女性是易怒性格, 法官就会从他们身上推断出各种各样的负面性格, 但如果受害者是男性同样易怒, 法官则往往不会这样做。 当一个女性被强奸时, 法官和陪审团以及警察在证人席上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痛苦的女性, 这通常会让强奸犯被判得更重。 如果这个女性表现得很愤怒, 会给法官留下负面印象。 这些法官会把他们看成另一个版本的愤怒的母老虎。 当人们在一个男性身上感知情绪时, 通常会和她的处境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他们感知一个女性的情绪时, 却会和女性的性格联系到一起, 她就是一个坏女人, 而她只是过了糟糕的一天。 在法庭之外, 我们发现刻板印象也对我们的情绪进行了规定, 规定了我们感知和表达的哪些情绪是可接受的。 堕胎法表明了女性堕胎后有哪些感觉是合适的, 其中包括悔恨和愧疚, 却没有提到解脱和快乐。 同性婚姻合法性的争论,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法律是否应该认可同性之间存在着浪漫的爱情。 收养法中, 当男童性恋收养孩子时, 存在的质疑是父爱是否可以等同母爱。 总之, 法律对男性和女性情绪的看法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这些观点只不过是延续了过时的人性观。 不管是从法律上来看, 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选择的例子只是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 我几乎没有触及种族群体的情绪刻板印象, 有些种族群体在法庭位外, 都遇到了类似的困境。 只要法律规定了情绪的刻板印象, 就会继续有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例如, 斯特凡尼亚, 爱伯丁被控杀害了自己的妹妹, 在杀人前, 她给被害人强行喂食了毒品, 然后焚烧起尸体。 她的辩护团队采取了非常大胆的辩护形式, 把其犯罪归咎于她的大脑。 脑成像显示, 和另一组十个健康女性的大脑相比, 爱伯丁大脑皮质中有两个区域含有较少的神经元。 其中一个区域是脑倒, 据辩方律师称脑倒和进攻相关。 另一个是前扣带回, 据称和降低一个人的意志性有关。 于是, 两位专家证人得出结论, 她的大脑结构和犯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可能的。 有了这个证词后, 爱伯丁的判决从终身监禁降到了有期徒刑20年。 2011年, 像这样的法律判决在意大利媒体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但现在, 随着律师们在辩护策略中使用神经科学的发现结果, 这种判决越来越普遍。 但是, 这些判决合理吗? 大脑结构可以解释某些人为什么会犯罪吗? 大脑内某一区域的大小或者连接情况真的可以导致谋杀行为? 真的可以以此为依据减少罪犯的责任吗? 爱伯丁辩护团队所做的法律论证严重歪曲了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 把一个复杂的心理类别, 如攻击定位到一套神经元,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减并性。 攻击和其他概念一样, 每次构建时, 大脑中所用神经元都不同。 甚至是打或咬这样的简单动作, 也无法定位到人类大脑的一组神经元上。 爱伯丁辩护团队提到的大脑区域是整个大脑连接最紧密的区域之一。 每个你能够列举出来的心理活动, 从语言到疼痛再到数学技巧, 它们都显示出了更强的激活能力。 因此, 没错, 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可能会在攻击行为和冲动行为中发挥作用, 但要说这些区域和极端的谋杀行为具有某种特定的因果关系, 就有些夸张了, 如果爱伯丁一开始的动机就是攻击的话。 大脑大小的变化会导致行为变化这种说法同样是在夸大其次。 没有两个大脑是完全一样的。 每个大脑中组成部分一样, 每个部分的位置大致相同, 各个部分之间以相同的方式连接, 但在细利度级别以及微回路连接上, 每个大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有些可能会导致行为差异, 但多数不会。 和我的大脑相比, 你的脑倒可能比我的大, 灵结也比我的密切, 但这并不会让你我的行为出现显著差异。 我们研究了很多人的大脑, 统计发现, 攻击性差不多的人的脑倒大小差别很大, 因此, 不能说脑倒大就容易发动攻击, 甚至谋杀。 另外, 即使脑倒大的人容易发动攻击, 但到底多大才会让他成为杀人犯。 在极少数情况下, 脑瘤会压迫脑神经, 让人性格大变, 但把谋杀归咎于大脑的一个区域, 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也许, 在艾伯丁案件中, 最令人震惊的事情, 是专家证人和法官认为, 大脑的不同可以解释它的谋杀行为, 它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所有的行为都源于大脑。 人类的行为, 思想或者情感的存在离不开神经元的放电。 在法庭上, 滥用神经科学知识, 用生物学解释, 自动减轻某个人应承担的责任。 这无异于再说, 你的大脑就是你。 法律经常寻找简单的单一原因, 所以很容易将犯罪行为归咎于大脑的失常。 但现实生活中, 没有哪个行为是简单的。 每个行为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你大脑的预测, 来自无感的预测误差, 内感受感觉, 以及数以亿计的预测回路的复杂极连。 这仅是一个人大脑内的活动。 你周围其他人的大脑, 也会影响你的大脑。 不管你什么时候说话或采取行动, 你也会影响到你周围人的预测。 反过来, 它们也会影响到你的预测。 你所属的整个文化环境都会对你产生影响, 影响你构建概念, 影响你的预测, 进而影响你的行为。 人们可以就文化作用的大小展开讨论, 但文化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 需要注意的是, 有时生物病变也可能会干扰到你的选择能力, 如得了脑瘤或者某些神经元坏死。 但是大脑的变化在结构、功能、 化学物质或者基因等方面并不能作为减轻刑罚的合理解释。 变异性是常态。 2015年, 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的焦哈尔·萨纳耶夫在获罪两年后, 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萨纳耶夫接受了陪审团的审判, 这是美国宪法赋予美国人的权利。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DC对量刑的报道, 只有两位陪审员认为萨纳耶夫有懊悔之心, 另外的十位陪审员和马萨诸瑟州的其他陪审员一样, 都认为他毫无回忆。 陪审员通过审判过程中对萨纳耶夫的仔细观察, 来判断他是否具有回忆。 据说, 在整个审判的绝大部分时间, 萨纳耶夫都表情僵硬地坐在那里。 Sweet.com网站指出, 公诉人认为焦哈尔·萨纳耶夫毫无回忆, 而他的辩护律师未能或者不能提供任何证据表明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在刑事案件中, 陪审团的审判被认为代表了公平的黄金法则。 陪审员需要根据提交的证据做出决策, 但是在一个预测的大脑中,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陪审团成员观察每个被告、 原告、证人、 法官、 律师、 法庭以及细微的证据时, 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概念系统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 陪审员的观点根本不可能完全公正。 实际上, 最后应该产生的公正, 客观的事实是由12个陪审员的主观看法组成的。 认为陪审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从被告的面部表情、 身体动作或言语中察觉到被告的悔恨, 这种看法完全体现了传统情绪观, 这种观点认为情绪的表达和认可具有普遍性。 法律体系认为, 悔恨具有一个单一的普遍的本质, 可通过特定指纹检测到。 但是, 悔恨是一个情绪类别, 由多个不同实力构成, 每个实力都是针对特定情况构建的。 被告的悔恨构建取决于他的悔恨概念, 他以前的文化体验以一连串预测的方式存在, 指引着他的表情和行为。 另一方面, 陪审员对悔恨的感知是一种心理推理, 根据被告的面部运动, 身体姿势和声音进行一连串的预测, 然后依据这些预测进行猜测。 如果陪审员的预测是准确的, 那么陪审员和被告对概念的分类必然十分相似。 一个人感觉悔恨, 在不需要任何言语提示的情况下, 另一个人也能感觉到这种悔恨。 这种同步只有在两个人背景相同, 年龄、性别或者种族都相似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中, 如果萨纳耶夫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 他又会是什么样呢? 向受害者祈求原谅, 解释自己的错误行径。 如果他按照美国的刻板印象来表达懊悔, 如果这是好莱坞电影中的一场审判, 结果也许会不同。 但是, 萨纳耶夫来自车臣, 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年轻人。 他住在美国, 有很多美国好友, 但萨纳耶夫也花了很多时间和他同样来自车臣的哥哥在一起。 据他的辩护团队解释, 根据车臣文化, 在面对困境时, 男人应该坚忍自治。 如果他们战斗失败, 就应该勇敢地接受失败。 这种心态在车臣非常普遍, 被称为车臣狼。 因此, 即使萨纳耶夫心怀悔恨, 他可能依然面无表情。 据报道, 当他的阿姨站在证人席上为他辩护时, 有那么一刻, 他流泪了。 车臣有一种荣誉文化, 让家人蒙羞是一件让人感觉痛苦的事。 如果萨纳耶夫看到自己所爱的人当众受辱, 比如他的阿姨为他求情, 那么流泪就符合了车臣的荣誉文化习俗。 在构建一个感知解释萨纳耶夫的冷漠态度时, 我们和陪审团成员只能猜测。 根据我们西方文化中的悔恨概念, 我们会觉得他冷漠无情, 或者在虚张声势, 绝不会感知到他的坚忍克制。 在这种情况下, 在法庭中, 我们的猜测可能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误解, 最终导致了他的死刑判决。 当然, 也有可能他真的毫无回忆。 后来人们发现, 在2013年, 就在爆炸发生几个月之后, 萨纳耶夫写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道歉信, 在信中, 他确实表达了对自己行为的悔恨。 但是陪审团没有看到这封信。 根据美国特殊管理办法, 该信件属于国际安全问题, 因此被列为机密文件, 不得作为审判的证据。 2015年6月25日, 萨纳耶夫在宣判听证会上发言。 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指出, 自己明白自己的罪行会产生的影响。 对那些因我而失去生命的人, 我感到很抱歉。 他充满歉意地说道, 与其平静, 对于我带来的伤害, 以及我所造成的损失, 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很抱歉。 可以预见受害者和报道审判过程的媒体的反应, 有人震惊, 有人伤心, 有人愤怒, 有人接受了他的道歉。 很多人无法确定他的道歉是否是真诚的。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否对他的恐怖行为感到悔恨, 也不会知道他写的信是否会对他的判决有影响。 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在死刑的诉讼程序中, 依据法律, 被告被判死刑还是监禁, 其是否有悔意是陪审员量刑的一个关键依据。 对悔恨的感知和对其他情绪的感知一样, 不是被探测到的, 而是构建的。 另一方面, 悔恨的表现毫无意义。 一起来看一下多米尼克·斯内利案例。 斯内利在三十年间多次持枪抢劫袭袭击他人, 而且还越过越。 2008年, 当他出现在马萨诸瑟州假释委员会面前时, 他已经有过连续三次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记录。 假释委员会由心理学家、 玉景和其他知识渊博的专业人士组成, 职责是确定一个犯人的复刑期是否已超过他的最低刑期, 或是否可以被提前释放。 他们目睹过很多真实的悔恨, 有些人是真实的, 有些人则是假装的。 准确判断假释人员的悔意, 是假释委员会对公众应承担的责任。 2008年11月, 斯内利让假释委员会相信他不再是一个灵魂黑暗的罪犯。 假释委员会投票一致同意给他假释。 但出狱后不久, 斯内利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抢劫, 并残忍地枪杀了一名警察。 他后来在和警察的交火中被击毙。 马萨诸瑟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辞去了 假释委员会七名成员中的五名, 认为他们缺乏发现真实悔恨的能力。 斯内利假装悔恨是有可能的。 当然, 斯内利在作证时, 他也有可能真的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了悔恨。 但是, 一旦离开了监狱, 他的旧事件模型就会重新浮出水面, 因为旧的预测缔造了旧的自我, 让他的悔恨随之消散。 因为没有客观的标准, 可以衡量悔恨情绪, 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悔恨是真是假。 同样的, 在审判中, 愤怒、 悲伤、 恐惧或者其他情绪也都没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曾经说过, 要想给被告一个公正的审判, 陪审团成员必须了解罪犯的想法。 但是在人的面部活动, 身体姿势和手势, 或者声音中并不存在一致性的指纹。 陪审团成员和其他感知者对那些运动和声音做出有根据的推测, 判断他们在情感上意味着什么, 但是没有客观的准确性。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可以评估陪审员在他们所感知的情绪之间是否达成了一致, 但是当被告和陪审员的生活背景、 信仰或者期待不同时, 这种一致性的准确性就变得很可疑了。 如果无法从被告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的情绪, 那么法律系统就需要解决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 审判才能绝对公平。 当陪审团或者法官在被告的微笑中看到一些自得, 或者听到证人的声音因恐惧而颤抖时, 他们就会利用他们自己的情绪概念进行推理, 猜测那个行为, 得意的笑或者颤抖是由某种特定心态导致的。 你应该记得, 心理推理是指你的大脑通过一连串的预测给别人的行为赋予意义的过程。 心理推理具有自动性和广泛性, 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 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进行心理推理。 我们认为是自己的感官提供了准确而又客观的世界表征, 好像我们具有X光射线一样的能力, 可以通过解读一个人的行为, 发现对方的意图, 我可以看穿你。 在这些时刻, 我们把对他人的感知看成他们的明显特性这种现象, 我们称之为情感现实主义, 而不是他们的行动和我们大脑中的概念的组合体。 当某人因犯罪受审时, 其自由和生命都处于危机关头, 表象和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内心深处, 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 我们又非常有信心, 认为自己比房间里其他人能更准确地辨别真相。 法庭上的问题就在于此, 陪审员和法官承担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掌握读心术或者成为一个测谎医, 他们必须确定一个人是否有意造成伤害。 根据法律制度, 意图就是一个事实, 就像被告脸上的鼻子一样真实。 但在预测的大脑中, 对他人意图的判断往往是你基于被告的行为构建的猜测, 而不是你所察觉到的事实, 就像情绪一样, 意图没有一个客观的脱离感知者独立存在的标准。 70年来的心理学研究表明, 像这样的判断就是心理推理, 也就是猜测。 即使DNA证据将被告与犯罪现场联系在一起, 也不能确定罪犯具有犯罪意图。 法官和陪审员在推断犯罪意图时, 通常与他们的信仰、 刻板印象和当前的身体状态保持一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先让受试者观看一段警察驱散抗议者的视频, 然后告诉他们, 抗议者是反对堕胎的积极分子, 他们正在一家堕胎诊所前示威。 那些属于自由民主党, 支持合法堕胎的人会推断这些人有暴力意图, 而那些在社会问题上比较保守的人则推断出他们的意图是和平的。 这些研究者同时把这个视频给第二组受试者观看, 这次他们告诉受试者, 这些抗议人士是同性恋权力活动家, 他们正在举行活动抗议军队里的不说, 不问政策。 这次,自由民主党人士倾向于支持同性恋权力, 他们推断那些抗议者拥有和平意图, 而保守派的受试者推断他们存在暴力意图。 现在,设想一下, 如果这个视频是法庭审判的一个证据, 所有陪审员都会看到相同的视频, 在视频上观看到完全一致的行为。 但是根据情感现实主义, 他们最终离开时不会带走事实, 带走的只有他们根据自己的信念, 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构建的感觉。 我要说的是, 偏见并不是陪审团独有的标志, 我们都要对此负责, 因为大脑天生就是为了看到我们相信的东西, 而这一切的发生我们往往是意识不到的。 情感现实主义毁灭了公正的陪审员神话。 想要提高谋杀案审判中的准确定罪的概率, 给陪审团看一些可怕的照片证据, 破坏他们的身体预算平衡, 他们就很可能把自己不愉快的情感归咎于被告, 我感觉很糟糕, 你一定做了坏事, 你是一个坏人。 允许死者家属描述罪犯是如何伤害受害者的, 这种做法被称作受害人影响陈述, 这是陪审团将倾向于提出更严厉的惩罚措施。 如果你在视频上添加专业录音, 音乐和讲述过程就像一部冲突激烈的电影那样, 那么就会提高受害人影响陈述的情绪感染力, 这样你就拥有了一部可以左右陪审团的杰作了。 除了法庭审理, 情感现实主义和其他法律也关系密切。 想象一下, 你正在家里享受一个宁静的夜晚, 正在这时, 你突然听到门外一声巨响, 你看向窗外, 看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正在试图暴力打开邻居的房门。 作为一个有责任赶到市民, 你拨打了911, 警察来了, 然后逮捕了那个作案者。 恭喜你, 你刚刚通知警察逮捕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这是发生在2009年7月16日一件真实的事情。 盖茨出去旅游, 回来时发现自己家的门卡住了, 于是他试图用蛮力打开自己家的门。 这时, 情感现实主义出现了。 在这个事件中, 现场目击者的情感是基于他对犯罪和肤色的概念, 他由此做出推理, 认为窗外的那个男人在有意进行犯罪。 佛罗里达州颇具争议的不退让法就诞生于类似的情感现实主义。 根据这条法律, 当你有理由认为自己面临死亡威胁或者巨大身体伤害时, 你可以在自卫时使用致命武器。 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是法律的催化剂, 但可能和你想的相距甚远。 有这样一个故事, 2004年, 有一对老年夫妇正在佛罗里达州自己家的拖车屋里睡觉。 一个入侵者试图闯入他们的家, 老年夫妇中的男主人即詹姆斯·沃克曼抓起枪, 打中了这个人。 但这是一个悲剧, 沃克曼的拖车处于飓风破坏地区, 他射杀的那个男人是联邦应急管理局菲满的一名员工。 他叫罗德尼·考克斯, 是一名非洲裔美国人。 沃克曼是白人, 他很可能当时受到了情感现实主义的影响, 认为考克斯意图伤害他, 于是他开枪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 尽管如此, 这个预测失误的故事成了佛罗里达州这项法律的主要依据。 讽刺的是, 不退让法的历史彻底否定了该法的价值。 现代社会到处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 情感现实主义改变了人们对彼此的看法, 因此合理确定是否威胁到生命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退让法的整个推理过程, 被情感现实主义从内部摧毁了。 如果不退让法无法下退你, 那么想想情感现实主义对那些合法携带武器的人的影响。 毫无疑问, 情感现实主义会影响人们对威胁的看法, 因此这实际上会导致无辜的人被意外杀害。 道理很简单, 你预测了一个威胁, 来自周围环境的感觉信息却说不是威胁, 但随后你的控制网络会忽视预测误差, 维持恐惧预测。 砰, 你开枪打死了一个无辜的公民。 人类大脑就是为这种幻觉而构建的, 白日梦和想象也是通过相同的方式产生的。 现在, 我不会深入讨论关于枪支管支这个全民争论的话题, 而是从纯科学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完全有理由在宪法第二修正案中保护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但他们不是神经系统科学家。 在1789年, 没有人知道是人类大脑构建了每个感知, 也没人知道大脑是由内感受预测控制的。 现在, 在美国超过60%的人相信犯罪率在上升, 虽然犯罪率已是历史最低, 他们也相信拥有枪支会让他们更有安全感。 这些信念在实际成熟时, 就会通过情感现实主义引导人们看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致命威胁, 然后他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了我们的感官并不能准确揭露客观事实, 那么这些关键知识难道不应该对我们的法律产生影响吗? 一般来说, 我们的感觉无法如实解读周围的世界, 大量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但面对堆积如山的证据, 法律系统应对起来困难重重。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 目击者的报告一直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据形式之一。 当一个证人说, 我看见是他做了或者我听到他说了, 这些话就被认为是事实。 法律也把记忆看作事实, 就好像这些记忆被原封不动地输入大脑, 然后被完整保存, 可以像电影回放一样被提取出来。 就像陪审员无法排除自己信仰的影响, 直接获取一些没有瑕疵的现实情况一样, 证人和被告在陈述一系列事实时也不可能不带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在第三章开头, 我们一开始觉得塞雷娜·威廉姆斯在惊恐地尖叫, 后来我们知道, 威廉姆斯没有害怕, 他是因为获胜而高兴, 兴奋。 目击者说的任何话都是以当时构建的回忆为基础的, 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体验构建了这些回忆。 心理学家丹尼尔·埃尔沙赫特是世界著名的记忆研究专家, 他讲述了一个关于暴力强奸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975年的澳大利亚, 受害者告诉警察他清楚地看清了攻击者的面孔, 确定他就是唐纳德·汤姆森一位科学家。 警察根据这位目击者的证词, 第二天便逮捕了汤姆森。 但汤姆森有明显不在现场的证据, 在强奸发生的那一刻, 他正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 原来是当入侵者闯进受害者家里的时候, 受害者正在看电视, 电视上播放的就是汤姆森的采访节目。 讽刺的是, 汤姆森在节目中谈论的就是记忆扭曲的问题。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遭受创伤后, 莫名其妙地把汤姆森的面孔和身份看成强奸犯的了。 很多被诬告的人就没有汤姆森那么幸运了。 陪审员非常重视目击者的证词, 只要目击者看起来很自信, 他们就会把目击者的证词看成正确的, 然后接受。 在一项后来被DNA证据推翻的定罪研究中, 我们发现, 70%的被告是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被定罪的。 目击者的报告可能是最不可靠的证据。 记忆不像照片, 他们是模拟, 由构建情绪体验和感知的统一核心网络创造。 大脑中的记忆碎片表现为放电神经元模式, 回忆就是进行一连串的预测, 重新构建事件。 因此, 你的记忆极易受到当前环境的影响, 就像你在证人席上或者面对一个难缠的辩方律师不停地追问时, 你会全力以赴应对一样。 法律迟迟不接受记忆是构建的这一说法, 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和马萨诸瑟州的最高法院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 现在, 这几个州的陪审团必须接受心理学方面的指导, 这些指导提供了很多细节, 循序渐进详细解释目击者证词中可能出现的记忆错误。 陪审团成员学会了, 记忆是如何构建的, 记忆是如何与自身信念融合导致了记忆扭曲并出现幻想的, 律师和警察的指示如何引起偏见, 自信为什么不代表准确性以及压力是如何破坏记忆的。 他们也必须了解目击者证词是如何让超过三十四无罪的人被定罪的, 这些人最后经DNA证据显示并没有犯罪。 遗憾的是, 没有一个准则可以向陪审员解释情绪表达是什么, 心理推理是什么, 以及他们是如何构建的。 在许多社会中, 法官给人们留下的典型印象是, 公正客观, 严格遵守法律, 判决时不掺杂任何个人情绪。 法律希望法官保持中立, 因为情绪会影响公正的判决。 优秀法官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公正的裁决, 以及对个人喜好的控制, 一顾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写道, 尤其是对情绪的控制。 在某些方面, 一个纯粹理性的法律决策听起来很有道理, 甚至是高尚的, 但就像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大脑的连结并不区分激情和理性。 我们没必要非得找出其中的漏洞, 因为它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洞。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法, 法官可以公正客观, 意味着它没有情感而不是没有情绪。 从生物学上来讲, 这种说法完全错误, 除非这个人遭受过脑损伤。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探讨的, 在大脑中, 只要是喜欢高谈阔论的身体预算回路再驱动预算, 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不受情感影响。 法官的决策不含任何情感, 无异于一个神话。 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罗伯特, 杰克逊把不带感情的判决描述成了神秘生物, 说他就是圣诞老人, 山姆大叔或者复活节兔子一样的存在。 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表明, 他说的完全没有错。 还记得在午饭前, 法官的公正是如何被轻易地动摇的吗? 他们将自己不愉快的情感归咎于囚犯, 而不是饥饿。 在另一个系列实验中, 来自美国各州和联邦的法官, 以及来自加拿大的法官, 总共超过1800名, 他们被问及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情况, 然后请他们做出裁决。 有些场景是相同的, 但里面的被告有的被描述得很可爱, 有的被描述得非常令人讨厌。 实验结果显示, 法官倾向于对更讨人喜欢, 或能让他们产生好感的人做出有力判决。 即使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也不能说自己毫无激情。 一组政治科学家对过去30年间, 法庭成员在口头辩论和提问中使用的800万个词语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 法官对哪一方的律师言辞更不客气, 哪一方就更容易输掉官司。 你可以通过简单计算法官在提问时使用的消极词会来预测谁会输掉官司。 不仅如此, 通过检查法官在口头辩论中隐藏的情感, 你可以预测他们的投票结果。 根据常识, 我们都知道法官在法庭上有很强的影响力, 他们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们手中掌握着人们的未来。 他们工作时, 接触到的都是令人发指的罪行和被严重伤害的受害者。 我知道这有多么令人心理交瘁, 我曾为遭受过强奸和儿童欺性虐待的受害者做过心理医生, 有时还要和施暴者打交道。 法官也会遇到一些被告, 他们比同案中的原告更招人喜欢, 这种情况对法官来说肯定极具挑战性, 尤其是法庭上还坐满了窃窃私语的听众, 还有争吵不休的律师。 有时, 法官肩负着全国人民的情感。 在小布什苏格尔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代委, 苏特在做裁定时承受了很多压力。 每一次提到这次, 美国一半公民参与的审议过程, 他都忍不住潸然泪下。 所有这些脑力劳动都加重了法官的身体预算。 在平静的假象下, 法官的生活充满了持续的激烈的情绪波动。 尽管如此, 法律依然对法官的冷静公正抱着幻想, 甚至最高法院也是如此。 2010年, 当最高法院法官艾蕾娜·卡根获得候选人提名, 被问及是否有合适的情感可以帮助裁定一个案件时, 他的回答完全相反, 一切以法律为准。 大法官索尼亚·索托马悦尔在听证会上也遭遇了反对意见, 因为一些参议员担心他的情绪和同情心会直接影响他无法做出公正判决。 他对此的看法是, 很多时候, 法官一定会带有情感, 但不能以此作为审判的依据。 尽管如此,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法官的裁决不可能不受情感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 法官在裁决时应该带有情感吗? 纯理性是做出明智决定的最佳方式吗? 想象一下, 一个人沉着冷静地衡量利弊, 确定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判处死刑, 不带丝毫情绪。 就像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 莱克特, 或者老吴索伊中的安东, 齐古尔。 我这样说, 似乎有点不合适, 但这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决策本质上, 就是对刑事案件判决的指导。 不要假装情感不存在, 明智地利用情感才是上选。 正如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所说的, 对一个人直觉和激情反应的敏感性, 以及对人类体验范围的认识, 不仅不可避免, 同时也是司法程序希望出现的, 是一个需要培养而不是畏惧的方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情绪力度, 拥有广泛而深刻的概念, 情绪、生理或者其他, 了解身体感觉的冲击是工作的危险所在。 考虑一下, 例如, 一位法官面对一个像詹姆斯, 霍尔姆斯这样的被告。 2012年, 在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一家影院, 蝙蝠侠的午夜首映现场, 他持血发动袭击, 造成12人死亡, 70多人受伤。 这时, 法官构建出一个愤怒的体验是合理的, 但如果只有这种感情那就存在问题了。 愤怒可能会促使法官对被告, 进行过于严厉的惩罚, 威胁审判建立的道德秩序基础。 为了平衡他的看法, 一些法律学者认为, 这个法官可以尝试着培养对被告的同情心, 他可能精神不正常或者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可见, 愤怒是一种无知, 在这个案件中是对被告情绪的无知。 霍尔姆斯很明显已经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很多年了。 在11岁时, 他第一次企图自杀, 后来, 他在监狱服刑时也曾多次自杀。 对于那些在电影院向无辜的民众开枪的人, 人们很难给予同情。 记住, 被告是一个人, 不管他的罪行有多严重或可怕, 在犯罪时期内心都是挣扎的, 就是这种时候, 才更需要给予他同情。 这可能有助于防止法官在量刑时, 对罪犯给予过于严厉的惩罚, 同时确保刑事判决和报应性司法的道德性。 这是一种情绪力度类型, 即在法庭上理智的运用情绪。 在谈到情绪时, 对法官来说, 每种情绪最有用取决于法官在审判中的目的。 例如, 刑罚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惩罚, 有效阻止未来伤害的发生。 对罪犯改造再教育, 这取决于关于人类认知的法律理论。 无论目的是什么, 都必须制定惩罚措施, 这样才能让被告的人性得以保存, 让受害者的人性获得尊重, 即使被告犯下了不可理喻的罪行。 否则, 法律系统本身就会受到威胁。 为什么当某人打断你的腿时, 你可以控告他, 但如果他让你心碎, 你却不能控告他。 法律认为, 情绪伤害比身体上的伤害要轻, 不应受到惩罚。 想想这是多么的讽刺。 法律保护了你身体的完整性, 而不是你心灵的完整性, 即使你的身体只是一个承载器官的容器, 这个器官让你成了你你的大脑。 除非伴随着身体伤害, 否则, 情感上的伤害就不是真实的。 心灵和身体是分开的。 现在, 让我们一起向勒内·迪卡致敬吧, 如果说有哪个知识是你可以从本书中吸取的, 那一定是心灵和身体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在第十章, 我们介绍了慢性压力, 情绪滥用和疏忽, 以及其他心理疾病, 最终它们都有可能导致身体的疾病和伤害。 我们已经知道, 压力和粗延性细胞因子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 如脑萎缩, 增加患癌症的概率, 导致心脏病, 糖尿病, 中风, 抑郁以及其他大量疾病。 不仅如此, 情绪伤害还可能缩短你的寿命。 在你的身体内, 你的染色体末端有一些很小的, 就像保护帽一样的遗传物质被称作端利。 所有生物都有端利人类, 果蝇, 变形虫, 甚至是你花园里的植物都有。 每当你的细胞分裂时, 它的端利就会变短, 虽然可以通过一种叫做端利酶的酶进行修复。 所以, 一般来说, 它们的长度会慢慢变短, 在某一时刻短到极限时, 你就死了。 这是正常的老话。 但是猜猜看, 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你的端利变短? 压力会让人的端利变短, 童年遭遇过逆境的孩子的端利会变短。 换句话说, 和摔断腿相比, 情绪伤害造成的损害更严重, 持续时间更长, 对将来的有害影响也更大。 这就意味着, 在理解和衡量情绪伤害所带来的持久损害方面, 法律系统可能被误导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慢性疼痛。 法律将慢性疼痛视作情绪伤害, 因为没有明显的组织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通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人的痛苦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不应得到补偿。 患有慢性疼痛的人通常被诊断为精神疾病, 如果他们选择有创手术来减少他们虚患的痛苦, 他们的症状会变得更严重。 医疗保险公司不承认慢性疼痛的治疗, 因为慢性疼痛被认为是心理疾病, 而不是身体疾病。 患者无法工作, 但却得不到任何补偿。 但是,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 慢性疼痛很可能是大脑预测错误导致的疾病, 痛苦是真实的。 法律忽略了这一点, 即预测和模拟是大脑的正常工作方法, 慢性疼痛只存在程度上的不同, 而不是种类的不同。 有趣的是, 法律承认其他类型的伤害现在可以不存在, 但是将来会出现。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化学伤害, 如海湾战争综合征, 一种具有多种症状的慢性疾病, 据说是海湾战争期间由未知因素造成的, 其影响直到后来才显现出来。 海湾战争综合征引起广泛争论, 但对于这是否真的是一种独特的疾病, 至今人们还未达成共识。 不管怎样, 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向法庭提起诉讼, 就海湾战争综合征提出索赔。 关于压力或者其他情绪类的伤害, 没有类似的法律途径可以求助。 对疼痛和痛苦的赔偿金也非常的少, 对此做了深入观察之后, 我必须指出, 在谈到酷刑的国际准则时, 法律对情绪伤害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标准, 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日内瓦公约, 中明确规定不能对战俘进行心理伤害, 同样, 美国宪法也禁止残酷和不寻常的刑罚。 因此, 官方在心理上折磨犯人是违法的, 但是把一个囚犯长期单独监禁则是完全合法的, 尽管监禁可能会导致囚犯心理压力过大, 端力缩短, 从而寿命变短。 一个高中校园的恶霸侮辱, 折磨和羞辱你的孩子也是完全合法的, 即使这样会缩短你的孩子的端力, 对他们的寿命造成潜在威胁。 当一群中学女生故意排挤另一个女生时, 她们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就是让对方痛苦, 然而, 对于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可适用。 下面来看一个案例, 2010年, 15岁的菲比·普林斯在连续几个月饱受他人的言语和身体欺凌后, 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曾有6名青少年对她进行了骚扰, 跟踪和殴打, 他们还在她的脸书网纪念页面留言辱骂她。 这6名青少年因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受到刑事起诉。 这个案件促使马萨诸瑟州通过了反欺凌法案。 这些法律只是一个开始, 但惩戒的也只是极端案例。 如何通过法律控制校园暴力行为? 学校恶霸想要欺辱他人, 但他的意图是造成伤害吗? 对比我们无法确定,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对此表示怀疑, 大多数孩子并未意识到他们遭受的精神痛苦 会转化成身体疾病, 脑组织萎缩, 智商降低和端力缩短。 我们会说, 孩子毕竟是孩子, 但在全美各地, 欺凌无处不在。 一项研究表明, 在全美范围内, 超过50%的学生报告称, 在学校曾被言语欺负或者被孤立过, 或在学校里欺负过其他孩子。 这种情况, 每两个月至少发生一次, 超过20%的学生报告说, 他们是身体暴力的受害者或者施加者, 超过13%的学生报告称自己参与过网络欺凌。 校园欺凌被认为是一种十分严重的童年风险, 会对儿童的终身健康造成影响。 在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医学研究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及司法委员会 就欺凌带来的胜利和心理影响出具了一份十分全面的报告。 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精神折磨, 无论是来自欺凌还是其他原因, 你的痛苦应该被认为是伤害吗? 那么, 作恶者应该受到惩罚吗? 最近的一个法律案例表明, 答案有实是肯定的。 亚特兰大的一家公司要求员工提供DNA样本, 因为有人用粪便污染了仓库。 未经本人同意获取某人的遗传信息是非法的, 这违反了基因歧视法, 但这个案件能够获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绪因素。 两名原告获得了大约25万美元的赔偿金, 以补偿他们遭受的羞辱和被欺凌。 另外, 他们还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金额高达175万美元, 这是对他们遭受的精神痛苦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这笔大额赔偿并非针对原告的实际情绪痛苦, 而是针对他们未来可能出现的情绪痛苦。 毕竟, 在未来, 他人随时可以利用他们的个人健康信息来对付他们。 陪审团成员很容易模拟出这种对未来的恐惧并产生共鸣。 如果是一个慢性疼痛案件, 赔偿就会变得十分艰难, 你怎么看见无形的东西? 因为没有可见的损伤, 也就没有东西可以帮助你的大脑构建模拟, 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共鸣, 想要赔偿也就无从谈起了。 从法律角度来看, 心理上的痛苦很难找出一个实际原因。 如果情绪没有本质或指纹, 如何客观衡量情绪呢? 另外, 身体上的伤害, 比如断腿, 从经济上来讲, 具有很大的可预见性, 情绪则不然, 情绪存在很大的变数。 你要如何区分每天的疼痛和持久的伤害? 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 谁的痛苦可以看作伤害? 谁值得我们同情, 因此需要法律保护? 如果你弄断我的手臂,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都应该赔偿我。 但是如果你让我心碎,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你都不欠我什么。 即使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关系亲密, 曾互相调节彼此的身体预算, 分手也会让我的身体经历一段痛苦过程, 就像戒掉毒瘾一样饱受折磨。 不管你多么想这么做, 或者他们是多么的罪有应得, 你都不能因为心碎而起诉某人。 法律是关于创造和实施社会现实的规范。 从根本上来说, 与疼痛有关的同情主张就是关于权力的问题, 以及人性的问题。 正如你所看到的, 法律体现了传统情绪观和人性古典观。 本质主义的叙述就是一个民间传说, 大脑及其与身体之间的联系和它无关。 因此, 根据当今对大脑的科学研究, 我冒险对陪审团成员、 法官和整个法律系统提一些建议。 我不是一个法律学者, 我知道科学和法律的关注点不同。 我也知道, 在一本书中推测人类的基本困境是一回事, 但要想在困境中建立法律判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是, 尝试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桥梁是很重要的。 在关于人类的本质这一问题上, 神经系统科学的发展和法律发展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如果法律制度要继续成为我们的社会现实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之一, 并继续保护人民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那么它就必须解决这些差异。 首先, 我要向法官和陪审团以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如律师、警察以及假释官灌输一些情绪和预测性大脑的基本科学知识。 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和马萨诸瑟州的最高法院正在采取正确步骤给陪审员做培训, 让他们知道人类记忆是构建的,并不可靠。 我们需要一个类似方法对他们进行情绪知识的培训。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一共提出了五个教学要点,你可以把它称为法律系统的一份情绪科学宣言。 宣言中提到的第一个教学要点就是所谓的情绪表达。 情绪在人的面部、身体和声音中并不是以任何客观的方式表达、显示或者揭露出来的。 任何对他人是否无辜、有罪以及定罪量刑有决定权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你无法识别或察觉到他人的愤怒、悲伤、悔恨或其他情绪你只能靠猜测。 有些猜测有根据,有些猜测则没有根据。 一场公平的审判取决于体验者、被告和目击者和感知者、陪审团和法官之间的同步,这在很多情况下都很难实现。 例如,有些被告更擅长用非语言的动作来传达他们的情绪信息,如悔恨。 一些陪审团成员更擅长把他们的概念和被告的概念同步,有些人则不擅长这样做。 这意味着,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如果陪审员不同意被告或者目击者就某一个政治问题的看法时,或者另一个人属于不同的种族时,陪审员可能需要更努力才能感知对方的情绪。 陪审员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有助于促进情绪同步,培养同理心。 第二点是关于现实的。 你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总是受你的感觉影响。 即使是最客观的证据,也会被情感现实主义所影响。 陪审员和法官必须接受预测性大脑和情感现实主义的教育了解在法庭上,他们的感觉是如何改变了他们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的。 在我提到的抗议者视频研究中,政治信仰的不同导致了人们对暴力意图判断的差异,该视频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实力。 陪审员还必须了解情感现实主义对目击者的影响。 即使是我看到他拿着刀这样的简单陈述,也是一种充满了情感现实主义的感觉。 目击者的证词并不是冰冷确凿的事实。 第三点是关于自治的。 感觉会自动发生的事件并不一定完全超出你的控制范围,也不一定是完全情绪化的。 当你构建一种情绪时,你的预测大脑提供的控制范围与你构建一个想法或者记忆是相同的。 在谋杀案的审判中,被告并不是一个受环境摆布的人形海魁,一碰就暴怒,不受控制地采取一些进攻行为。 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多么无意识的愤怒都不会导致谋杀。 人们可以故意表现出愤怒,而且可以维持很长时间,所以它没有内在的自动机制。 相比较而言,你的控制力越强,你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的责任就越大,不论这是一个情绪事件还是一个理性事件。 第四点,小心我的大脑让我这样做的辩护。 某些大脑区域直接导致不良行为,对这种说法,陪审员和法官应该提出质疑。 这是垃圾科学,每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变化是正常的,减病不一定都有意义。 非法行为从未被明确定位于大脑哪些区域。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像脑瘤一样的意志增长,或者明显的神经退化的迹象更容易让人犯法,如某些类型的额孽叶失智症。 实际上,许多脑瘤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根本不会让人实施触犯法律的行为。 最后一点是警惕本质主义。 陪审员和法官需要知道,每一种文化都充斥着各种社会类别,如性别、种族、族群和宗教。 我们不能将它们看成自然界中有着明显分界限的物理、生物范畴。 另外,情绪的刻板印象不应该出现在法庭上。 面对攻击者,不能因为女性愤怒大于恐惧就要遭受惩罚。 男性也不应该因为感觉到了无助和脆弱而不是勇敢和好斗就遭受惩罚。 法律中理性人标准是以刻板印象虚构出来的,而且应用时也没有实现统一。 也许是时候该埋葬理性人,构想一些其他的比较标准了。 除了情感科学宣言,长期以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神话,亟待情感的公正法官。 最高法院和其他法律专家希望所有法官都如此,但有心存质疑。 学者们可以在法律杂志上辩论司法行为中的情感价值, 但对人类大脑的剖析显示,任何人,包括法官,在做决策时,都不可能摆脱那感受和情感的影响。 情绪既不是敌人,也不是一种放纵,它是智慧的源泉。 法官不必透露自己的情绪,就像心理医生一样,但他们必须了解自己的情绪,明白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情绪。 要想明智地利用情绪,法官们需要学会以高情绪力度来体验情绪。 当他们感觉不愉快时,如果他们能够准确分类,弄清楚愤怒和恼怒或者饥饿之间的差别,他们就能从中获益。 愤怒可以是一种提醒,提醒你对一个冷酷无情的被告,一个容易受骗的原告,一个生性好斗的目击者,或者一个特别咄咄逼人的律师产生同理心。 如果没有同理心,愤怒就会滋生报复性惩罚,破坏法律系统的正义理念。 我在第九章介绍了如何提高情绪力度的练习,法官们可以通过练习提高自己的情绪力度,收集体验,学习更多新概念。 利用概念融合法发明和探索新的情绪概念,对情绪概念进行重新构建,重新分类。 听起来这个工作量很大,但就像所有的技能一样,经常练习,你就会习惯成自然。 另外,当被告来自不同文化时,法官如果能了解不同文化的情绪体验和交流规范,那么这对他们来说百利而无一害。 在挑选陪审员,即预先审查程序时,法官通过学习可以减少情感现实主义的影响。 通常,法官和律师在淘汰陪审员时,一般会提问一些直接明显的问题。 例如,在这个案件中,你能够自始至终秉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吗? 或者你认识被告吗? 他们还评估陪审员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表面相似性。 例如,如果一位金融顾问被指控侵吞了客户的退休金,那法官可能会询问候选陪审员,他们自己是否有过类似的被害经历,或者是否有近亲在金融行业工作。 但是,像相似性和差异性这样的表面标记,只能对候选人做初步的了解,犹如冰山一角。 审查陪审员的情感空间,了解他们在审判过程中如何预测,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他们的感知中可能存在偏见。 例如,法官可以询问陪审员读哪些书? 喜欢看什么电影,或者是否玩第一人称的射击游戏,利用心理学标准进行评估。 这些信息有助于法官根据陪审员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来判断他们的潜在偏见,而不是直接询问陪审员他们的偏见,因为这样的自我报告不一定有效。 到目前为止,我给出的建议都简单一行。 接下来,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真正的难点了从科学角度探讨能够改变法律基本假设的因素。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感觉无法揭示现实,法官和陪审员必然会受到情感现实主义的影响。 这些因素,再加上我们对精神和大脑的认识形成了一个相当激进的想法。 我几乎不敢这样说,也许是时候考虑一下是否应该以陪审团的审判作为评判有罪无罪的依据了。 没错,这被写入了美国宪法,但书写这个里程碑是文件的作者对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也无法想象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受害者的指甲中发现被告的DNA。 在DNA证据出现之前,法律无法判定有罪是真是假,法律系统只能确定判决是否公平,也就是说只需要确定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是否一致。 因此,那个时候的法律不是关于真实性,而是关于一致性的。 正当程序是为了在做有罪或无罪判决时避免犯程序上的错误,而和决定本身的有效性无关。 今天,只有当我们假设一致性产生公正的结果时,法律制度才有效。 DNA检测改变了这一切。 DNA检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毫无疑问,DNA检测结果比充满情感的陪审员的感知要更加客观。 当DNA证据无法获取或不相关的时候,可能审判就不需要陪审团了,而是要发挥多名法官的集体智慧作用,这些法官都是随机选拔出来的。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不是法律学者,只是一个科学家,因此或许更明智的法律界人士能够以更好的方式构建一个平衡的司法陪审团制度。 一个由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的小组,他们接受过培训,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很高的情绪力度,他们或许能比陪审团更有效地避免情感现实主义的干扰。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至少在美国,法官往往会站在年龄较大的人的一边,主要是欧洲裔美国人,他们可能夸大了一套特定的信仰,但却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不会受影响。 法官更可能因此提出最高刑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美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出现在陪审团面前,希望他们能得到公正的判决,而实际上,陪审团成员的判决是由人类大脑做出的,而人类的大脑总是从自私的角度看待世界。 这种信任的是虚构的,并没有得到大脑结构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讨论最棘手的问题,控制你的行为并对你的行为负责意味着什么? 法律,和许多心理学家一样,通常把责任分成两部分,由你引起的行动,你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形式所破造成的行动,你不需承担过多的责任,但内因与外因的简单二分法与预测大脑的现实并不相符。 根据人性构建理论,每个人的行动都涉及三种类型的责任,而不是两种。 第一种是传统的,你当下的行为。 你扣动扳机,抢了钱,然后逃跑。 法律制度把这种行为称为犯罪行为,即有害的行为。 第二种责任类型是因为你的具体预测而导致的非法行为,即犯罪意图,犯罪心理。 你的行为不是瞬间引起的,是由预测产生的。 当你从一个打开的收音机里偷钱时,在那一刻你就是一个动作执行者,但是导致你行为的终极原因还包括其他概念,如收音机前占有偷。 在这些概念中,他们每一个都和你大脑中庞大而又多样化的实力息息相关,正是以他们为基础,你进行了预测,然后采取行动。 现在,如果在同样的情境中,其他人,例如一个理性的人,拥有类似的概念也会偷钱,这样,你就不需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是,他们很可能没有拿走钱,这种情况下,你的责任就更大了。 第三种责任类型和你概念系统中的内容有关,在违反法律时,你的大脑是如何利用概念系统进行预测的。 大脑不能在真空中推断想法,每个人都是他或他的概念的总和,这些概念形成驱动行为的预测。 你大脑中的概念不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你的预测还深受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 例如,一个欧洲裔美国警察射杀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美国公民时,由于情感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位警察真的在他的手中看到了枪。 这一事件源于当时之外的一些事情。 即使这名警察是一个明显的种族主义者,他的行为也一定程度上由他的概念造成,这是由他一生的经历所形成的,其中包括美国人对种族的刻板印象。 受害者的概念和行为同样受其一生的经验影响,包括美国人对警察的刻板印象。 你所有的预测不仅仅是由你的直接经验塑造,还受电视、电影、朋友以及你所属文化的影响。 虽然在电影中逃进犯罪之城,或者在电视上看一两个小时警匪片来舒缓一天的压力都令人非常兴奋,但在日常生活中和警察发生冲突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很好地调整了我们的预测,让我们对某些种族或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构成危险性预测。 你的思维不仅是你一个人大脑活动的结果,也受你所属文化其他人的大脑活动的影响。 责任的第三个方面具有两面性。 有时,它也被当成社会责任,这个词被讽刺为优国优民的自由主义情绪。 我要说的是更细微的差别。 如果你犯了罪,你确实应该受到责备,但是你的行为根源于你的概念系统,那些概念不是变魔法一样变出来的。 它们是由你所生活的社会现实塑造的。 社会现实通过打开和断开基因干扰你,并与你的神经连接。 和其他动物一样,你也从环境中学习。 所有的动物都塑造了自己的环境。 因此,作为一个人,你有能力塑造你的环境,改变你的概念系统。 这意味着你最终要对你接受和拒绝的概念负责。 正如我们在第八章所讨论的。 大脑的预测功能扩大了自我控制的范围,远超行动的那一刻,从而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扩大了你的责任。 你所处的文化可能会告诉你,某些肤色的人更容易犯罪,但你有能力减少这种信念所带来的伤害,从不同的方向培养你的预测能力。 你可以和不同肤色的人交朋友,亲眼见证他们是守法公民。 你可以选择不去看那些强化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的电视节目。 或者你也可以盲目地遵循你所属的文化规范,接受文化赋予你的刻板印象,这样就会增加你恶劣对待某些人的可能性。 德拉诺,鲁夫在教堂枪杀非洲裔美国人,他选择了用白人至上的理念包装自己。 的确,他在一个充满了种族主义斗争的社会中长大,但美国的大多数成年人也是如此,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此开枪杀人。 所以,从神经层面来讲,很可能是你和你所处的社会共同导致了某些预测出现在你的大脑中。 但你依然有责任克服有害的意识形态。 现实是残酷的,最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预测负责任。 这种基于预测承担的责任在法律上有先例。 例如,如果你酒后驾车,病撞了人,你就需要对你造成的伤害负责。 即使你在酒醉的状态下,无法有效控制你的肢体。 因为社会中每个成年人都应该知道,醉酒可能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因此你要对随后发生的不良事件负责任。 法律把这称为可预见理论。 不管你是不是故意造成伤害,你都要负责任。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将可预见理论从大规模的常识扩展到毫秒级的大脑预测。 你很清楚,你的一些概念会给你带来麻烦,如种族偏见。 如果你的大脑预测,你面前的非洲裔美国年轻人有武器,你就会感觉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枪。 即使面对情感现实主义,你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改变概念是你的责任。 如果你进行自我教育,抵制这种刻板印象,你仍然会看到根本不存在的枪支,悲剧依然可能发生。 但是,你的过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为你已经采取了负责任的行动,尽自己所能地做出了改变。 最终,法律制度必须正视文化对人们的观念和预测的巨大影响,这些观念和预测决定着人们的体验和行为。 毕竟,大脑已将自身连接到社会现实上,你会发现自己也身处其中。 这种能力是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进化优势之一。 在我们的帮助下,一些改变会进入后代子孙的大脑中,对这些概念我们需要承担责任。 但这并不是刑法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的政策问题,其目的是保证言论自由权利。 言论自由会引发思想战争,最终真理一定会获胜,宪法第一修正案正是以此概念为基础建立的。 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作者们并不知道文化连接着大脑。 长时间接触某些想法,他们就会对你产生影响。 一旦某个想法在大脑中扎根,你可能就很难再否决它了。 情绪科学解释了长期以来法律关于人性的一些假设。 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假设和大脑结构毫无关系。 人没有理性人和情绪化的人之说,也不存在理性控制情绪的说法。 法官不能摆脱情感影响,纯理性判案。 陪审员无法准确探测被告的情绪。 最客观的证据也会被情感现实主义玷污。 犯罪行为不能被孤立在大脑中的某一个点上。 情绪伤害不仅会让人不舒服,还会缩短人的寿命。 总之,法庭上的每一个感知和体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文化注入的高度个性化的信念,需要接受来自周围世界的感觉输入的修正。 审判过程和结果不可能毫无偏见。 我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思维和大脑的新科学开始走进法律。 通过对法官、陪审员、律师、目击者、警察以及法律过程的其他参与者进行培训, 我们最终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的法律体系。 也许短时间内我们还不能摆脱陪审团的审判,但即使采取一些简单的步骤, 比如让陪审员了解情绪是构建的,也有助于改善当前的情况。 至少现在,法律体系仍然认为在你的理性思维中存在着一只情绪怪兽。 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证据和观察,经过系统论证,挑战了这个虚假说法。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我们还没有提出过质疑,野兽也有情绪。 我们人类的近清零长目,如黑猩猩也可以构建情绪吗? 那么狗呢? 它们和我们一样,有概念和社会现实吗? 在动物王国中,我们拥有的情绪能力有多么独特?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逐一探索这些问题。 第十二章,动物也有情绪吗? 我不养狗,但是几个要好朋友家都养狗,我们经常一起玩。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只狗叫罗迪,它是金毛猎犬和博恩山犬的后代。 罗迪精力旺盛,十分顽皮,活泼好动。 罗迪的意思是爱吵闹的,这个名字非常适合它。 罗迪不仅喜欢大叫,还喜欢跳跃,当有其他狗或者陌生人走近时,它就会狂吠不止。 它毕竟只是一只狗。 有时,罗迪几乎无法控制自己,这种习性差点让它遭受毁灭。 罗迪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安琪。 有一次,他们出去散步时,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近它,想要抚摸它。 罗迪不认识这个男孩,开始大叫并扑向这个男孩。 这个男孩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个小时后后,男孩的妈妈当时并不在现场,报警抓走了罗迪,认为它是一只具有潜在危险的狗。 在随后的好多年里,可怜的罗迪在出去散步时都要戴上口套。 如果罗迪再次扑向某个人,它就会被打上凶残的印记,甚至可能会被杀死。 这个男孩害怕罗迪,因此觉得罗迪在发怒,具有危险性。 当你遇到一条狂吠不止的狗时,它真的生气了吗? 或者,这只是一种保卫领地的行为,或者它大叫着扑向你只是在尝试表达友善。 总之,狗能够体验到情绪吗? 根据常识,我们的回答通常是是的。 罗迪在吼叫时,它能够感觉到情绪。 很多畅销书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其中包括马克·贝科夫的动物的情感事件,维基尼亚·莫雷尔的动物智慧,以及格雷哥里·伯恩斯的狗狗是如何爱我们。 数十个新闻故事介绍了和动物情绪相关的科学发现,狗会嫉妒,老鼠能够体验到悔恨,小龙虾会焦虑,甚至是苍蝇都会害怕即将落下的苍蝇派。 当然,如果你和宠物生活在一起,你肯定会觉得它们的行为方式看起来很情绪化,恐惧时到处跑,高兴时蹦跳,悲伤时呜呜叫,被爱抚时发出咕噜声。 很明显,动物体验情绪的方法似乎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没有词汇,动物如何思考和感觉,一书的作者卡尔·沙夫纳一针见血地指出,因此,其他动物有人类的情绪吗? 是的,有。那么人类有动物的情绪吗? 是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有些科学家并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动物的情绪只是一种幻觉,罗迪的大脑回路激活行为不是为了情绪,而是为了生存。 在这些科学家看来,罗迪走近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地,他撤退是为了避开威胁。 在这些情况下,根据该观点,罗迪可能会体验到快乐、痛苦、兴奋或其他各种各样情感的影响,但他没有心理机制去体验更多的东西。 这种解释无法让人满意,因为他否定了我们的体验。 数以百万计的宠物主人认为,他们的狗在愤怒时会咆哮,在悲伤时会垂头丧气,在羞愧时会藏起他们的脑袋。 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感知只是动物的幻觉,是建立在一些一般性情感反应之上的幻觉。 就我而言,我认同动物有情绪这个观点。 多年来,我女儿在他的卧室里养了一群豚鼠。 一天,我们买了一只小豚鼠,我们管它叫纸杯蛋糕。 在它来到我们家的第一周,每天晚上,它独自待在围栏里时都会发出声音,好像在哭。 一旦我把它放在我温暖舒适的毛衣口袋里,它就会快乐地叫起来。 每当我接近笼子时,其他的豚鼠都会尖叫着跑开,但是纸杯蛋糕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等着我来接它。 然后,它会立刻爬到我的脖子边,用鼻子蹭我。 在那个时刻,它绝对是爱我的。 一连几个月,它都在深夜陪着我。 当我服岸工作时,它会依偎在我的大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我们家每个人都觉得,小纸杯蛋糕好像是一只被困在囤属体内的小狗。 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知道,我的感觉不一定就是它的真实感受。 在本章,我们将根据动物的大脑回路和实验研究,系统地探索它们的感知能力。 我们需要暂时放弃我们对宠物的喜爱,以及人性本质主义,认真的以证据说话。 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地球上相当多的动物,从昆虫到蠕虫,再到人类,都具有相同的基本神经系统。 他们甚至认为,动物的大脑是按照同样的总体蓝图构建的。 但是,任何翻修过房子的人都知道,当把蓝图转化为现实时,问题往往存在于细节中,而细节决定成败。 在比较不同物种的大脑时,即使它们有相同的区域网络,但回路上的细微差异也一样重要。 根据情绪建构论,情绪的炼成需要三个必要材料, 因此我们需要知道动物是否具有这三个材料。 第一个材料是内感受。 动物有神经结构创造内感受感觉,并把这些感觉体验为情感吗? 第二个材料是情绪概念。 动物可以习得纯心理概念,如恐惧和快乐吗? 如果可以,它们可以用这些概念进行预测吗? 它们能对感觉进行分类,最后得到和我们一样的情绪吗? 最后一个材料是社会现实。 动物可以彼此分享情绪概念吗? 它们能够把情绪概念传给下一代吗? 为了弄清楚动物的感觉,我们主要关注了猴子和大猩猩, 因为在进化史上,它们被认为是人类的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动物是否和我们具有相同的感觉, 答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为了维持生命,所有的动物都需要调节自己的身体预算, 因此它们必然都具有某种类感受网络。 我的实验室和神经科学家维姆, 范德菲尔以及弹丁曼特尼一起开始验证猕猴大脑中是否存在这个网络。 最后证明确实存在。 2500万年前,猕猴和人类拥有最后的共同祖先, 我们发现,猕猴大脑的内感受网络和人类的有相似的部分也存在差异。 猕猴内感受网络的构建方式和人类大脑的构建方式一样, 都是通过预测的方式。 猕猴也可能有情感。 当然,它们不能用语言来告诉我们它们的感受, 伊莱扎、布利斯、莫洛以前是我的一位博士生, 现在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加州国家领长目研究中心研究猕猴。 他通过实验表明,人类在体验情感时会出现身体变化, 在相同情况下,猕猴也会出现同样的身体变化。 伊莱扎给猴子观看其他猴子玩耍、打架、睡觉等活动的视频, 视频一共有300个。 在这个过程中,他追踪了猕猴的眼睛运动情况和心血管反应。 他发现,在观看这些视频时,猴子自动神经系统活动的反应和人类在观看这些视频时的反应如出一辙。 对人类来说,这种神经系统活动与它们感觉到的情感有关。 也就是说,猕猴在观察积极正面的行为,如密石和梳理毛发时, 它们会感觉很愉快,而当观看消极行为如未缩时,它们会出现不愉快的情绪。 根据上述观察结果以及生物学上的一些线索, 毫无疑问,猕猴对自己的内感受进行了加工并且体验到感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类人员,如黑猩猩、窝黑猩猩、大猩猩以及猩猩一定也可以感受到情感。 至于一般的哺乳动物,就很难说了。 毫无疑问,它们可以感受到快乐和痛苦,感知到危险和疲劳。 很多哺乳动物拥有和我们人类类似的大脑回路,但功能不同,因此我们不能只通过检测大脑回路来回答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没有人专门研究狗的内感受回路,但从它们的行为来看,答案似乎非常明显,它们具有情感生活。 那么,鸟类、鱼类以及爬行类动物又如何呢? 我们同样无法确定。 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丈夫叫我非科学家的时刻,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 在超市购买肉或鸡蛋时,或者在厨房里拍死果影时,我忍不住问自己这些生物有什么感觉。 我认为最好是假设所有的动物都能够体验情感。 我意识到,这一讨论有可能将我们从科学领域带到伦理道德领域,即将触及危险的道德边缘,如是厌用的动物的痛苦和折磨,那些由工厂养殖出来的生物。 还有,当鱼勾勾鱼嘴时,鱼是否会感到疼痛。 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缓解痛苦的天然化学物质阿片类物质,在鱼,献虫、蜗牛、蚨、螃蟹和一些昆虫体内都可以发现。 即使是小果蝇也会感到疼痛,我们知道,它们可以学会避开与电机相联系的气味。 18世纪的哲学家杰里米编亲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动物可以感受到快乐或痛苦时,动物才可以归入人类的道德圈子。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只要动物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感受到疼痛,就应该被包括在人类的道德圈内。 但是,这会阻止我拍死一只苍蝇吗? 当然不会,而且我会速战速决。 就情感而言,猕猴的情感和人类的情感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物,小到微小昆虫,大到巍峨高山,都能够引起你身体预算的波动,改变你的情感体验。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很大的情感空间,但猕猴和你我不一样,他们不会关心那么多事情。 他们的情感空间比我们人类要小得多,看见远方的雄伟高山,猕猴的身体预算不会发生丝毫变化。 简单来说,我们只是觉得很多事情很重要。 一个情感空间就是一个生活领域,大小真的很重要。 在实验室中,如果我们给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很多玩具,这些玩具通常会在她的情感空间里。 我的女儿索菲亚会根据玩具的形状、颜色、大小给玩具分类,这纯粹是因为乐趣,一遍又一遍系统练习各种各样的概念。 猕猴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些玩具本身没什么意思,不会影响到猕猴的身体预算,当然也不会促使它们形成概念。 我们必须给猕猴提供某种奖励,如可口的饮料或食物,才能让这些玩具进入猕猴的情感空间,然后统计学习,才能继续。 一来扎告诉我,猕猴最喜欢的奖励包括白葡萄汁、甘果、蜂蜜坚果、葡萄、黄瓜、小柑橘和爆米花。 当奖励达到一定次数时,猕猴就会学习在玩具中寻找相似性了。 人类的婴儿也会从照料者那里获得奖励,不仅包括美味的食物,如母乳或者奶粉,还包括日常照顾对它身体预算的影响。 婴儿的照料者变成了婴儿情感空间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喂养它,给它温暖。 婴儿在妈妈子宫时,就熟悉了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因此生来就对妈妈的气味和声音有基本的概念。 在出生的前几个星期,她学会了整合妈妈的其他知觉规律,如妈妈的辅助,最后看见妈妈的脸,因为妈妈正在调节她的身体预算。 她和其他护理人员也会引导婴儿关注周围其他有趣的事物。 婴儿会跟着他们的目光看向一个物体,说,一盏灯,然后他们会看它,再看台灯,告诉他他正在看的是什么。 大人会故意对孩子说出灯这个词,用耳语的语调提醒他,让他适应。 其他灵肠木动物则无法像这样分享注意力,所以他们无法像人类那样调节彼此的身体预算。 一只母猕猴可能会跟着小猕猴的视线看向一个物体,但它不会在物体和小猕猴的脸之间来回反复看,引导小猕猴猜测它内心的想法。 在母猕猴没有提供明确奖励的情况下,小猕猴的确可以学习概念,但无法达到人类婴儿学习的范围和种类。 为什么人类和猕猴的情感空间大小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首先,猕猴的内感受网络不如人类的发达,特别是有助于控制预测误差的回路。 这就意味着,猕猴无法根据过去的体验迅速把注意力转移到周围事物上。 人类的大脑差不多是猕猴大脑的五倍。 在人类大脑的控制网络和部分内,感受网络内,我们的连结要多得多。 就像我们在第六章探讨的那样,人类大脑通过这个繁复的机制压缩和总结预测误差。 因此,和猕猴相比,我们可以接受更多的信息来源,融合和加工更多的感觉信息,而且学习纯心理概念时也更有效率。 这就是为什么巍峨的高山会引起你的情绪波动,而猕猴却毫无感觉。 一个内感受网络,以及由内感受网络帮助构建的情感空间,并不足以感受和感知情绪。 大脑还必须具备建造概念系统的能力,构建情绪概念的能力,以及赋予感觉以意义,使之成为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的能力。 如果一只猕猴具有了情绪能力,那么当它看到另一只猕猴在树上荡鞦韆时, 它不仅能看到对方身体的运动,还能看到一个有关快乐概念的实力。 动物绝对可以学习概念。 猴子、绵羊、山羊、奶鸟、浣熊、仓鼠、熊猫、麻斑海豹、宽纹海豚以及其他动物都可以通过嗅觉学习概念。 你可能觉得嗅觉不是概念知识,但每当你闻到相同的味道,比如电影院里爆米花的味道,你就是在分类。 每次空气中混合的化学物质都不同,但你却能感知到奶油爆米花的味道。 同样,大多数哺乳动物都使用嗅觉概念来识别朋友、敌人和后代。 也有许多其他动物通过视觉或听觉来学习概念。 绵羊好像是通过看脸识别彼此,而山羊是通过咪咪叫来互相识别。 在实验室里,如果你给小动物奖励,如食物或者饮料扩大它们的情感空间,它们就可以学习更多的概念。 例如,沸沸可以学会区分字母,B和3,猕猴可以区分动物图片和食物图片,而横和猕猴可以学习横和猕猴和日本猕猴的概念,并加以区分。 虽然二者是同一物种,只有颜色不同。 这是否让你想起了某些人类行为,猕猴甚至可以学习概念,区分克劳德、莫奈、文森特、范高以及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风格。 但动物学习的概念与人类习得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人类构建概念是以目的为基础的,而猕猴大脑则缺少必要的连接回路。 也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连接,猕猴的情感空间才会很小。 那么,类人猿呢? 它们能够构建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吗? 黑猩猩,我们基因上的近亲,其大脑体积比猕猴大,也拥有更多可以整合感觉信息的必要连接。 但是人类大脑依然是黑猩猩大脑体积的三倍,而且有更多的关键连接。 但这并不能排除大猩猩可以构建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 很可能你的大脑更擅长创造纯粹的心理概念,如财富,而黑猩猩的大脑更善于构建与行动和具体概念相关的概念,如吃集合、香蕉。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类人猿有身体行为的概念,例如在树之间跳跃。 最大的问题是,当一只黑猩猩看到另一只黑猩猩在树上当鞦韆时,它能够感知到快乐的实力吗? 这就需要观察黑猩猩是否具有纯心理概念,可以推理荡鞦韆的黑猩猩的意图,并做出一个心理推理。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心理推理是人类思维的核心能力。 因此,如果类人猿有心理推理能力,那么会存在很多危险。 我们知道猴子无法进行心理推理,它们明白人类的行为,但不知道人类的思想、渴望和感觉。 就类人猿而言,可以想象它们进行心理推理并构建基于目标的概念,但是科学上还没有定论。 黑猩猩可能具有形成心理推理的先决条件,它们能够在感知差异中产生一些心理相似性。 例如,它们知道猴,蛇和猴子都可以爬树。 因此就可以想象,黑猩猩可以将这个概念扩展到一种新的可以执行类似动作的动物身上,儒家猫预测这只猫可以爬树。 但是,人类对攀爬概念的理解不仅仅局限在一种动作上,它还是一个目的。 因此真正的考验是,黑猩猩是否明白,一个人爬楼梯,爬梯子,爬岩壁都表达了攀爬的目的。 研究证明,可以。 这一伟大的心理发现告诉我们,黑猩猩确实可以超越物理相似性,将攀爬的实力进行分类,把看起来十分不同但心理目的一致的行为分为一类。 如果黑猩猩能够理解提升社会阶层也是一种攀爬,那么它们的概念就和我们的完全一样了。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说的,人类婴儿可以完成这个状举,只要给它们可以表达这个概念的词汇。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类人员是否可以像人类婴儿一样学习词汇并利用词汇学习概念。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科学家一直在尝试着教类人员语言,通常是通过视觉信号系统和美式手语,因为黑猩猩的声音器官不适合人类语言的发音。 如果有奖励的话,类人员可以学习使用数百个词语和其他符号识别周围的特定事物。 他们甚至可以把符号组合起来表达复杂的事物请求,如知识吃想要和口香糖快点想要一些。 这些猩猩是真正理解这些符号的含义,还是只是模仿他们的训练师以获得奖励? 关于这一点,业界一直存在争议。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没有明确奖励的情况下,类人员是否能够在自己的团队中学习和使用词语或符号,是否能建立纯粹的心理概念,如财富或者悲伤。 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类人员可以自己学习和使用符号。 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概念可以映射到不需要外部奖励的符号——食物。 但如果类人员真的学会了一个词语,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会以这个词为起点,超越他们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味觉感受进行心理推理吗? 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词汇当然不会促使类人员像人类婴儿那样搜索其他生物的大脑去寻找概念,但是存在很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 例如,看起来黑猩猩可以根据功能来给不同的物体进行分类工具、容器、食品,如果你奖励它们,如果它们已经有了亲身的体验。 而且,如果你教它们并给予奖励,让它们把一个符号和一个类别,如工具,联系在一起。 它们也可以把这个符号和该类别其他不熟悉的工具联系在一起。 类人员使用词汇只是为了获得奖励吗? 怀疑者指出,类人员肯定不会用符号或词语来谈论天气或孩子的问题,它们可以指向某个物体,不指向奖励,但必须有奖励在另一端等着。 如果它们的训练师停止对它们进行奖励,那么观察它们的情况将会很有趣。 它们会继续使用这些符号吗?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类人员来讲,词汇似乎并不是它们情感空间的一部分和人类婴儿不一样。 对类人员来说,单纯的词汇并不值得学习。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那就窝黑猩猩。 它们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比其他普通猩猩更注重平等和合作精神。 它们的社交网络更广泛,在成年前可以玩耍的时间也更长。 一些窝黑猩猩似乎不需要额外奖励就能够完成任务,而其他猩猩则需要奖励。 我们看一下坎奇的故事。 坎奇是一只小窝黑猩猩,它看见它的继母和其他成年窝黑猩猩学习语言类符号后会获得实物奖励。 坎奇六个月大的时候,通过观察其他猩猩获得奖励,它似乎也在自学这些符号。 在特定的某一点,科学家经过认真测试,发现坎奇好像明白一些英语口语。 因此,如果让一只窝黑猩猩长期接触语言,它的大脑很可能会学会具体词汇的意义。 和窝黑猩猩相比,人们一直更喜欢黑猩猩,认为它们更聪明。 但这种动物性格中有阴暗的一面,它们懂得把握机会,互相捕猎,残杀,以占领领土或获取食物,它们也会毫无原因地攻击陌生人。 在黑猩猩群体里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公猩猩会暴打母猩猩,使其屈服获得交配权。 而窝黑猩猩更乐于通过交配解决冲突,这显然是一种比暴力更好的选择。 另外,在实验室里学习概念时,黑猩猩表现得很不好。 在语言实验中,小黑猩猩在婴儿期就被带离母黑猩猩的身边,在一个和它们的自然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类人环境中被抚养长大。 一般情况下,小黑猩猩会和母黑猩猩一起生活十年,其中有五年吃奶的时间,因此这种过早地离开母亲可能会改变每个黑猩猩的内感受网络的连结,对实验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想象一下,这样把一个人类婴儿和它的妈妈分开。 在更自然的环境下进行测试时,黑猩猩的情感空间似乎比实验室中要宽广得多。 关于这个观点,我们要感谢京都大学领掌目动物研究所的领掌目专家松泽哲郎。 松泽哲郎教授设计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实验。 在一个户外人工森林里,他养了一群黑猩猩三代同堂。 每天,黑猩猩都会自愿来实验室做实验。 有时,它们会得到奖励。 当然,如果强调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重点。 这些黑猩猩已经和松泽哲郎教授以及研究机构的其他研究员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 一个母黑猩猩会把她的孩子抱到膝盖上,让人类对她的孩子做实验。 例如,一项研究测试了人类婴儿和黑猩猩幼崽学习哺乳动物、家具和交通工具概念,使用仿真微缩模型的情况。 当他们坐在母亲的腿上接受测试时,都没有奖励。 幼崽与母亲的亲近关系,以及与人类实验的信任关系,这些可能已经足够将这种情况带入黑猩猩幼崽的情感空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些条件下,黑猩猩幼崽和人类的婴儿一样都可以形成概念。 但人类婴儿可以自发地操纵物体,如四处移动汽车玩具,这有助于概念的形成,而小黑猩猩则做不到这一点。 松泽哲郎教授的实验团队是了解黑猩猩概念能力极限的理想之地。 小黑猩猩的概念系统具有可塑性,我们可以让小黑猩猩在妈妈的怀抱这样的自然环境中进行测试,也许还可以进行第五章所介绍的概念构建实验。 小黑猩猩能够使用像TOMA这样的无意义词汇对外形各异的物体或者图像进行分类吗? 就像人类婴儿做的那样。 然而,目前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黑猩猩能够形成基于目的的概念。 尽管它们的网络与人类的默认模式网络内感受网络的一部分,类似,但它们无法想象完全新奇的事物,如一只会飞的豹子。 它们无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同一件事,无法想象与现在不同的未来。 它们没办法意识到给予目的的信息存在于其他动物的大脑中。 这就是为什么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猩不可能构建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 给予奖励时,类人猩可以学习词汇,但它们不会自发地使用词汇形成具有目的性的心理概念,如适合白蚁翅的东西。 任何概念都可以以目的为基础。 回想一下,鱼可以是宠物,也可以是晚餐,但是情绪概念只能以目的为基础。 因此,黑猩猩似乎不可能学习诸如幸福和愤怒之类的情绪概念。 即使它们能够学习愤怒这样的概念,我们也不清楚它们是否能够基于目的理解和使用这个概念,如把其他动物的行为归为愤怒的类别。 有时,类人猩似乎能够理解一个纯粹的心理概念。 在一项实验中,黑猩猩完成任务后可以获得带用货币,然后它可以用带用货币交换食物。 于是,黑猩猩自发地学会了保存它们的带用货币,然后以换取它们想要的东西。 当你观察黑猩猩进行交易时,很容易就能推断出黑猩猩懂得金钱的概念。 但在这里,带用货币只是用来获取食物的工具,而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可以交换商品的货币形式。 黑猩猩不明白钱本身具有的价值,它们和人类不一样。 如果黑猩猩不能形成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那么它们必然天生就没有能力互相传授概念。 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社会现实,即使它们可以从培训师那里学会愤怒的概念,也无法为后代创造环境,凭借它们自己的努力把这个概念传给下一代。 黑猩猩和其他灵长木动物确实有共同的做法,如用石头砸坚果,但是黑猩猩妈妈不会自发地更精准地指导它们的孩子如何做,小黑猩猩是通过观察学会的。 例如,在日本有一群猕猴,其中一个成员在吃食物前会洗一下,在后来的十年中,在这个猴群中,三十四的成年猕猴都学会了这个行为。 但与我们人类用词汇和我们发明的心理概念形成的集体意向性相比,这种集体意向性非常有限。 在整个动物界,只有人类有社会现实,只有人类可以用词汇创造和分享纯心理概念。 当我们彼此合作或者竞争时,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概念,并利用它们有效地调节我们和他人的身体预算。 只有我们有精神状态的概念,比如情绪概念,只有我们可以进行预测赋予感觉以意义。 社会现实就是人类的一种超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松泽哲郎教授和他的黑猩猩那里。 松泽哲郎教授如何安置一个黑猩猩群体,保持整个黑猩猩家族的融洽关系,并让全员都融进人类文化,这是意义非凡的。 我想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松泽哲郎教授的这种人类文化背景是否会影响到小黑猩猩的大脑发育? 因为他们的妈妈是由一群值得信任,充爱心的人类养大的。 维基尼亚,莫雷尔在他的《动物智慧》中转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尤其值得关注。 这个例子讲述了两名实验人员,他们给一只正在哺乳期的母黑猩猩提供社会支持。 这只母黑猩猩不愿意给他的孩子喂奶,但实验者却温柔地鼓励他勇敢起来。 莫雷尔这样写道,一名研究人员轻轻地抱起小黑猩猩,把他放到了他妈妈的怀里。 小黑猩猩的爪子抓着妈妈的毛发。 这个母黑猩猩试着给小黑猩猩喂奶,但是当小黑猩猩咬住他的乳头时,母黑猩猩大哭起来。 他差一点把小黑猩猩扔到地上,但是研究人员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 是的,是的,他安慰他说,一开始可能会疼,但很快就不疼了,慢慢地,这个母黑猩猩平静下来,再次把小黑猩猩抱在怀里,开始喂奶。 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新妈妈首次给孩子喂奶。 作为一个母亲,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次喂奶真的很疼,但是其他人,护士,家里的老人或者朋友会鼓励你,支持你,告诉你如何做,最终一切都会好的。 对于一个黑猩猩妈妈,这些提供帮助的人类不仅是他的照顾者,他们还是他情感的支撑,能够帮助他调节身体预算。 黑猩猩和他的孩子,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受人类文化的影响。 长期如此,这种社会联系会对这些猩猩的语言能力和概念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吗? 如果他们的后代最终能够形成以目的为基础的概念,那将是一场全新的比赛。 好了,黑猩猩和其他灵肠木动物似乎没有情绪概念或社会现实。 那么狗呢? 比如说罗迪。 毕竟,我们养狗,把他们当作我们的伙伴,因此,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真正的社会生物。 如果说有任何非人类的动物具有情绪的话,那么狗将会成为最佳候选人。 就在几十年前,俄罗斯科学家迪米特里·贝尔耶夫只通过四世代的培育,就把野生狐狸驯化得类似于家养的狗。 每次母狐狸生产,贝尔耶夫都会挑选对人类最感兴趣,攻击性最小的狐狸幼崽进行驯化喂养。 实验饲养的狐狸看起来像狗,驯化后的狐狸头骨更短,口鼻更宽,尾巴弯曲,耳朵下垂。 所以,贝尔耶夫一开始选出的小狐狸并没有这样明显的特征。 它们的构造更接近于狗,而不是狐狸。 它们强烈渴望和人类交流。 现代的狗也是为了某些人期望的特性长期培育出来的,如依附于人类照顾者,其他的特性也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了和人类情绪概念类似的东西。 我推测,在众多被不经意培育出来的特征中,有一个是某种狗的神经系统。 我们可以调节狗的身体预算,反过来,狗也可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算。 如果狗和它们的主人心跳同步,就像我们人类彼此之间心跳会同步一样,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在选择狗时,我们有可能会看它们的眼睛,我们觉得眼睛灵活,面部肌肉丰富的小狗,犹如一张画布,我们可以在上面画出复杂的心理状态。 我们爱狗,我们培养它们,希望它们也爱我们,或者至少把它们视作是爱我们的。 我们差不多把狗当作孩子来养,只不过这个孩子有四条腿,穿着一身皮衣。 但是,狗可以体验或感知人类的情绪吗? 狗,和其他哺乳类动物一样,能够感觉到情感。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狗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似乎就是咬尾巴。 狗在快乐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的主人,它会向右侧咬尾巴。 狗伤心的时候,如果它看见一条陌生的狗,就会向左咬尾巴。 尾巴摇摆的方向,可能和狗的大脑的活动有关。 咬向右边据说,意味着大脑左侧活动相对活跃,反之亦然。 狗之间,感知情感似乎也是通过看尾巴摇动。 对心略和其他因素的测量结果表明,当它们看到对方尾巴向右摇时,就会放松。 如果看到对方尾巴向左摇,就会紧张。 狗似乎也可以从人的面部表情和声音中感知到情感。 我从来没看到过任何关于狗脑成像的实验,但是如果它们有情感,就应该有内感受网络。 狗的情感空间有多大,没有人知道。 但是鉴于它们的社会性,我敢说,在某些方面,狗情感空间的大小一定和它们的主人有关。 狗也可以学习概念。 这同样没什么值得震惊的。 经过训练,狗可以区分照片中的狗和其他动物。 它们需要经过上千次的训练才可以掌握窍门,而人类婴儿只需要几十次就可以完全掌握。 但是,狗学习后,识别的准确率超过80%,即使照片中的狗是一只从没见过的新品种,或者这只狗处于十分复杂的环境。 这对狗的大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结果。 狗也可以形成嗅觉概念。 狗通过把一个人身体各部分不同的气味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个人独有的味道,通过这个味道把这个人和其他人去分开。 当然,我们知道经过训练,狗可以通过嗅觉追踪不同类别的物体。 在机场,经常有人在箱子里藏食物或者毒品,但一般都难逃狗的鼻子。 有一点我想说明,狗似乎可以推断人类的某些意图。 在感知人类姿态和跟随人类视线方面,狗比大猩猩做得好。 在索菲亚还小的时候,它非常喜欢一只叫哈罗德的狗。 它和这只狗经常在沙滩上玩。 当它和哈罗德想去远一点的地方玩时,通常都会盯着人看,希望获得允许。 索菲亚盯着我,而哈罗德则看着它的主人。 狗用人类的凝视告诉我们,它们想要什么。 狗把这个技巧运用得非常熟练,似乎能够通过我们的眼睛读懂我们的想法。 更令人称奇的是,狗会跟随彼此的目光去获取周围环境的信息。 例如,当罗德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它会不由自主地去看它的妹妹饼干。 一只金毛猎犬,然后跟随它的目光。 当两只狗互相沟通时,它俩会一动不动,然后它俩会突然采取行动,就好像在演无声电影一样。 但是,我不觉得狗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进行推理,它们只能很好地感知人类的行动。 因为,老实说,它们之所以对我们的一切这么敏感,都是我们训养的结果。 狗似乎明白人类用符号来表示目的。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一位实验人员把狗玩具放在不同的房间里,然后用这些玩具的小型复制品作为符号。 受试者,边境牧羊犬,知道实验人员想让它们根据这些小型复制品从其他房间找出匹配的玩具。 这比单纯的街球游戏要复杂得多。 很多研究也表明狗会用不同的咆哮和吠叫来相互交流,尽管它们发出的声音信号可能只是在传达唤起,影响。 有一项研究甚至表明,一只名叫索菲亚的狗可以像我们的黑猩猩朋友一样经过培训,它能按下键盘上的符号和人类交流一些简单的基本概念。 走路,玩具,水,玩,食物以及它的笼子。 显然,狗非常聪明。 尽管如此,科学家至今还没有发现狗有情绪概念。 事实上,尽管狗的很多行为很情绪化,但依然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狗没有情绪概念。 当狗主人认为它们的狗隐藏了什么,例如,避免眼神交流或表现得十分顺从,如垂下耳朵,躺下,露出肚皮或者夹着尾巴时,它们就会推断狗,感觉愧疚了。 但是,狗真的有愧疚感吗? 有一项研究十分巧妙地调查了这个问题。 在每次实验中,狗主人都会给狗一块可口的饼干,然后明确告诉狗狗不许吃,随后狗主人立刻离开房间。 狗主人不知道的是,在它离开后,会有一个实验人员进入房间,影响狗的行为。 它要么把饼干喂给狗,它会吃了饼干,要么把饼干拿走。 事后,实验人员可能会告诉狗主人事实,也可能不会。 狗主人被分成了两组,一组被告知,它们的狗很听话,要友善温和地对待它们的狗。 另一组被告知它们的狗吃了饼干,要谴责它们的狗。 这就创造了四个场景。 听话的狗被主人友好对待,听话的狗被冤枉,被谴责,吃了饼干的狗被友好对待,吃了饼干的狗被谴责。 结果怎么样? 不管狗吃没吃饼干,一旦受到谴责,都表现出了更多的人类常见的典型的内疚行为。 这表明,在违反主人的指令时,狗并不会体验到愧疚。 相反,当它们的主人认为狗吃了饼干后,是它们的主人认为它们应该愧疚。 还有一项研究调查了狗的嫉妒心理。 研究人员请狗的主人和玩具狗交流,而它们的狗在旁边看着。 玩具狗会叫,会发出乌业声,还会咬尾巴。 研究发现,在这种情况下,狗会咬玩具,发出乌业声,推玩具和自己的主人,试图把自己插入玩具和主人之间,这比主人和一个不同玩具,如南瓜灯,交流时,或者读一本书时,更常见。 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发现意味着狗会嫉妒,特别是许多参加测试的狗秀了秀玩具狗的肛门。 可惜的是,实验人员并没有验证,如果狗的主人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三个事物,玩具狗,南瓜灯和阅读,狗是否还会有这样的行为? 它们假设狗的主人的行为完全相同,狗也明白只有一种情况下才需要忌妒。 因此,即使很多狗的主人认为,它们的狗可以体验到忌妒,我们也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这一点。 时至今日,科学家仍在探索狗的情绪表现的极限。 在某些方面,狗的情绪空间比人类更宽广,因为它们的嗅觉和听觉非常灵敏。 但在另一些方面,它们的情绪空间又比人类狭窄,因为它们无法走出当下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 评估了这些证据后,我认为,狗不具有人类的情绪概念,如愤怒、愧疚和嫉妒。 你可以想象,狗可以形成它自己的类似于情绪的和它主人相关的概念,但和人类的情绪概念完全不同。 没有语言,狗的情绪概念范围就必然远远小于人类,狗也无法把概念交给其他的狗。 因此,狗体验普通的愤怒或其他类似概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即使狗没有人类的情绪,但狗和其他动物仅通过情感就能完成许多事,这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一只动物遭受痛苦时,它附近的其他动物都会体验到不愉快的情感。 第一个动物的身体预算会被第二个动物的不舒服感觉影响,因此第一个动物就会努力改变现状。 例如,即使是一只老鼠,当它看到另一只老鼠处于不幸中时,它也会提供帮助。 人类婴儿也会安慰另一个遭遇痛苦的婴儿。 这种能力,不需要情绪概念,这是内感受神经系统产生的情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狗有一些非凡的技能,但我们严重误解了狗。 我们利用过时的人性,本质论把狗和我们自己相提并论,而不是根据它们的实际情况看待它们。 狗之常情,一书的作者约翰·布雷霄解释说,我们误认为狗内心深处狼性未免,需要经受文明的力量,狗的主人的驯服。 这和我们内在的神秘的兽性之心很类似,我们同样需要理性的驯服,狗是社会性很强的动物。 布雷霄继续解释说,它们就像生存在野外的狼一样,如果你不是,把它们和一群陌生人扔进动物园。 如果有几只狗在公园里相遇,很快它们就会玩到一起。 据布雷霄所说,在狗身上,占主导的似乎是焦虑,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体预算失衡。 思考一下,我们选取了一种有亲和力的,感情丰富的生物,我们可以调节它们的身体预算,那么我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不用太管它。 你能想象,这样对待一个人类小孩吗? 当然,它们的身体预算会出现混乱,它们会感觉高度唤醒,感受到不愉快的情感。 它们对我们的感情依赖是我们培养的。 因此,主人必须关心狗的身体预算。 狗不可能感受到恐惧、愤怒以及其他人类情绪,但它们能够体验到愉快、痛苦、依恋和其他情感。 狗作为一个物种来讲是成功的,与它们的人类同伴生活在一起,拥有情感可能就足够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杜会通过内感受网络调节它们的身体预算吗? 虽然不能说整个动物界都可以,但至少哺乳动物如老鼠、猴子、类人猿以及狗我认为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动物可以体验感情吗? 基于一些生物学和行为线索,再一次,我认为我们可以给出相当自信的答案。 动物可以学习概念吗? 它们可能根据这些概念进行预测分类吗? 当然可以。 它们可以学习以行动为基础的概念吗? 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它们可以学习词汇吗?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动物能够学习一些词汇或者其他符号。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符号成了统计模式的一部分,大脑可以捕捉并储存已公日后使用。 但是,动物可以超越统计规律的限制,利用词汇,以目的为基础,创造相似性,将视觉、听觉或感觉都不相同的行为或物体联系起来吗? 动物可以利用词汇形成心理概念吗? 它们能够知道它们需要的关于外界的部分信息存在于它们周围其他生物的大脑中吗? 它们可以对行为进行分类,使之成为具有一定意义的心理活动吗? 可能不行,至少动物不会和人类完全一样。 例如,类人员可以构建分类,和我们所做的非常相似,远超我们的想象。 但是现在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地球上,有任何非人类的动物可以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情绪概念。 只有我们拥有创造和传播社会现实所需的所有材料,其中就包括情绪概念。 即使对人类最好的朋友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罗迪当他吼叫,跳向那个男孩时,他是在生气吗? 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罗迪缺少情绪概念,因此,你可以猜到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嗯,这样说不确切。 回顾一下我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烦恼吧,根据情绪建构论一直咆哮的狗生气了吗? 首先,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 它假设从某种客观意义上来看,狗生气或者不生气是可测量的。 但是正如你所了解的,情绪类别没有统一的生物指纹。 情绪是从感知者的角度构建的。 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罗迪生气了吗? 可以分成两个问题,在男孩看来,罗迪生气了吗? 对罗迪来说,他自己生气了吗? 这些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第一个问题问,通过罗迪的行动,这个男孩可以构建一个愤怒感知吗? 当然可以。 我们观察狗的行为,我们用自己的情绪概念预测,构建感知。 从人类的角度看,如果男孩构建了一个愤怒感知,那么罗迪就是生气了。 男孩的评估是正确的吗? 你可能还记得,社会现实分类准确性是一个共识问题。 举例来说,我和你一起路过罗迪的我,他大声咆哮。 你觉得他生气了,而我并不这样认为。 准确性可能是,我们达成一致了吗? 我们的体验和罗迪的主人安琪的体验一致吗? 安琪最了解罗迪了。 我们对罗迪的体验是否符合这个情境下的社会规范?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现实。 如果我们达成一致,那么我们的构建就是同步的。 现在,关于罗迪的体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当他咆哮时,他生气了吗? 罗迪可以从感觉预测中构建愤怒体验吗? 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不。 狗没有人类的情绪概念,去构建愤怒的实力。 由于缺少西方文化中的愤怒概念, 狗无法把他们的内感受、感觉信息和其他感觉信息分类, 也就无法创造情绪实力。 他们无法感知其他狗和人的情绪。 不过,狗的确可感知痛苦和快乐等少数几个情感活动。 狗可能会有一些类似情绪的概念。 例如,一些科学家怀疑很多社会性动物如狗和大象知道死亡的概念, 他们能够体验到某种类型的悲痛。 这类悲痛和人类的并不完全一样, 但两种悲痛来源类似。 一练,身体预算和情感的神经化学基础。 对人类来讲,失去父母、爱人或者亲密朋友会对你的身体预算造成严重破坏, 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痛苦, 其程度和解除毒瘾非常相似。 当一个生物失去另一个帮助维持其身体预算的生物时, 第一个生物将会因为预算失衡而感觉很痛苦。 就像洛克西音乐团的布莱恩·费瑞说的那样, 爱是毒药。 罗迪的不幸有一个背景故事, 这可能影响了他在那个灾难性的日子里的行为。 那周早些时候, 在他被抓捕前, 罗迪失去了他的姐姐莎蒂。 莎蒂是一只金毛猎犬, 他因为年老而死去了。 他们的主人安琪认为, 这就是罗迪扑向那个男孩的原因。 安琪说, 罗迪很伤心, 他失去了一个帮助自己控制身体预算的同类, 他暂时忘记了自己曾接受过的训练。 罗迪知道自己不应该跳起来, 但可能在那一天, 他不是他自己的一只狗也可能拥有多个自我。 经常有一些报道称, 当某人家里有一只狗去世后, 其他的狗就会绝食或者变得特别没精神,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一些人认为这就是狗悲伤的证据, 但是他们的这些行为也可以更简单地理解为身体预算失衡带来的影响, 他们产生了不愉快的情感。 毕竟, 安琪自己可能就对沙蒂的死感到很伤心, 罗迪对他的主人的行为十分敏感, 他可能探测到安琪的某些情感变化, 这导致了他身体预算的不稳定甚至更糟的情况。 把咆哮的狗分成两个问题, 分别反映了人类和狗的感知, 这并不是在玩什么小把戏。 我得承认, 我在这里所做的区分是非常精细的。 人们经常有一个错误认知, 即情绪建构论认为狗没有情绪, 有时甚至会出现人类也没有情绪的说法。 这些过于简单的陈述毫无意义, 因为它们假设情绪有本质, 所以情绪才可以独立于任何感知者而存在, 或者不存在。 但是情绪是感觉, 每一种感觉都需要一个感知者。 因此, 每一个关于情绪本质的问题, 都必须从特定的角度来提出。 如果类人猿, 狗和其他动物无法体验人类的情绪, 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报道说, 在动物甚至是昆虫身上发现了情绪? 这一切都因为一个错误, 一个在科学中反复出现的小错误, 这个错误很难发现, 也很难被克服。 设想一下, 一只老鼠被放在了一个有电网的小盒子里, 盒子被放到了地板上。 实验人员弄出一声巨响后, 电击老鼠。 遭受电击的老鼠浑身僵硬, 心率和血压升高, 因为电击刺激了杏仁核内和关键神经元, 相关的回路。 实验人员多次重复这个过程, 巨响后电击老鼠都得到相同的结果。 最后, 实验人员只给出巨响, 不再电击老鼠, 由于巨响预示着电击, 即使没有电击, 听到巨响后, 老鼠也会浑身僵硬, 心率和血压升高。 老鼠的大脑和身体的反应, 就好像他们经历过电击似的。 坚信传统情绪观的科学家认为, 老鼠已经学会了害怕那个声音, 这种现象被称作习得性恐惧。 在第一章中, 我们介绍过一个叫SM的女性, 据说因为没有杏仁核, 所以她无法学习恐惧。 这个实验和当时对SM女士所做的实验是一样的。 几十年来,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直在对老鼠、 苍蝇和其他动物进行电击, 试图确定杏仁核内的神经元是如何让它们学会身体僵硬的。 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这个僵硬回落, 然后推断认为杏仁核包含的一个恐惧回落及恐惧的本质。 据说心率加快, 血压上升, 身体僵硬代表了一个恐惧的生理指纹。 我一直都不知道它们怎么确定那就是恐惧, 难道不可能是习得了惊奇, 警觉, 或者只是因为疼痛吗? 如果我是那只老鼠, 那些惦记会让我非常愤怒。 所以, 为什么这些反应不能是习得性愤怒呢? 无论如何, 这些科学家坚持认为, 他们不仅分析了老鼠的恐惧习得, 还分析了人类的恐惧习得, 因为杏仁核内的相关恐惧回落已经随着哺乳动物的进化传给了我们。 这种说法是根据三重脑学说的出来的。 这些恐惧习得研究的目的是把杏仁核确定为恐惧在大脑中出现的位置。 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 所谓的恐惧习得已经成为一个产业。 科学家用它解释焦虑症, 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恐惧习得还应用到了制药行业, 帮助心药研发和治疗睡眠障碍。 在谷歌上, 恐惧习得的点击量超过十万次, 是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中最常被用到的词语。 恐惧习得听起来是一个狠唬人的专业术语, 其实揭开这些表象, 它只不过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 经典条件反射, 或者叫巴斧洛夫条件反射。 该反射是根据生物学家伊万巴斧洛夫命名的。 巴斧洛夫通过摇灵, 引起苟分泌唾液的实验发现了条件反射理论。 经典恐惧习得实验表明了一种良性的刺激, 如阴调, 可以在预料到不确定的危险时获得触发某个性人和回路的能力。 科学家已经花费了数年时间来精细地绘制这个回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提到的那个细微错误。 僵住是一种行为, 而恐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状态。 研究恐惧习得的科学家把僵住的行为回归到恐惧这个类别, 并把潜在的僵住回路看作恐惧回路。 就像豚鼠纸杯蛋糕, 自己无法构建快乐体验一样, 是我认为他感觉到了快乐。 这些科学家不知不觉中应用了自己的情绪概念, 构建了恐惧感知, 然后把这种恐惧赋予了老鼠。 我把这种常见的科学错误叫做心理推理谬误。 心理推理很正常, 我们所有人每天都会自动进行推理。 当你看见一个朋友微笑时, 你可能会立刻推断, 他很高兴。 当你看见一个男人喝了一杯水时, 你可能会推断, 他很渴。 当然, 你也可能推断他因为焦虑而心慌气躁, 或者他要发表一个看法, 想喝口水停顿一下。 如果你正在午餐约会, 你感觉浑身燥热, 满脸通红, 那么你可能会推断是因为浪漫的情感, 但也可能是流感引起的。 当然, 孩子们可以在玩具和安全毛毯中感知情绪, 并与他们进行有趣的双向对话, 但成年人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 20世纪40年代, 心理学家弗里茨、 海德尔和玛丽安、 西米尔共同进行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他们创造了一个简单的几何形状的动画, 目的是看看观众是否能进行心理推理。 动画中, 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围绕一个大举形移动, 整个动画没有声音, 他们也没有对运动做任何解释。 即使如此, 观看者在观看这些形状时, 还是出现了某些情绪和其他一些心理状态。 一些人说, 大举形正在欺凌无辜的小三角形, 而勇敢的圆形正赶来营救小三角形。 作为人类, 科学家在解释他们自己的实验结果时会进行心理推断。 实际上, 每当科学家记录物理测量结果, 然后为其指定心理原因时, 他们都会犯心理推理谬误, 那个心跳变化是由兴奋引起的, 那个皱眉表示愤怒, 前脑倒的活动是由厌恶引起的。 因为焦虑, 受试者按电脑键的速度有点快, 情绪让这些行为不可能客观, 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感知者。 这些行为本身确定无疑地表明了某种心理活动正在发生, 但科学家给出的结论也是猜测的。 科学家所做的是, 我们先进行测试, 然后通过推理将数字模式转化为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 当科学解释是你的目的时, 有些推论比其他的更好。 在情绪科学中, 恐惧学习现象是心理推理谬误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 恐惧学习的研究人员模糊了运动, 行为和经验之间存在的重要区别。 肌肉收缩是一种运动, 僵硬不动是一种行为, 因为它涉及多块肌肉的协调运动。 恐惧的情感是一种体验, 发生时可能会伴随行为, 例如僵硬不动或没有明显行为出现。 控制僵硬行为的回路和引发恐惧的回路并不是同一个。 出现这样的科学误解令人震惊, 因为这个误解和恐惧学习学说造成了数十年的混乱现象, 生生地把有效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变成了一个恐惧行业。 恐惧概念包含了很多其他问题。 面对威胁, 老鼠并不总是僵硬不动。 当你把老鼠放到一个小盒子里, 不定时地给出声响和电击, 老鼠的确会僵硬不动。 但如果你把老鼠放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内, 老鼠就会逃跑。 如果它们被逼得走投无路, 就会主动攻击。 如果在给出声响的时候, 你控制住了老鼠, 这时声响并不重要, 不管怎样它都会僵硬不动, 那么老鼠的心率不会增加, 反而会下降。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行为变化都需要杏仁和。 迄今为止, 据说科学家至少已经确定老鼠的大脑中有三个恐惧回路, 每一个都与一个具体行为有关, 这三个都是心理推理谬误的产物。 事实上, 一个简单的行为, 如僵硬不动, 是由一个分散式网络内的多个回路支持的, 这个网络并不仅限于僵硬不动和恐惧。 简而言之, 你不能通过电击老鼠研究恐惧, 除非你一开始就把恐惧回路定位为一只被电击的老鼠的僵硬不动反应。 人类和老鼠一样, 在受到威胁时会采取各种方式。 比如, 我们可能会僵硬不动, 逃跑, 可能会发动攻击, 也可能会讲笑话, 晕倒, 或者无视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样的行为可能是由大脑中不同的回路引起的, 所有哺乳动物大脑中都具有这样的回路, 但并不能说它们就是情绪, 它们也无法证明情绪有生物本质。 尽管如此, 一些科学家坚持称它们已经在动物身上分离出高度复杂的精神状态。 例如, 小老鼠在出生时如果强行让它们和妈妈分离, 它们就会发出类似于哭泣的刺耳尖叫声。 一些科学家推断, 大脑中负责哭泣的回路一定是痛苦回路, 但实际上这些小老鼠并不伤心, 它们很冷漠, 尖叫声只是小老鼠试图调节体温的副产品, 这是它们身体预算的一部分, 通常是由它们的妈妈完成的, 这和情绪没有任何关系。 这又是一个心理推理谬论。 从现在起, 你每读一篇关于动物情感的文章, 都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模式。 如果一个科学家用一个心理状态词汇, 如恐惧标记一个行为, 如僵硬不动, 那么你应该意识到, 啊哈, 又一个心理推论六论。 平心而论, 科学家很难不陷入心理推理的陷阱。 资助机构更愿意资助与人类直接相关的研究。 科学家还必须认识到, 他们一开始就在进行心理推理, 这是内感受网络的伟大壮举。 然后, 他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来自同事的各种批评和指责。 神经系统科学家约瑟夫, 易乐度曾在情绪化的大脑中普及了恐惧学习的概念, 但现在在谈及老鼠时, 他反对使用恐惧这个说法。 在这一立场上, 他是一个少见的智慧和勇气并存的科学家。 针对恐惧学习, 乐度发表了数百篇文章, 还包括一本关于大脑性人和恐惧的通俗读物, 但是他后来仔细考虑各种反证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 动物在面对威胁时, 僵硬不动有助于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 这是一种求生行为。 乐度的经典实验指出, 他所说的生存回路可以控制僵硬不动行为, 而不是一种心理状态, 如恐惧。 乐度的理论转变只是心灵和大脑新科学革命的又一个例子, 他引导这个领域向着更科学、更合理的情绪理论发展。 尽管乐度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已经做出了改变, 但在YouTube视频以及Tate演讲中, 你依然可以发现很多研究动物情绪的专家已得出了大量的心理推论谬论。 演讲者会给你展示一部引人注目的电影或者一幅动物进行某种行为的照片, 看,当你给老鼠挠养的时候, 它多么高兴, 那只乌乌叫的狗多么伤心, 那只老鼠吓得一动不动, 它多么的恐惧。 但是你要记住, 情绪无法被观察到, 情绪是构建的。 当你看视频时, 你并没有意识到你在用自己的概念知识做推理。 在第二章中, 你可以把那些毫无规律的斑点看成蜜蜂, 这两个过程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对你来说, 动物似乎是有情绪的。 在第四章中, 我解释说, 每一个所谓的情绪反应性大脑区域 都在发布预测来调节身体预算。 再加上心理推论谬论, 好好融合一下, 你就得到了一个关于情绪如何在大脑中运行的伟大神话。 有一件事需要注意, 当一只镊齿动物感到疼痛时, 另一只在旁边的镊齿动物的前扣带皮质活动会增加。 换句话说, 这是镊齿动物的同理心作用。 更简单一些的解释是, 和很多生物一样, 这两只动物正在互相影响彼此的身体预算。 当涉及的动物和你越接近时, 你就越有可能进行心理推理。 相比一只快速爬行的蟑螂, 我们更容易从一只奔跑的狗的身上感知到快乐。 一只母兔和兔宝宝一起睡觉, 一只影员像蠕虫一样的两栖动物用自己身上的肉喂食它的孩子, 前者应该更容易让你感知到爱。 奥斯卡提名的科幻电影《第九区》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 电影中外星生物乍一看就像是一种令人厌恶的, 人类大小的昆虫, 但一旦我们看见外星生物也有家人和爱人, 我们就会和它们产生共鸣。 甚至我们认为海德尔·西梅尔几何图形看起来像人, 只是因为它们的速度和轨迹让人联想到人们的互相追逐。 我们开始感知到它们的行为是由心理原因引起的, 它们进入了我们的道德圈。 对动物的心理推理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这很正常。 每天,我开车都会路过一个广告牌, 上面有一只可爱的小星星。 每天,当我接近广告牌时, 我都面露微笑。 不管我在想什么, 即使我知道小星星没有对我微笑, 它也不会和我分享我的想法。 坦白来说, 如果每个人都能因动物出现心理推理谬误, 并在这个过程中承认这些动物进入了我们的道德圈, 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了大象和犀牛的长崖而猎杀它们, 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猎杀大猩猩和窝黑猩猩作为食物了。 如果让人们在观察自己的同伴时, 进行更多的心理推理, 也许世界就会少一点残酷的暴行和战争。 但是, 当我们以科学家的身份说话时, 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心理推理的诱惑。 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来思考动物, 它们和我们多么的相似, 它们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它们对我们多么有用, 我们如何比它们优越。 我们可以把动物比作人, 如果这能保护它们的话。 但是, 当我们站在自身的角度去看待动物时, 我们可能正在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在伤害它们。 当狗非常焦虑, 想要和我们亲近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它占有欲太强, 这时我们本应该给予它们关爱, 却做了相反的事情惩罚了它们。 例如, 小猩猩在五岁之前都要吃妈妈的奶, 要在妈妈的怀抱中感受妈妈的温暖, 但我们却强行把它们和妈妈分开。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从动物的利益出发, 了解动物的思想, 而不要认为它们低人异等。 认为动物低人异等的想法, 源于人性古典观理论。 该理论认为, 黑猩猩和其他类人员是人类进化不完善的低级版本。 实际上它们不是, 黑猩猩已经适应了它们所居住的生态环境。 黑猩猩必须寻找食物, 而现代人类基本不需要, 因此, 黑猩猩的大脑天生具有确定和寄住细节的能力。 而不是构建心理相似性。 最后, 如果我们站在动物的立场了解动物, 我们就会从中受益, 因为我们和它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如果我们人类减少对它们的伤害, 我们也是在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 动物是情绪化生物, 至少就人类感知是如此。 这是我们创造的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我们把情绪赋予了汽车, 室内植物, 甚至是动画中看到的小圆圈和三角形。 此外, 我们也把情绪赋予动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可以体验到情绪。 动物的情感空间很小, 无法形成情绪概念。 狮子虽然会把斑马当作食物捕杀, 但它不是因为憎恨斑马。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认为狮子的行为不道德的原因。 当你再读一本《关于动物体验人类情感》的书或新闻故事时, 简讯《猫对老鼠的遭遇幸灾乐祸》保持这种心态, 你很快就会发现在你眼前出现的心理推理谬论。 一些科学家仍然认为所有的脊椎动物共享核心情感回落, 并以此来证明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情感。 著名神经科学家雅克, 潘克赛普为了证明这种回落的存在, 经常邀请他的观众观看狗咆哮和猫撕撕叫的照片, 以及小鸟哭着找妈妈的视频, 但动物的大脑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情感回落仍值得怀疑。 你的确拥有生存行为回落, 如著名的4S,急战斗,逃跑,密室和交配。 它们有你的内感受网络中的身体预算分配区域控制, 在体验感情时引起你的身体变化, 但它们并不是专用于情绪的。 就情绪而言, 你也需要对情绪概念进行分类。 科学家对动物大脑中情绪能力的搜寻一直在继续。 正如我们所知, 窝黑猩猩和黑猩猩作为我们人类的近亲, 可能它们的大脑回路中有特定的连结, 形成了它们自己的某种情绪概念。 大象存在另一种有趣的可能性, 大象是一种长寿的群居性动物, 它们在紧密联系的群体中形成牢固的纽带。 海豚也是一样。 在经过人类数千年的驯化后, 狗、如罗笛也可能具有情绪能力。 即使不是人类的情绪, 在这些动物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多。 包括实验室的老鼠、 豚鼠纸杯蛋糕, 以及其他很多我们觉得有情绪的动物, 它们都不可能构建情绪, 因为它们没有必要的情绪概念。 非人类的动物可以感受到情感, 但是, 它们的情绪的现实状态, 目前, 还只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第十三章, 关于情绪的新探索。 人类大脑是一个骗术高手, 它像魔术师一样创建体验, 引导行动, 却从来不透露它是如何做到的。 大脑总是给我们一种虚假的自信, 认为它的产品, 我们的日常体验揭示了其内部工作原理。 快乐, 悲伤, 惊讶, 恐惧和其他情绪看起来很独特, 似乎是天生的, 以致我们认为它们在大脑内具有单独的成因。 当你的大脑具有本质属性时, 你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心智理论。 毕竟, 我们的大脑正在试图弄清楚这些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千百年来, 这种欺骗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每隔一两个世纪, 心理的本质就会改头换面,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心智器官的概念却毫无进展。 摒弃这些本质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挑战, 因为大脑会进行分类, 而分类容易导致本质论。 虽然我们的本意并非如此, 但我们说出的每一个名词都给本质创造了机会。 渐渐地, 思维科学最终移除了它的辅助轮。 和过去不一样, 人类的头骨不再是一个阻碍, 因为现代脑成像技术可以对人类的大脑进行无害的观察。 新的可穿戴测量设备正在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 从实验室转移到现实世界中。 当我们用21世纪的高科技手段收集海量大脑数据时, 媒体, 风险投资家, 大多数教科书, 还有一些科学家仍在用17世纪的心智理论从柏拉图一, 灵版本升级到卢香学的一个奇特版本来解读这些数据。 神经科学对大脑极其功能的理解, 远比我们自己能够体验到的要深刻的多, 不仅是对情绪, 对所有的心理事件都是如此。 您现在会发现, 在教科书和大众媒体中, 许多关于情绪的事实都非常值得怀疑, 必须重新思考。 通过本书, 你已经了解到情绪是人类大脑和身体的生物组成部分, 但并不是因为每个情绪都有特定的回路。 情绪是净化的结果, 但不是从原始动物遗传下来的。 你无需刻意努力, 就可以体验到情绪,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在被动地接收这些体验。 你无需正规指导, 就可以感知情绪, 但这并不意味着情绪是天生的或独立于学习之外的。 人类天生具有情绪, 是因为人类可以利用概念构建社会现实, 反过来, 社会现实又连接着大脑。 情绪是社会现实的真实产物, 不同的人类大脑彼此相呼应, 协调一致才会创造出情绪。 在最后一章, 我们将以情绪建构论为指导, 着重讨论一些与大脑和思维相关的重要问题。 我们会仔细研究大脑的预测, 以及我们了解到的每一件和大脑相关的事情, 如减并, 核心系统, 概念发展的连结, 来阐明这种大脑中最有可能出现的思维方式。 我们将看到思维的哪些方面是普遍的或不可避免的, 哪些不是, 以及这对于你深入理解自己和他人有什么意义。 只要我们一直在写关于人类的文章, 人类的思维是由某种强大的力量创造的这个假设就会一直存在。 对于古希腊人来讲, 这个力量是自然, 其代表人物是诸神。 基督教将人性从大自然中分离出来, 将其置于一个全能的上帝的手中。 大尔文再次将这种强大力量回归自然, 并将其归为一种自然的特性, 即进化。 突然间, 你不再是一个不朽的灵魂, 你的心灵不再是善与恶, 正义和罪恶的战场。 相反, 你变成了一个由进化塑造的特殊内在力量的集合体, 你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行动。 据称, 你的大脑会与你的身体战斗, 理性在对抗情绪, 大脑皮质与下皮质战斗, 外部力量正在对抗你的内心力量。 据说, 因为你的动物性大脑被包裹在理性皮质之下, 因此你才和自然界其他动物完全不同, 并不是因为你有灵魂, 其他动物没有灵魂, 而是因为你处于进化的顶峰, 天生具有洞察力和理性。 因此, 你来到这个世界前, 你就以一种特定的方式, 即你的基因, 而不是上帝对他所提供的东西予以了回应。 情绪这样的体验被看成一个证据, 表明你完完全全是一个动物, 但在整个动物王国, 你又是特殊的, 因为你能够克服内心的兽性。 正如你在本书中所了解到的, 关于大脑的新发现, 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意义的理解。 无庸置疑, 你的思维是进化的产物, 但是, 它不是由基因单独塑造的。 没错, 你的大脑是由网络神经元构成的, 但这只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因素。 同时, 你的大脑的发育, 也会受你周围其他人的大脑的影响, 它们通过行动和词汇, 扩展你的情感空间, 平衡你的身体预算。 你的思维不是内在对立力量、 激情和理性对抗的战场, 以期确定你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多大的责任。 相反, 在你不停进行预测的大脑中, 你的思维时刻在进行运算。 你的大脑会用它的概念来预测, 虽然科学家一直在争论某些概念是先天的还是后天习得的, 但毋庸置疑, 当你的大脑和周围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建立连接时,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这些概念来自你的文化, 可以帮助你协调在群体生活中遇到的困境、 努力、造福自己还是和他人和谐共处。 这场拉锯战远不止一种解决方法。 总而言之, 有些文化偏爱努力奋进, 取得成功, 有些文化喜欢随遇而安。 所有这些发现都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 在人类文化的背景下, 人类的大脑进化出了不止一种人类思维。 例如, 在西方文化中, 人们认为思想和情绪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同的, 有时还存在冲突。 巴厘岛和伊隆哥文化, 以及某些佛教哲学文化, 并没有明确区分思想和情感之间的不同。 相同的大脑, 相同的网络结构, 怎么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思维? 同样一个大脑, 如何创造了这么多不同的思维, 而且每一个都和周围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契合。 我有我的情绪、概念和体验, 你有你的情绪概念和体验, 即使我们的情绪概念和体验相同实力也会不同, 有时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情绪概念, 而巴厘岛人的思维中甚至不区分思想和情感。 从表面来看, 所有正常发育的大脑看起来都十分相似, 尤其当你不戴有色眼镜认真观察时。 所有大脑都有两个半球, 大脑皮质最多有六层, 每个皮质都有五个脑液。 每个大脑皮质的神经元都被连接起来, 将信息压缩成有效的总结, 创造一个概念系统, 塑造行动和体验。 这些特征, 很多其他哺乳动物也都具有, 在你的神经系统中, 有一些非常古老的神经甚至是和昆虫共享的。 例如, 同源基因, 它将脊椎动物全身的神经系统组织起来。 尽管如此, 人的大脑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每个皮质的勾回位置, 特定皮质或者皮质下神经元的数量, 神经元之间的微连接, 大脑网络内的连接强度。 当你考虑这些细微细节时, 即使是同一物种, 也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大脑。 而且, 在一个单一的大脑内, 比如你的大脑, 连接也不是静态的。 就像一棵树春天发芽生长, 秋天落叶枯萎一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 神经的轴突和树突之间的相互连接会增加和减少。 在某些脑区, 你甚至会长出新的神经。 这种变化也会随着经验发生, 解剖学上称之为可塑性变化。 你的体验会被你的大脑连接记录下来, 最终会改变连接, 增加你再次经历相同体验的机会, 或者利用以前的体验创造一个新体验。 在你的大脑中, 数十亿神经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重组, 从一个模式重新组合成另一个模式。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种叫做神经地质的化学物质的存在。 神经地质使信号可以在神经元之间传递, 它们在瞬间打开或者降低神经连接, 这样信息就可以传向不同的通路。 因为神经地质的存在, 单个的大脑利用单一网络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心理事件, 创造出比各部分之和更大的东西。 当然, 我们的大脑具有减并性, 不同神经元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 另外, 不管你是认真观察了大脑组织, 还是粗略一看, 作为大脑网络, 脑区或单个神经元, 它们都不止创造出一类心理事件, 如愤怒, 注意, 甚至是视觉或者听觉。 微连结, 神经地质, 可塑性, 减并性, 多用途回路, 神经系统科学家把大脑称之为一个复杂的系统, 并以此来总结大脑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 我所说的复杂并不是随便说的哦, 那个大脑的确非常复杂, 而是更为正式的内容。 复杂性是一个衡量标准, 用来描述任何可以有效创建和传递信息的结构体系。 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 可以通过组合旧模式的零星碎片创建许多新的模式。 在神经科学、物理学、数学、经济学和其他学科领域, 你都可以找到复杂的系统。 人类的大脑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系统, 因为在一个物理结构中, 它可以重新配置数十亿的神经元, 构建一个庞大的体验、感知和行为系统。 大脑通过一种极其高效的沟通安排实现了其高度的复杂性, 这种沟通安排是以我们第六章提到的关键枢纽为中心建立的。 凭借这种组织, 大脑把多种来源的信息有效地组合在一起, 从而支持意识。 与此相反, 传统情绪观所假设的大脑模型具有不同功能的独立区域是一个低复杂度的系统, 因为每个小块都可以独立完成自己的功能。 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减并功能的大脑优势非常明显。 它不仅可以创建并携带更多信息, 而且更强大, 更可靠。 它可以通过多条路径实现同一目标, 而且对伤害和疾病的抵抗力也更强。 双胞胎性人和受损的例子第一章, 以及罗结大脑回路受损的例子第四章, 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 这样的大脑使你更有可能存活下来, 并将你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自然选择倾向于复杂的大脑, 是复杂性而非理性让你有可能成为自己体验的建筑师。 基因让你和其他人一起重塑你的大脑以及你的思维。 复杂性意味着大脑的连接图不是通用心智器官发出的单一思维指令集合。 但人类大脑几乎不会预设心理概念, 例如愉快和不愉快, 笑架, 激动和冷静, 唤醒, 响亮和轻柔, 明亮和黑暗, 以及其他意识属性。 相反, 变异性是常态。 人类大脑构建的目的是为了学习不同的概念, 创造大量社会现实, 而这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突发事件。 这种可变性不是无限的, 也不是任意的。 这种可变性不仅受限于大脑对效率和速度的需求, 还要受外部环境, 以及人类进退两难的境地的制约。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 你的文化赋予了你一个包含概念, 价值和实践的特殊系统。 并非只有统一的思想, 一套统一的概念, 才能证明我们是同一个物种。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类大脑, 它可以将自身与它的社会和物理环境 连接起来, 最终产生不同的思维。 一个人类大脑可以创造出多种思维, 但是所有人类思维都有一些共同的成分。 几千年来, 学者们一直认为思维不可或缺的是本质, 但其实不是。 思维必不可少的三个成分本书已做过介绍, 即情感现实、概念和社会现实。 根据结构学和大脑的功能, 这三方面可能还有其他才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是普遍存在的, 当然患病的人除外。 情感现实, 即你体验到的你所相信的那些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你的思维方式。 内感受网络中的身体预算分配区域, 你内心深处的大嘴巴科学家, 自带扩音器, 它多数时候都装聋作哑, 是你大脑里最强大的预测者, 是你的主要感官区域里最热切的听众。 身体预算的预测满载的是情感, 而非逻辑和理性, 这些预测是你的经验和行为的主要驱动力。 我们都认为食物是美味的, 就好像味道存在于食物中一样, 事实上, 味道是构建出来, 美味存在于我们的情感中。 在战区, 若某个人手中没有枪, 但有的士兵却会感知到他有枪支。 这个士兵可能真的看到了枪, 那不是错觉, 而是真实的感知。 又如, 在假释听证会期间, 饥饿的法官更容易做出不与假释的决定。 没有人能完全摆脱情感现实主义。 你自己的感知不可能和拍摄的照片一样, 甚至都无法和一幅高逼真的油画相比, 如维梅尔的作品。 你的感知更像是范高和莫奈的画作。 如果在糟糕的日子里, 你的感知甚至可能像美国抽象派画家杰克逊、 波洛克的作品, 但是, 你可以通过感知的效果认识情感现实主义。 任何时候, 只要你凭直觉认定某件事是真的, 那就是情感现实主义。 当你听到某条新闻, 或者读到某个故事, 立刻就相信了, 那也是情感现实主义。 或者如果你刚一听到某个消息, 就不屑一顾, 甚至讨厌发消息的人, 这也是情感现实主义。 我们都喜欢那些支持我们观点的东西, 通常会讨厌那些和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东西。 即使证据显示某事存在重大疑点, 但情感现实主义依然让你相信它。 这不是因为无知或者恶意, 这仅仅是大脑如何连结和运作的问题。 你所相信的一切, 以及你所看到的一切, 都会受到你的大脑预算平衡行为的影响。 情感现实主义, 如果认其发展, 就会使人变得认死理, 不知变通。 当两个对立的群体都深信自己是对的时, 他们就会参与政治冲突, 意识形态斗争, 甚至战争。 在本书中, 你所看到的关于人性的两种观点, 即传统情绪观和构建理论, 二者之间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在这场持续的战斗中, 因为情感现实主义, 双方都对对方的观点产生了刻板印象。 传统情绪观被讽刺为生物决定论, 根据该观点, 文化没有任何作用, 基因决定命运, 为当今世界贫富分化的社会秩序做出了辩护。 传统情绪观描绘了一种极端倾向, 支持人们努力造福自己而不是和谐共处。 另一方面, 构建主义被批评为绝对的集体主义, 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 或者被视作一种错误的观点, 认为人类是一个巨大的超级有机体, 就像电影《星际迷航》里的伯格人, 大脑就是一个君之肉块, 每个神经元都具有同样的功能。 这夸大了与他人和谐共处, 而看低了努力造福自己。 在这场战斗中, 双方都忽视了在科学界必然出现的微妙之处和变化。 读到这里, 你会发现证据指向了一个十分微妙的结论, 生物和文化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 文化源于自然选择, 当文化对你产生影响, 进入你的大脑, 它就会帮助你塑造下一代人。 情感现实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但对它你并不是无能为力的。 对情感现实主义最好的防御就是好奇心。 我告诉我的学生, 当你们读到自己喜欢的或者讨厌的内容时, 尤其要注意, 这些情感可能意味着你所读到的想法正好位于你的情感空间。 因此, 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你的情感并不能证明这件事的好与坏。 生物学家斯图亚特·菲尔斯坦在他的著作《无知》, 一书中鼓励人们在了解世界时, 要把好奇心当作一种方法。 他建议, 努力适应不确定性, 在神秘中寻找乐趣, 用心培养怀疑精神。 这些实践将有助于你冷静地审视那些违背你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的证据, 体验寻找知识的乐趣。 思维的第二个必然性是你有概念。 因为人类大脑通过连结构成一个概念系统, 你可以为最小的物理细节构建概念, 比如短暂的光和声音, 也可以为极其复杂的想法构建概念, 如印象主义和禁止带上飞机的东西。 后者包括上了唐的枪, 成群的大象, 以及你那凡人的爱德纳阿姨, 你的大脑中的概念是一个世界模型, 它能让你充满活力, 满足你身体的能量需求, 最终决定你如何更好地传播你的基因。 但特定的概念不具有必然性。 当然, 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是天生就有的, 如积极的和消极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感情和思想。 就大脑而言, 任何一套帮助你调节身体预算并保持活力的概念都是好的。 例如你在童年时学到的情绪概念, 概念并不仅仅存在于你的大脑中。 如果我和你正在喝咖啡聊天, 我说了一些机智的话, 你会微笑并点头。 如果我的大脑预测到你会微笑, 点头, 并且我的大脑的视觉输入证实了这些信息, 然后我自己的预测向你点头就变成了我的行为。 反过来, 你可能也预料到了我的点头, 以及一系列其他可能的情况, 它们会改变你的感觉输入, 与你的预测相互作用。 换句话说, 你的神经元不仅是通过直接的联系相互影响, 还通过外部环境间接地与我进行互动。 我们的预测和行动实现了同步, 也调节了彼此的身体预算。 这种同步是社会联系和同理心的基础, 人们因此相信和喜欢彼此, 这对亲子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你的个人经历是由你的活动主动构建的, 你在改变世界, 世界也在改变你。 确切来说, 你是你自己的环境和经验的建筑师, 你的运动和其他人的运动轮流影响你自己传入的感觉输入。 这些传入的感觉和任何一种体验一样, 会为你的大脑重新布现。 因此, 你不仅是你的体验的建筑师, 你也是一个电工。 概念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 但是我们也必须小心, 因为概念开启了本质主义的大门。 概念鼓励我们看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菲尔斯坦用一句古老的谚语开始, 无知, 一说, 在黑暗的房间里很难找到一只黑猫, 尤其是在没有猫的情况下。 这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寻找本质的过程。 历史上, 有许多科学家一心寻找本质, 最后却徒劳无功, 因为他们用了错误的概念指导他们的假设。 菲尔斯坦以发光的以太为例, 以太是一种神秘物质, 存在于整个宇宙中, 因为它的存在光彩有了介质可以通过。 菲尔斯坦写道, 以太就是一只黑猫, 物理学家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进行了理论研究, 做实验寻找黑猫存在的证据, 其实它根本不存在。 传统情绪观正是如此, 根据该观点, 心知器官是人类的发明, 错误地把问题当成了答案。 概念也会鼓励人们忽视眼前的事物。 彩虹的一个虚幻的条纹, 包含无限多的光频率, 但是你对红色这蓝色, 以及其他颜色的概念会导致你的大脑忽略这种变化。 同样, 一谈到悲伤这个概念, 人们就想到眉头紧锁, 这个刻板印象淡化了情绪类别的巨大变化。 我们谈论的第三种必然性是社会现实。 在你出生时, 你无法调节自己的身体预算, 但其他人会帮助你。 在这个过程中, 你的大脑进行统计学习, 创造概念, 并将自己连接到周围的环境中, 这个环境充满了其他人, 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构建他们的社交社会。 这个社交社会对你来说也是真实的。 社会现实是人类的超级力量, 我们是唯一可以彼此之间交流纯心理概念的动物。 没有什么特定的社会现实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对群体有效的社会现实, 并且受到物理现实的制约, 在某些方面, 社会现实是一种服事德交易。 对于一些至关重要的人类活动, 如建筑文明, 社会现实具有明显的优势。 如果我们信任我们的心理创造物, 如金钱和法律, 而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样做了, 那么文化会发展得更顺畅。 在这些构建过程中, 我们并不怀疑自己的手或者神经, 似乎是参与了这些构建, 所以我们只是把它当作现实。 然而, 这个超级力量让我们成了高效的文明建造者。 但同时它也阻碍了我们 对创建文明方法的理解。 我们经常错误地把依赖于感知者的概念, 如花朵、野草、颜色、金钱、种族、 面部表情等, 当成感知独立的现实。 一些人会把依赖于生理的感念 看成纯生理概念, 如情绪, 还有人物把社会概念看成生物概念, 甚至某个看起来很明显的生物现象, 如失明, 在生物学上也不是客观存在的。 这些失明的人不认为自己是盲人, 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好。 如果你创造了社会现实, 却没有意识到, 结果就是一团糟。 例如, 许多心理学家并没有意识到 每个心理学概念都是社会现实。 我们讨论意志力、 坚毅和决心之间的区别, 就好像它们在本质上存在不同, 并不是通过共享的集体意向性构建出来的。 我们把情绪、情绪调节、 自我调节记忆、 想象力、 缠织, 以及其他几十种心理类别分开, 所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 来自内感受和来自己周围环境的感觉输入, 在控制网络的帮助下, 经分类获得意义。 显然, 这些概念都是社会现实, 因为它们并不是所有文化共有的, 而大脑只是大脑。 因此, 作为一个领域, 心理学家不断地重新发现相同的现象, 然后赋予它们新的名字, 并在大脑中为它们寻找新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拥有上百个自我概念的原因, 甚至连大脑网络本身也有多个名字。 默认模式网络室内感受网络的一部分, 也有人称它为夏洛克·福尔摩斯, 除此之外,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别名。 当我们把社会误解为物理环境时, 我们也就误解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就这一点而言, 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拥有社会现实, 社会现实就会成为一种超级力量。 从思维的三个必然性中, 我们看到构建理论教会了我们提出疑问。 你的体验并不是通向现实的窗口。 相反, 你的大脑通过连接塑造了你的世界, 由于你的身体预算相关的东西驱动, 然后你会把这个模型当作现实来体验。 你每时每刻的体验可能感觉就像是一个又一个不连续的心理状态, 犹如一串珠子, 但正如你在这本书中所了解到的, 你的大脑活动具有连续性, 贯穿大脑内在的核心网络。 你的体验似乎是由头骨之外的世界触发的, 但实际上, 你的体验是由连续的预测和校正构成的。 讽刺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能够创造思维的大脑, 但创造的思维却会误解自己。 构建主义主张怀疑论, 本质主义则对确定性坚定不移。 本质主义认为, 你的大脑就是你的思维。 你有想法, 因此, 在你的大脑中必然有一块地方是专门用于想法的。 你体验到了情绪, 那么在你的大脑中必然也有一块是用于情绪的。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的身上看到思想, 情绪和感知的证据, 所以对应的大脑区域必然具有普遍性, 每个人都必须有相同的精神本质。 据称, 因为基因创造了思维, 所以所有人拥有共同的思维。 你在这种或那种动物身上看到了情绪, 达尔文甚至在苍蝇身上看到了情绪, 所以这些生物必然和你拥有相同的普遍情绪。 就像接力赛中的赛跑者传递接力棒一样, 神经活动从一个区域传递到另一个区域。 本质主义不仅提出了对人性的看法, 也呈现了一种世界观。 本质主义暗示, 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你的基因决定的。 因此, 如果你比其他人头脑聪明, 行动迅速或者更强大, 你就可以在别人无法做到的地方取得成功。 人们得到应得的东西, 也有权得到该得到的。 这种观点坚信基因才是公正的, 这是一种听起来很科学的意识形态。 我们所体验到的确定性了解我们自己, 彼此和我们周围世界的真实感受是一种错觉, 是大脑创造出来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的错觉。 偶尔放弃一点这种确定性无疑是一个好主意。 例如, 我们总是考虑自己和他人的特征, 他很大方, 他很忠心, 你的老板是个混蛋。 我们自己的确定性驱使我们把大方, 忠心和混蛋这类说辞安放到了别人的身上, 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本质, 看似可以通过客观标准探测和衡量一样。 这不仅决定了我们对待他们的行为, 我们也觉得这种行为是合理的, 即使那个大方的家伙只是想奉承你, 那个忠心的女士私底下非常自私, 你那个混蛋老板心里正想着家里生病的孩子。 因为确定性, 我们忽视了其他可能的解释。 我并不是说我们愚蠢, 没有能力, 无法理解事实。 我要说的是, 我们不能只抓住一个现实去理解。 对周围的感觉输入, 你的大脑可以创造多种解释, 虽然不是无限的现实, 但肯定不止一个。 健康的怀疑论产生的世界观, 与古典世界观完全不同。 你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随机的, 但也不具有必然性。 想象一下, 一个出生在贫困家庭的非洲裔美国孩子。 在他大脑发育的早期阶段, 他可能无法得到充足的营养, 这种情况尤其会对他的前额皮质, PFC的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前额皮质的神经对学习, 如处理预测误差和控制能力特别重要, 前额皮质的大小和功能 与许多在学校表现出色所需的技能息息相关。 营养不良就等于前额皮质变薄, 前额皮质变薄与学习成绩变差有关, 而教育程度降低, 比如没有完成高中学业, 又会导致贫穷。 在这个循环中, 社会对种族的刻板印象, 及社会现实, 可能会变成大脑连结的物理现实, 从而让贫穷的根源看起来仅仅是基因导致的。 一些研究似乎表明, 这种刻板印象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准确。 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在《白板》一书中指出, 当与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时, 那些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可能享受社会福利的人, 并不是他们不理性或心存偏见。 但是, 正如你刚才所看到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 官方的福利统计数据是真实的, 因为作为一个社会, 我们是这样做的。 由于我们的价值观和实践, 我们限制了一些人的选择, 缩小了一些人选择的可能性。 而扩大另一些人选择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说刻板印象是准确的。 只有在集体概念最初产生的共享社会现实中, 刻板印象才会正确。 人的大脑不是一堆互相碰撞的台球, 我们的大脑聚在一起, 可以调节彼此身体预算, 构建概念和社会现实, 帮助构建彼此的心理, 决定彼此的结局。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 这种建构主义的世界观就是一种 关在象牙塔里只说不做的自由主义, 其根源在于相对论。 实际上, 这种观点跨越了传统的政治界限, 你是由你的文化塑造的这一观点, 是典型的自由主义。 同时,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讨论的, 从广义上来讲, 你对你所拥有的概念负责任, 因为这些概念最终会影响你的行为。 个人责任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说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也需要为他人的概念负责, 这不仅包括那些不幸的人, 也包括未来的几代人, 因为你影响到了他们的大脑连接方式。 你如何对待别人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宗教观念。 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梦是指, 只要你努力工作, 一切皆有可能。 构建主义理论承认你, 确实是你自己命运的代理人, 但要受周围环境的限制。 你的大脑连接, 部分取决于你的文化, 会影响你以后的选择。 我不了解你, 但这些不确定性让我感觉舒适。 对我们的概念提出质疑, 并好奇哪些是物理的, 哪些是社会性的, 这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 通过分类创造意义, 这是我们的自由。 意识到这一点, 你就有可能通过再分类改变意义, 不确定性意味着 事物可能不只是表面的样子。 认识到这一点, 你才能在困难时不放弃希望, 在美好的时刻心存感恩。 现在是时候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了。 预测, 内感受, 分类以及我曾向你描述的 各种大脑网络的作用 都不是客观事实, 它们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概念, 用来描述大脑中的物理活动。 我认为, 这些概念是理解神经元 执行某些计算指令的最好的方法,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可以解读大脑的接线图, 其中一些方法并不把大脑连结教做接线图。 与所谓的思维本质论 或者心智器官说法比起来, 情绪建构论和大脑之间的联系 更为密切。 在未来, 如果出现作用和功能 更为强大的概念, 我一点都不奇怪。 正如在菲尔斯坦在《无知》 一书中所说的, 没有了事实, 使用新一代工具的新一代科学家 就不会受到伤害。 然而, 科学的历史一直在向着 构建主义理论方向发展, 虽然缓慢, 但一直在平稳前进。 物理、 化学和生物始于直觉的本质论, 根源于速谱现实主义和确定性。 我们超越了这些想法, 因为我们注意到旧的观察结果 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成立。 因此, 我们必须替换我们的概念。 科学革命把一种社会现实 变成了另一种社会现实, 就像政治革命 使新的政府和社会秩序 取代原有的政府和秩序一样。 在科学领域, 我们的新概念一次又一次 带领我们不停地向着变化 和构建主义靠近, 渐渐远离本质主义和朴素现实主义。 虽然情绪建构论为情绪, 思维和大脑的预测和匹配 提供了最新的科学证据, 但关于大脑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我们发现, 神经元并不是大脑中 唯一重要的细胞, 长期被忽视的神经交织细胞作用 也十分强大, 甚至可能在没有突出的情况下 相互交流, 控制肠胃运动的肠神经系统 对理解思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由于很难测量评估, 因此基本上没有被探索过。 我们甚至发现胃里的微生物 对人的精神状态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但没人知道为什么 以及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如此多的新研究正在进行中, 十年内, 面对这些创新研究, 今天的科学家会感觉 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像柏拉图看到脑成像仪一样。 随着我们的工具的改进 和知识的增加, 我相信我们对大脑结构的了解 会更加深入, 远超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 也许有一天, 我们的核心成分, 比如内感受和概念, 也会被视为太过本质主义, 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些 被隐藏起来的更为精细的东西。 科学故事一直处于发展中, 有新的发现没什么好奇怪的。 科学的进步并不总是要找到答案, 而是为了提出更好的问题。 今天, 这些问题已经迫使情绪科学, 以及更广泛的思维和大脑科学的范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今后, 我们希望那些关于某些脑部区域 是处理人类、 老鼠或者果蝇情绪的报道越来越少, 关于大脑和身体如何构建情绪的文章越来越多。 无论何时, 当你看到有关情绪本质论的新闻报道时, 哪怕你只是感到一丝怀疑, 那么你就在这场科学革命中便贡献了一份力量。 就像科学中最重要的范式转变一样, 情绪科学理论的转变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法律, 以及我们自己带来变化, 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如果通过阅读本书, 你能够明确知道你是你自己的体验, 以及周围人的体验的建筑师, 那么我们就是在一起构建新的未来。 傅鲁四,概念及连的证据 在描述大脑时, 我使用了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看起来像分层结构。 这个比喻有助于理解大脑活动, 神经元没有严格的层次结构, 我们在第六章介绍了第一个层次结构, 该结构说明了, 大脑是如何利用感觉输入形成概念的, 这是一个包含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层次结构, 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层次结构, 神经科学家应该很熟悉。 你的初级感觉区位于底层, 它们的神经元发出信号, 代表了不同的身体感觉的细节, 如光波长度的改变, 空气压力的变化, 这些都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例子。 位于顶层的神经元, 代表了该实力的最高水平, 最高效的多种感觉的总结。 第二个层次结构出现在第四章, 这一层次结构说明了根据大脑皮质结构, 概念是如何形成预测的。 它的结构是自上而下的, 其中结合了我的一些发现。 身体预算回路, 通常称作内脏运动边缘回路, 大脑的大嘴巴科学家位于最上层, 它发出但不接受预测。 初级感觉区在底层, 它们只接受预测, 不发送预测给其他大脑皮质区。 通过这种方法, 身体预算分配区域推动全脑的预测, 并把更为精准的预测传给初级感觉区。 这两个层次代表了同一个回路, 但方向相反。 前一个层次负责学习概念, 而后一个我称之为概念集联, 负责应用概念, 构建你的体验和感知。 以这种方式, 分类成了一个全脑活动, 其预测从模拟相似性到模拟差异性, 而预测误差的过程完全相反, 先找差异性, 再模拟相似性。 概念集联涉及一些合理的推测, 这些推测在神经科学上可以找到一致的证据。 目前, 我们有科学证据表明, 所有的外部感官系统, 如视觉、 听觉等, 都是通过预测来运行的。 我的同事凯尔·西蒙斯是一名神经系统科学家, 我们一起发现, 内感受网络也是通过预测来运行的。 现在, 科学家已经掌握了视觉系统中概念集联的具体细节。 在本书中, 我概述的更广泛的概念集联主要基于三条确凿的证据, 一, 第四章中关于预测和预测误差, 是如何在大脑皮质中传送的解剖学证据, 二, 第六章中关于大脑皮质压缩差异性, 形成多感觉总结的解剖学证据, 三, 证明几个大脑网络功能的科学证据。 我们现在就来讨论, 预测源于一个多感官的总结, 它代表了这个概念的目标, 在内感受网络中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 注意, 我并没有说概念存储在默认模式网络中, 我特意使用了源于这个词。 在默认模式网络或其他任何地方, 概念都不会大规模的存在, 好像它们是实体一样。 这个网络仅仅模拟了概念的一部分, 即概念实力的高效, 多感官总结, 不包括概念的感觉细节。 当你的大脑构建了一个飞行中的快乐概念, 并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这时就需要减并发挥作用了。 每个实力的构建都有自己的神经元模式。 实力在概念上越相似, 在默认模式网络中用到的神经模式就越接近, 一些甚至会重叠使用相同的神经元。 不同的表征在大脑中虽然可分离, 但无需分离。 默认模式网络是一个固有的网络。 实际上, 它是第一个被人们发现的固有网络。 科学家注意到当受试者躺着休息时, 大脑中有一组区域的活动增加了。 他们把这样的脑区命名为默认模式, 因为在实验中, 当大脑没有受到探测和刺激时, 它们自发活动。 在我第一次接触这个网络时, 我觉得这个名字选择得特别不好, 因为自从这个网络被发现后, 又有很多固有网络被发现。 不过, 这个名字很具有讽刺性。 一开始, 科学家认为大脑的默认活动是在任务之间漫无目的地走神。 事实上, 这个网络是大脑中每一个预测的核心。 你大脑的默认模式带着你理解和畅游世界, 即利用概念进行预测, 这才是对这个网络名称最好的解读。 神经系统科学家已经明确表明, 默认模式网络在概念形成中的关键作用。 这一发现源于一个巧妙的科学经验。 你不能简单地要求一个受试者模拟一个概念, 然后观察默认模式网络中的活动是否增加。 那样单一的概念几乎不会对大脑内部活动产生丝毫的影响, 就像在大海中扔入一颗小石子一样。 幸运的是, 认知心理学家杰弗里, 奥尔宾德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个新颖的大脑扫描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设计了两个实验任务, 一个比另一个用了较多的概念知识, 然后两个任务结果相减, 找出存在的差异。 在宾德的第一个实验任务中, 受试者在进行大脑扫描时会听到动物的名字, 如狐狸、大象、奶牛, 同时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丰富的心理相似性概念知识。 如这种动物是在美国被发现并未人类所用的吗? 在第二个任务中, 受试者在接受大脑扫描时需要做出决定, 这个决定根据感知相似性需要的概念知识不多。 如他们被告知听音节, 如Pot Su, 然后再听到辅音B和D时给予回应, 这两个任务会增加感觉和运动网络的兴奋性, 但只有前一个任务增加了默认模式网络的兴奋性。 通过从一个大脑的扫描结果中减去另一个大脑的扫描结果, 宾德和他的同事去掉了与感觉和运动细节有关的大脑活动, 观察默认模式网络活动的增强情况和预测的一样。 在一项原分析中, 对120个类似的脑成像实验进行分析, 实验再现了宾德的发现。 默认模式网络支持心理推理, 即用心理概念对另一个人的想法和感觉分类。 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些行动的书面描述, 如何咖啡、刷牙和吃冰机灵。 在一些测试中, 研究人员请受试者描述人们是如何做这些活动的, 用杯子喝咖啡、用牙刷刷牙、用勺子吃冰机灵。 在描述时, 受试者似乎在大脑的运动区域模拟了这些活动。 在另一些实验中, 受试者被问为什么做这些活动, 喝咖啡是为了保持清醒, 刷牙是为了防止蛀牙, 吃冰机灵是因为它好吃。 这些判断需要纯心理的概念, 而且和默认模式网络中的活动关系更为密切。 越来越多的认知、 心理学家、 社会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怀疑默认模式网络有一个通用功能, 它允许你模拟出一个与现实不同的世界, 这包括从不同的角度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 这种非凡的能力有助于你处理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 即与他人和谐相处和努力造福自己。 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著友哈佛幸福克一书, 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 他把默认模式网络称为体验模拟器, 类似于训练飞行员时的飞行模拟器。 通过模拟未来世界, 你就有能力更好地实现你未来的目标。 默认模式网络在分类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默认模式网络启动预测, 构建模拟, 从而让大脑发挥出神奇的力量, 塑造世界。 这个世界包括外部世界, 其他人的思维, 以及支撑大脑的身体。 当你构建情绪时, 外部世界会对这个模拟进行修正, 当你想象或者做梦时, 则不会被修正。 当然, 默认模式网络不是孤军奋战。 它只包含了实现概念所需的部分模式, 也就是说, 只包含了以目的为基础的多感觉心理知识, 这个知识能够启动概念几连。 不管什么时候, 当你思考事情, 或者走神时, 或者你的大脑进行其他活动时, 你也会模拟影像, 声音、身体预算的变化, 以及其他感觉, 它们属于感觉和运动网络。 显然, 默认模式网络应该与这些其他网络交互作用, 构建概念实力。 的确如此, 稍后你会看到, 新生儿默认模式网络发育不完全, 因此它们无法进行预测, 它们的注意力就像一个散光的灯笼, 新生儿的大脑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从预测物差中学习, 很可能是基于身体预算的对感官世界的体验为默认模式网络的形成, 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输入。 这一般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年, 随着大脑把概念导入大脑连接, 默认模式网络逐步形成。 当你和外部世界建立连接后, 外部世界就开始变成内在心理。 我的实验室从生物学角度研究概念和分类已有一段时间, 我们发现了大量证据, 证明了默认模式网络, 其他内感受网络和控制网络的作用。 当人们在体验情绪, 或者通过眨眼、皱眉、肌肉抽搐和别人轻快的声音来感知情绪时, 我观察它们的大脑, 发现这些网络中的关键部分都在努力工作。 首先, 你可能还记得, 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 我的实验室通过原分析研究了每一个发表的关于情绪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我们把整个大脑分成了一个个小立方体, 即体素, 类似大脑的像素, 然后我们发现, 在我们研究任何情绪分类时, 这些体素活动都会显著增加。 我们无法把任何单一的情绪类别定位到大脑的某个区域。 这个原分析也为情绪建构论提供了证据。 我们确定了很多体素组, 它们同时激活的概率非常高, 就像一个网络似的。 这些体素组都位于内感受网和控制网内。 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原分析涵盖了数百位科学家的150多个不同的独立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 受试者需要完成观察脸色、 闻味道、 听音乐、 看电影、 记住网视等其他情绪任务, 那么这些网络的出现就尤为引人注目了。 这些发现对我来说更有意义, 因为原分析所涵盖的研究设计目的并不是用来测试情绪建构论的。 绝大多数研究的灵感都来自传统情绪观,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给每个情绪定位大脑区域。 其中, 大多数实验只研究了情绪类别的最刻板的例子, 并没有对现实生活中情绪的实力变体进行研究。 我们的原分析项目还在继续,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收集了近400个脑成像研究。 从这些数据中, 我和我的同事利用模式分类分析, 第一章, 生成了五个情绪类别的总结, 如图A4-2所示。 在这五个总结中, 内感受网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控制网络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但对快乐和悲伤情绪作用不是很明显。 记住, 这不是神经指纹, 只是抽象的总结。 没有一个愤怒、 厌恶、 恐惧、 快乐、 悲伤的实力和它的相关总结完全一样。 每个实力都可以使用不同的神经元组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减并原则。 在原分析中, 例如, 在对愤怒进行研究时, 愤怒时大脑活动更接近于愤怒的总结, 而不是其他的总结, 因此被认为是愤怒。 我可以判断一个愤怒实力, 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哪些神经元是活跃的。 换句话说, 我们把达尔文的群体思维原则应用在愤怒构建上。 我们研究的其他四种情绪类别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当我们专门设计实验来测试情绪建构论时, 我们发现了相似的结果。 其中一项研究是我和我的同事克里斯蒂·威尔逊·门登霍尔以及劳伦斯·W巴萨鲁共同进行的。 当我们对受试者的大脑进行扫描时, 我们请他们进行想象。 扫描结果证明, 感觉和运动区域的活动明显增加。 同时, 我们也证实了他们的身体预算受到了干扰, 这和内感受网络的变化关系密切。 实验的第二步是, 在想象后, 我们给每个受试者一个词语, 请他们按照愤怒或者恐惧的标准, 对他们的内感受感觉进行分类。 当受试者模拟这些概念时, 我们发现内感受网络活动更加活跃。 我们也发现, 这些活动代表了低水平的感觉和运动细节, 而且控制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的活动也增加了。 在最近一项研究中, 我们请受试者构建少见的非典型模拟, 如乘坐过山车既兴奋又恐惧的情绪, 或者虽然赢得比赛, 但自己受伤的痛病快乐者的情绪。 我们假设, 对不那么典型的情绪进行模拟需要内感受网络激发更大的活性, 而对典型实力进行模拟, 如快乐幸福和不愉快的恐惧, 则不需要那么努力, 因为已经形成了习惯。 我们观察到的结果, 证实了我们的假设。 在最近的一组实验中, 我们让受试者观看了令人回味的电影场面, 我们观察到内感受网络同样会构建情绪体验。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塔尔玛亨德勒实验室请受试者观看了各种电影短片, 这些短片可以激起不同的情绪体验, 如悲伤、恐惧以及愤怒。 例如, 一些受试者观看了电影《苏菲的抉择》, 这部电影的主演是梅里尔·斯特里普, 剧《中女主人公》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曾面临在自己的子女之间做出杀意留意的残酷选择。 其他受试者观看了电影《吉姆》, 观看的片段是由苏珊·萨兰登扮演的母亲向自己的孩子透露自己身患癌症的场景。 在所有情况下, 我们观察到, 当受试者报告强烈情绪体验时, 默认模式网络和内感受网络的其余部分同步激活增强, 而受试者报告情绪体验不那么强烈时激活减弱。 其他研究也都对情绪感知给出了类似的研究。 在一项研究中, 受试者观看电影并明确将角色的身体动作归类为情绪表达。 也就是说, 他们对运动的意义进行了心理推理。 心理推理需要概念才能完成。 他们的大脑显示, 在内感受网络、控制网络的节点以及视觉皮质中大脑活动都增加了。 在讨论概念时, 我们必须注意, 不要把概念本质化, 因为人们很容易就觉得概念是储存, 在自己的大脑里的。 例如, 你可能会认为概念只存在于默认模式网络中, 好像概念总结可以脱离它们的感觉和运动细节存在一样。 但是大量证据表明, 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 任何概念的任何实力都是由整个大脑共同完成的。 当你看到图4、3中的锤子时, 你的大脑中控制手部运动的运动皮质神经元兴奋性会提升。 如果你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 模拟拇指疼痛的神经元也会迅速兴奋起来, 甚至当你读到这个东西, 锤子的名字时, 神经元也会变得兴奋。 看到锤子, 你的手更容易做一个抓的动作。 同样的, 当你读到如下词汇时, 苹果、 西红柿、 草莓、 心脏和龙虾。 在早期视觉皮质中, 处理颜色感觉的神经元也会提高它们的兴奋性, 因为所有的物体都是典型的红色。 因此在默认模式网络中, 概念没有心理核心, 概念遍布整个大脑。 第二个对概念的本质论物解释, 每个目的都有一组单独的神经元, 就像一个小本质一样, 即使这个概念的其他部分, 如感觉和运动特征分布在整个大脑中。 但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在进行大脑扫描时, 不管在何种情况下, 我们都应该首先看到这个本质活跃起来, 因为它位于概念集联的顶端, 随后才是取决于情境的不同感觉和运动差异, 但是我们并未观察到任何类似的情况。 再次, 本质论息败于减并。 每次你根据一个具体目的, 如何一个亲密的朋友在一起, 构建一个情绪实力, 如幸福、神经激活模式都不同。 甚至是对幸福的最高层次的多感觉总结, 通过默认模式网络中的多组神经元展现出来, 每次也会不同。 这些实力都不需要物理上的相似性, 但是它们都是幸福的实力。 是什么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 什么都没有。 它们不会以任何固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但它们很可能作为预测同时启动。 当你读到幸福或者听到这个词时, 或者当你发现周围都是自己最喜欢的人时, 你的大脑会发出各种预测, 不管具体情况是什么, 每个都可能带有鲜艳概率。 词汇的力量很强大。 在我看来, 这个猜测很合理, 因为大脑依据简并性运作, 词汇是概念习得的关键, 默认模式网络和语言网络共享很多大脑区域。 第三个本质论错误是认为概念是东西。 在我读本科时, 我选修了一门天文学课程, 在课上, 我了解到宇宙一直在扩张。 一开始, 我很困惑, 扩张成什么? 我困惑是因为我存在一个错误的直觉, 认为宇宙是向太空扩张的。 经过一番思考后, 我意识到, 我对太空的理解局限在了字面意思上, 认为太空就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空洞。 而实际上, 太空是一个理论构想, 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固定的实体, 太空总是和其他相关事物一起被考虑, 空间和时间由旁观者决定。 当人们讨论概念时, 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一个概念并不是储存在大脑中的一个东西, 它最多就和宇宙扩张形成的太空一样, 只是一个理论构想。 概念和太空都只是观念。 说一个概念只是因为口头上的方便。 实际上, 你拥有的是一个概念系统。 当我写你拥有一个敬畏概念时, 实际上我是在说, 你拥有很多分好类的敬畏实力, 或者很多实力被你划归敬畏的类别, 每个都可以作为一种模式在你的大脑中重组。 这个概念指的是你在概念系统中所构建的关于敬畏的所有知识。 你的大脑不是装满各种概念的容器。 大脑在一段时间内激发概念, 瞬间完成。 当你使用一个概念时, 你实际上是在现场构建了那个概念的一个实力。 在你的大脑中并没有储存很多个如同小包裹一样的概念的知识, 就像你的大脑中不存在记忆小包裹一样。 离开构建过程, 概念并不存在。 本期视频内容就讲到这里, 恭喜您, 又看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给这期内容点赞,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时收听更多精彩好书。 如果你对未来的视频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将在下期视频中再会。